沉默的大多数 作者 王小波 自诩 年轻时读肖伯奈的剧本《巴巴拉少校》 有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 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 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 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 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 会明辨是非 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桶 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 怎么你什么都不会 就会一个明辨是非 我看到这段文章时只有二十来岁 灯石痛下决心 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 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 因为这个缘故 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 我年轻时所见的人 只掌握了一些粗浅 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 就以为无所不知 对世界妄加判断 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 直到年灯不惑 才明白 肖翁的见解原有偏颇之处 但这是后话 无论如何 肖翁的这些议论 对那些浅薄之辈 狂妄之辈 总是一种解读剂 肖翁说明辨是非难 是因为这些是非都在伦理的领域之内 俗话说得好 此人之肉 彼人之毒 一件对此人有利的事 难免会伤害另一个人 真正的君子知道 自己的见解 受所处环境左右 未必是公平的 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 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 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 虽然有狂妄之嫌 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 明了肖翁这种意思以后 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 但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当时我是年轻人 觉得能洁身自好 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 现在我是中年人 一个社会里 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 要对社会负责 要对年轻人负责 不能只顾自己 因为这个缘故 我开始写杂文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杂文集 偏偏都在明辨是非 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 伦理问题虽难 但却不是不能讨论 罗素先生云 真正的伦理原则 把人人同等看待 考虑伦理问题时 想替每个人都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事 但你可以说 这是我的一德之鉴 然后说出自己的意见 把是非交付公论 讨论伦理的问题时 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白 这是我最近的体会 但不是我打破沉默的动机 假设有一个领域 谦虚的人 明里的人 以为他太困难 太暧昧 不肯说话 那么开口说话的 就必然是浅薄之途 狂妄之辈 这导致一种负筛选 越是傻子越敢叫唤 马上我就要说到 这些傻子 也不见得真的傻 但喊出来的都是傻话 久而久之 对中国人的名声 也有很大的损害 前些时间到个外国人 他说 听说你们中国人都在说不 这简直是把我们都当傻子看待 我很不客气地答道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你认识的中国人都说不 但我不认识这样的人 这倒不是胡外国人 我认识很多名里的人 但他们都在沉默中 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 但我以为 伦理问题太过重要 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 伦理 尤其是社会伦理 问题的重要 在于它是大家的事 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内 我在这个领域里有话要说 首先就是 我要反对愚蠢 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 总是平胸中的浩然正气 做出一个判断 然后加上一句 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 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 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 所以这就叫做愚蠢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 傻有事能成为一种威慑 假如乡下一位农妇养了五个傻儿子 既不会讲理 又不懂王法 就会和人打架 这家人就能得点便宜 聪明人也能看到这种便宜 而且装傻谁不会呢 所以装傻就成为一种风气 我也可以写装傻的文章 不只是可以 我是写过的 文革里谁没写过批判的 但装傻是要不得的 装开了头就不好收拾 只好装到底 最后弄假成真 我知道一个例子是这样的 某人文革里装傻血批判狗 原本是想搞点小好处 谁知一步小心上了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成了风云人物 到了这一步 就只好装下去了 真傻犯错误处理还能倾斜啊 我反对愚蠢 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 这种人只是极少数 而且这种人还盼着变聪明 在这个世界上 大多数愚蠢里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 但这一点并不是我的发现 是肖伯奈告诉我的 在他的匹克梅良里 西金斯教授遇上了一个假吃不颠的杜特利尔先生 西教授问你是恶棍还是傻瓜 这就是问你假傻真傻 杜先生答两样都有点 先生凡人两样都得有点呀 在我身上后者的成分多 前者的成分少 而且我讨厌装傻 渴望变聪明 所以我才会写这本书 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 我还想反对无趣 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 据我的考察 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 人们可以收获到优雅 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 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 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 起码是黑色的幽默 就是在我呆的这个社会里 什么都收获不到 这可是件让人吃惊的事情 看过弹钉神曲的人就会知道 对人来说 刀山 剑术 火海 油锅都不算严酷 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 把人冻在那里 一动都不动 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 就是反对有趣 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 在这个领域里 发议论的人总是在说 这个不宜提倡 那个不宜提倡 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 要真是这样 就不如不活 罗素先生说 参赐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睁开眼睛 往周围看看 所谓的参赐多态 它在哪里呢 在肖翁的巴巴拉少校中 安德谢夫家族的每一代 都要留下一句治理名言 那些话都编得很有意思 其中有一句是 人人有权争胜负 无人有权论是非 这话也很有意思 但它是句玩笑 实际上 人只要争得了论是非的权利 他已经不战而胜了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 我活在世上 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 遇见些有趣的事 躺能如我所愿 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为此也要去论是非 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 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 我开始的太晚了 很可能做不成什么 但我总得声明我的态度 所以就有了这本书 为我自己 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1997年3月20日 思维的乐趣 25年前 我到农村去插队时 带了几本书 其中一本是奥维德的《变形记》 我们队里的人 把它翻了又翻 看了又看 以致它像一卷海带的样子 后来别队的人 把它借走了 以后我又在几个 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它 它的样子越来越糟 我相信这本书 最后是被人看没了的 现在我还忘不了 那本书的惨状 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 吃不饱 水土不服 很多人得了病 但是最大的痛苦 是没有书看 倘若可看的书很多的话 变形记 也不会这样悲惨地消失了 除此之外 还得不到思想的乐趣 我相信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 傍晚时分 你坐在屋檐下 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 心里寂寞而凄凉 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 当时我是个年轻人 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 衰老下去 在我看来 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我插队的地方 有军代表管着我们 现在我认为 他们是一批单纯的好人 但我还认为 在我这一生里 再没有谁比他们 使我更加痛苦过了 他们认为 所谓思想的乐趣 就是一天24小时 都用毛泽东思想来占领 早上早请示 晚上网汇报 假如有闲暇 就去看看说他们自己亚古都的歌舞 我对那些歌舞本身并无意见 但是看过20遍以后就厌倦了 假如我们看书被他们看到了 就是一场灾难 甚至祝迅鲁的书也不成 小红书当然例外 顺便说一句 还真有人因为 带了旧版的鲁迅著作 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有一个知识可能将来还有用处 就是把有趣的书 换上无趣的皮 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在一些 宗教仪式中得到思想的乐趣 所以一直郁郁寡欢 像这样的故事 有些作者也写到过 比方说 茨维格写过一部 以茨维题材的小说 像其 可称是现代经典 但我不认为 他把这种痛苦描写得十圈十美了 这种痛苦的顶点 不是被拘押在旅馆里没有书看 没有合适的谈话伙伴 而是被放在外面 感到天地之间同样寂寞 面对和你一样痛苦的同伴 在我们之前 生活过无数的大智者 比方说 罗素 牛顿 莎士比亚 他们的思想和住宿 可以使我们免于这种痛苦 但我们和他们的思想 住宿 已经被隔绝了 一个人 倘若需要从思想中得到快乐 那么他的第一个欲望就是学习 我承认 我在抵御这种痛苦方面 的确是不够坚强 但我绝不是最差的一个 举例言之 罗素先生在五岁时 感到寂寞而凄凉 就想到 假如我能活到七十岁 那么 我这不幸的一生 才度过了十四分之一 但是等他稍大一点 接触到智者的思想的火花 就改变了想法 假设他被派去插队 很可能就要自杀了 谈到思想的乐趣 我就想到了我父亲的遭遇 我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 在五六十年代 从事思维史的研究 在老年时 他告诉我 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 就如一部恐怖电影 每当他企图立论时 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 找自己的位置 就如一只老母鸡 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 找地方复旦一样 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 而且很努力 但在一生中 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 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 他一生的探索 只剩下了一些断臂残垣 收到一本名为 《逻辑探索》的书里 在他身后出版 众所周知 他那一辈的学人 一辈子能留下一本书就不错 这正是因为在那些年代 有人想把中国人的思想 搞得彻底无味 我们这个国家里 只有很少的人觉得 思想会有乐趣 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 思想带来的恐慌 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 思想的味道就该是这样的 二 文化革命之后 我读到了徐迟先生 写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 那篇文章写得很浪漫 一个人写自己不懂得的事 就容易这样浪漫 我个人认为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 能够和同行交流 是一种骑马的乐趣 陈景润先生 一个人在小房子里 挣数学题时 很需要有些国外的数学期刊 可看 还需要有机会和数学界的同仁谈谈 但他没有 所以他未必是幸福的 当然 他比没定理可证的人要快活 把一个定理证了十几年 就算证出时有绝大的乐趣 也不能平衡 但是在寂寞里哭作就更加难熬 假如插队时 我懂的数论 必然会有陈先生的举动 而且就是最后 什么都证不出也不后悔 但那个故事 肯定比徐先生作品里描写得悲惨 然而 某个人被剥夺了学习 交流 建树这三种快乐 仍然不能得到我最大的同情 这种同情 我为那些被剥夺了有趣的人保留着 文化革命以后 我还读到了阿诚先生写之清下棋的小说 这篇小说写得也很浪漫 我这辈子下过的棋 有五分之四是在插队时下的 同时 我也从一个相当不错的棋手 变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拥手 现在把下棋和插队两个词拉到一起 就能引起我生理上的反感 因为没事干而下棋 性质和手营差不太多 我绝不肯把这样无聊的事写进小说里 假如一个人每天吃一样的饭 干一样的活 再加上把八个样板戏翻过来倒过去的看 看到听了上剧知道下剧的程度 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 我最赞成罗素先生的一句话 须知参差多态 乃是幸福的本源 大多数的参差多态 都是敏于思索的人创造出来的 当然 我知道有些人不赞成我们的意见 他们必然认为 单一机械 乃是幸福的本源 老子说 要让大家虚其心而失其父 我听了就不是很喜欢 汉如废畜百家 独尊如树 在我看来是个很卑鄙的行为 摩尔爵士设想了一个细节完备的乌托邦 但我像罗素先生一样 绝不肯到其中去生活 在这个名单的末尾 是一些善良的军代表 他们想把一切从我头脑中驱除出去 只剩一本270页的小红书 在生活的其他方面 某种程度的单调 机械是必须忍受的 但是思想绝不能包括在内 胡思乱想并不有趣 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绝新奇 我认为自己体验到最大快乐的时期 是出进大学时 因为科学对我来说是新奇的 而且它总是逻辑完备 无懈可击 这是这个平凡的城市上罕见的东西 与此同时 也得以了解先辈科学家的杰出智力 这就如何一位高明的棋手下棋 虽然自己总被击败 但也有机会领略妙招 在我的同学里 凡和我同等年龄 有同等经历的人 也和我有同样的体验 某些单调机械的行为 比如吃 排泄 性交 也能带来快感 但因为过于简单 不能和这样的快乐相比 艺术也能带来这样的快乐 但是必须产生于真正的大师 像牛顿 莱布尼兹 爱因斯坦那样级别的人物 时下中国的艺术家 尚没有一位达到这样的级别 恕我直言 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东西 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 比这在第一档的东西 只会给人带来痛苦 而这种低档祸 就是出于功力的种种想法 三 有必要对人类思维的器官 头脑 进行灌输的想法 时下正方心为爱 我认为脑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 把功力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 是可疑之举 有一些人说它是进行竞争的工具 所以人就该在出事之前学会说话 在三岁之前背诵唐诗 假如这样来使用它 那么它还能获得什么幸福 实在堪余 知识虽然可以带来幸福 但假如把它压缩成要丸子灌下去 就丧失了乐趣 当然 如果有人乐意这样来对待自己的孩子 那不是我能管的事 我只是对孩子表示同情而已 还有人认为 头脑是表示自己是个好人的工具 为此必须学会背诵一批格言 教条 事实上 这是希望使自己看上去比实际上要好 十足虚伪 这使我感到了某种程度的痛苦 但还不是不能忍受的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 想要用种种理由 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 这些人想要这样做 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 说得更确切些 是出于功利方面的考虑 因此他们就把思想分门别类 分出好的和坏的 但所用的标准很是可疑 他们认为 假如人们脑子里灌满了好的东西 天下就会太平 因此他们准备用当年军代表对待我们的态度 来对待年轻人 假如说 思想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 那么出于功利的动机去改变人的思想 正如为了某个人的幸福 把他杀掉一样 言之不能成立 有些人认为 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 去掉格调低下的思想 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 却使我感到莫大的恐慌 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 就是我自己 倘若去掉一部分 我是谁就成了问题 假设有某君思想高尚 我是十分敬佩的 可是如果你因此 想把我的脑子挖出来扔掉 换上他的 我绝不肯 除非你能够证明我最大恶极 死有余辜 人既然活着 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 到死方休 更何况 那些高尚和低下 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度量的 假如我全盘接受 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 到我脑子里下蛋 而我总不肯相信 自己的脖子上方 原来是长了一座鸡窝 想当年 我在君代表眼里 也是很低下的人 他们要把自己的思想方法 生活方式强加给我 也是一种脑一支 菲尔丁曾说 既善良又伟大的人很少 甚至是绝无仅有的 所以这种脑一支带给我的 不光是善良 还有愚蠢 在此 我要很不情愿地用一句功利的说法 在现实世界上 蠢人办不成什么事情 我自己当然希望变得更善良 但这种善良 应该是我变得更聪明造成的 而不是相反 更何况 赫拉克利特早就说过 善与恶为一 正如上坡和下坡 是同一条路 不知道何为恶 焉知何为善 所以他们要求的 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 假设我相信上帝 其实我是不信的 并且正在为善恶不分而苦恼 我就会请求上帝 让我聪明到 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 而绝不会 请他让我愚蠢到 让人家给我灌输 善恶标准的程度 假如上帝 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 我就要请求他 让我在此项任务 和下地狱中 做一选择 并且 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 选择后者 假如要我举出 一生最善良的时刻 那我就要举出 刚当至亲时 当时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类 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 同时我也要承认 当时我愚蠢得很 所以不仅没干成什么事情 反而染上了一身病 丢窥蟹假地逃回城里 现在我认为 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 降低人类的智能 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 所以 以愚蠢教人 那是善良的人 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孽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绝不可对善人放松警惕 假设我被大奸大恶之徒所骗 心里还能平衡 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骗 我就不能原谅自己 假如让我举出自己最不善良的时刻 那就是现在了 可能是因为受了一些教育 也可能是因为已经成年 反正你要让我去解放什么人的话 我肯定要先问问 这些人是谁 为什么需要帮助 其次要问问 帮助他们是不是我能力所及 最后我还要想想 自己直奔云南去挖坑 是否于事有补 这样想来想去 我肯定不愿去插队 领导上硬要我去 我还得去 但是这以后挖坏了青山 造成了水土流失等等 就罪不在我 一般人认为 善良而低智的人是无辜的 假如这种低智是先天造成的 我同意 但是人可以发展自己的智力 所以后天的低智 算不了无辜 再说 没有比装傻更便当的了 当然 这结论绝不是说当年那些军代表 是歇妆傻的奸邪之辈 我至今相信他们是好人 我的结论是 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 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 就是发展智力 增广知识 然而 你劝一位自以为 已经明辨是非的人发展智力 增广见识 他总会觉得 你让他舍尽求远 不仅不肯 还会心生怨恨 我不愿为这样的小事去得罪人 我现在当然有自己的善恶标准 而且 我现在并不比别人表现得坏 我认为 低智 偏执 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 按这个标准 别人说我最善良 就是我最邪恶时 别人说我最邪恶 就是我最善良时 当然 我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 但我认为 聪明 达官 多知的人 比知别样的人 更堪信任 基于这种信念 我认为 我们国家在废处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 就丧失了很多机会 我们这个民族 总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锁知识 钳制思想 灌输善良 因此有很多才智知识 在其一生中 丧失了学习 交流 建树的机会 没有得到思想的乐趣就死掉了 想到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就心中黯然 想到此类人士的总和 有横河杀术之多 我就趋向于悲观 此种悲剧的起因 当然是现实世界里存在的种种问题 伟大的人物总认为 假设这世界上所有的人 都像他期望的那样善良 更确切地说 都像他期望的那样思想 思无邪 或者很多私自一闪念 世界就可以得救 提出这些说法的人 本身就是无邪或者无私的 他们当然不知邪和私是什么 故此这些要求就是 我没有的东西 你也不要有 无数人的才智就此被扼杀了 考虑到那横河杀术才智之事的总和 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庞大资源 这种想法就是打算把整个大海 装入一个瓶子之中 我所看到的事实是 这种想法一直在实行中 也就是说 对于现实世界的问题 从愚蠢的方面找办法 据此我认为 我们国家自旱代以后 一直在进行思想上的大屠杀 而我能够这样想 只说明我是幸存者之一 除了对此表示悲伤之外 我想不到别的了 5 我虽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 但还常常为一件事感到疑惑 为什么有很多人 总是这样的仇恨兴起 仇恨有趣 古人曾说 天不生众你 万古长如业 但我有相反的想法 假设历史上 曾有一位大智者 一下发现了一切新奇 一切有趣 发现了终极真理 根据了一切发现的可能性 我就情愿到 该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 这是因为 假如这种终极真理 已经被发现 人类所能做的事 就只剩下了 依据这种真理 来做价值判断 从汉代以后到近代 中国人就是这么生活的 我对这样的生活 一点都不喜欢 我认为 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 没有比做价值判断 更简单的事 假如你是职工兔子 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 大灰狼坏 母兔子好 然而兔子就不知道 久久表 此种事实说明 一些缺乏 其他能力的人 为什么特别热爱 价值的领域 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 还要付出一些代价 对别人做价值判断 那就太简单 太舒服了 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 我的确感到羞愧 但我并不感到抱歉 因为这种人事 带给我们的痛苦 实在太多了 在一切价值判断之中 最坏的一种事 想得太多 太深奥 超过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 是一种罪恶 我们在体验思想的快乐时 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不幸的是 总有人觉得自己受了伤害 诚然 这种快乐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体验到的 但我们不该对此负责任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 要取消这种快乐 除非把卑鄙的极度计算在内 这世界上有人喜欢丰富 有人喜欢单纯 我未见过喜欢丰富的人度恨 伤害喜欢单纯的人 我见到的情形总是相反 假如我对科学和艺术 稍有所知的话 他们是源于思想乐趣的 浩浩江河 虽然会及一切人 但这江河绝不是 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 为他们而留 正如以思想为乐趣的人 不是为他们而生一样 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 成为思维的精英 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人当然有不思索 把自己变得愚笨的自由 对于这一点 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的 问题在于思索 和把自己变聪明的自由 到底该不该有 喜欢潜一种自由的人认为 过于复杂的思想 会使人头脑混乱 这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 假如你把深山里 一位质朴的农民 请到城市的化工厂里 他也会因复杂的管道感到头晕 然而这不能成为 取消化学工业的理由 所以质朴的人们 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 看作是与己无关的事 那就好了 假如现在我周围的世界 又充满了文革时的军代表和道德教师 只能使我精 不能使我拒 因为我已经活到了42岁 我在大学里 遇到了把知识当作幸福来传播的数学教师 他使学习数学变成了一种乐趣 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 我有幸读到了我想看的书 这个书单很是庞杂 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一直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 这最后一批书实在是很不堪的 但我总算是把不堪的东西也看到了 当然 我最感谢的是那些写了好书的人 比方说 肖伯纳 马克 土温 卡尔维诺 杜拉斯等等 但对那些写了坏书的人也不怨恨 我自己也写了几本书 虽然还没来得及与大陆读者见面 但总算获得了一点创作的快乐 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 就能使我感到在一生中稍有所得 比我父亲幸福 比那些将在思想真空里煎熬一世的年轻人幸福 作为一个有过幸福和痛苦两种经历的人 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 有些空间来感到幸福 而且这种空间比给我的大的多 而这些呼吁当然是对那些立志要当军代表和道德教师的人而发的 在于1994年第九期读书杂志 沉默的大多数 君特 格拉斯在《铁皮股》里 写了一个不肯长大的人 小奥斯卡发现周围的世界太过荒诞 就按下决心要永远做小孩子 在冥冥之中 有一种力量成全了他的决心 所以他就成了个侏辱 这个故事太过神奇 但很有意思 人要永远做小孩子虽办不到 但想要保持沉默 是能办到的 在我周围 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 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 到了私下里 则妙语连珠 换言之 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 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 起初我以为 这是因为经历了严酷的时期 文革 后来才发现 这是中国人的通病 龙应凯女士就大发感慨 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话 她在国外住了很多年 几乎变成了个心知口快的外国人 她把保持沉默看作怯懦 但这是不对的 沉默是一种生活方式 不但是中国人 外国人中也有选择 这种生活方式的 我就知道这样一个例子 她是前苏联的大作曲家 肖斯塔科维奇 有好长一段时间 她写自己的音乐 一声也不吭 后来忽然口售了一后本回忆录 并在每一页上都签了名 然后她就死掉了 据我所知 回忆录的主要内容 就是谈自己在沉默中的感受 阅读那本书时 我得到了很大的乐趣 当然 当时我在沉默中 把这本书借给一个话语圈子里的朋友去看 他却得不到任何的乐趣 还说这本书 这本书格调低下 气氛阴暗 那本书里有一段讲到的前苏联三十年代 有好多人忽然就不见了 所以大家都很害怕 人们之间都不说话 邻里之间起了纷争 都不敢吵架 所以有了另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 就是往别人烧水的湖里土坛 顺便说一句 前苏联人盖过一些宿舍式的房子 有公用的卫生间 灌洗室和厨房 这就给土坛提供了方便 我觉得有趣 是因为像肖斯塔克维奇那样的大音乐家 戴着加笔眼镜 留着山羊胡子 吐起坛来一定多有不便 可以想见 他必定要一手抓住眼镜 另一手护住胡子 探着头去吐 假如就这样被人逮到揍上一顿 那就更有趣了 其实肖斯塔克维奇长得什么样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想象他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哈哈大笑 我的朋友看了这一段就不笑 他以为这样土坛动作不美 境界不高 思想也不好 这时我不敢与他争辩 再争辩就要摄入某些话语的范畴 而这些话语 就是阴阳两极的分界线 看过铁皮股的人都知道 小奥斯卡后来改变了他的决心 也长大了 我现在已决定了要说话 这样我就不是小奥斯卡 而是大奥斯卡 我现在当然能同意往别人的水壶里 土坛是思想不好 境界不高 不过 有些事继续发生在我身边 举个住楼的人都知道的例子 假设有人常把一辆自行车 放在你门口的楼道上 挡了你的路 你可以开口去说 打电话给居委会 或者直接找到车主 说道 同志 五讲四美 请你注意 此后他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回答你 我就不敢保证 我估计他最起码要说你事 假如你是女的 他还会说你事吗 不管你有多大岁数 够不够做他妈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沉默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对这种行为的厌恶之情 把他车胎里的气放掉 干这件事时 当然要注意别被车主看见 还有一种更损的方式 不值得推荐 那就是在车胎上按上的图钉 有人按了图钉 再拔下来 这样车主找不到窟窿在哪 补胎是更困难 假如车子可以搬动 把他挪到难找的地方去 让车主找不着他 也是一种选择 这方面就说这么多 因为我不想交换 这些事实我想到了福科先生的话 话语及权力 这话应该倒过来说 权力及话语 就以上面的例子来说 你要给人讲五讲四美 最好是戴上的红姑 根据我对事实的了解 红姑还不大够用 最好穿上一身警服 五讲四美虽然是些好话 讲的时候最好有实力 或者说是身份作为保证 话说到这个地步 可以说说当年和朋友讨论 肖斯塔克为奇 他一说到思想 境界等等 我为什么就一声不吭 朋友倒是个很好的朋友 但我怕他挑我的毛病 一般人从七岁开始走进教室 开始接受话语的熏陶 我觉得自己还要早些 因为从我记事时开始 外面总是装着高音喇叭 没黑没夜地乱嚷嚷 从这些话里我知道了土瓶炉可以练钢 这种东西和做饭的造相仿 装了一台小鼓风机 嗡嗡地响着 好像一窝飞行的屎壳浪 练出的东西是一团团火红的粘在一起的锅片子 看起来是牛屎的样子 有一位手持钢签的叔叔说 这就是钢 那一年我只有六岁 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 一听到钢铁这个词 我就会想到牛屎 从那些话里 我还知道了一亩地可以产三十万斤粮 然后我们就饿得要死 总而言之 从小我对讲出来的话就不大相信 越是声色俱利 嗓门高亢 我越是不幸 这种怀疑态度起源于我饥饿的度长 和任何话语相比 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 除了怀疑话语 我还有一个恶习 就是吃铅笔 上小学时 在课桌后面一坐定就开始吃 那种铅笔一毛三一只 后面有橡皮头 我从后面吃起 先吃掉柔软可口的橡皮 再吃掉柔韧爽口的铁皮 吃到木头笔杆以后 软糟糟的没什么味道 但有一点香料味 又是我接着吃 终于把整只铅笔吃的只剩了一只铅心 用橡皮膏缠上接着食 除了铅笔之外 课本 练习本 甚至课桌都可以吃 我说到的这些东西 有些被吃掉了 有些被啃得十分狼藉 这也是一个真理 但没有用话语来表达过 饥饿可以把小孩子变成白蚁 这个世界上有个很大的误会 那就是以为人的种种想法 都是由话语交出来的 假设如此 话语就是思维的样板 我说它是个误会 是因为世界还有阴的一面 除此之外 同样的话语也可能交出些很不同的想法 从我懂事的年龄起 就常听人们说 我们这一代 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 多么幸福 而且肩负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 等等 同年龄的人听了都很振奋 很爱听 到我总有点疑问 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赶上了 除此之外 我以为这种说法不够含蓄 而含蓄是我们的家教 在三年困难时期 有一天开饭时 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腊肉 我弟弟见了以后 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 冲上阳台 朝全世界放声高呼 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 结果是被我爸爸拖回来臭揍了一顿 经过这样的教育 我一直比较深沉 所以听到别人说我们多么幸福 多么神圣 别人在受苦 我们没有受等等 心里老在想着 假如我们真遇上了这么多美事 不把他说出来会不会更好 当然 这不是说 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 对于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 我是这么想的 与其大呼小叫说 要去解放他们 让人家苦等 倒不如一声不吭 忽然有一天把他们解放 给他们一个意外惊喜 总而言之 我总是从实际的方面去考虑 而且考虑得很周到 幼年的经历 家教和天性谨慎 是我变得沉默的起因 二 在我小时候 话语好像是一池冷水 它是我一身一身起鸡皮疙瘩 但不管怎么说吧 人来到世间 仿佛是来游泽的 迟早要跳进去 我可没有想到自己会保持沉默直到四十岁 假如想到了 未必有继续生活的勇气 不管怎么说吧 我听到的话也不总是那么疯 是一阵风 一阵不疯 所以在十四岁之前 我并没有终身沉默的决心 小的时候 我们只有听人说话的份 当我的同龄人开始说话时 给我一种极恶劣的印象 有位朋友写了一本书 写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 书名为血统 可以想见 他出身不好 他要我给他的书写个学 这件事 使我想起来 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见所闻 文革开始时 我十四岁 正上初中一年级 有一天 忽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班上的一部分同学 忽然变成了红五类 另一部分则成了黑五类 我自己的情况特殊 还说不清是哪一类 当然 这红和黑的说法 并不是我们发明出来的 这个变化 也不是由我们发起的 在这方面 我们毫无责任 只是我们中间的一些人 该负一点 欺负同学的责任 照我看来 红的同学 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这是值得祝贺的 黑的同学 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 也值得同情 不等我对他们 一一表示祝贺和同情 一些红的同学 就把脑袋刮光 竖上了大皮带 站在校门口 问每一个想进来的人 你什么出身 他们对同班同学问得格外仔细 一听到他们爆出不好的出身 就从牙缝里蹦出三个字 狗仔子 当然 我能理解他们 突然变成了红五类的狂喜 但为此 非要使自己的同学 在大庭广众下变成狗仔子 未免也太过分 当年 我就这么想 现在我也这么想 话语交给我们很多 但善恶还是可以自明 话语想要交给我们 人与人生来就不平等 在人间 尊卑有序是永恒的真理 但你也可以不听 我上小学六年级时 暑气布置的读书作业是 《南方来信》 那是一本技术 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读物 其中充满了处决 拷打和虐杀 看完以后 心里充满了怪怪的想法 那时正在青春期的前沿 差一点要变成个性变态了 总而言之 假如对我的那种教育完全成功 换言之 假如那些园丁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对我的期望得以实现 我就想象不出现在 我怎能不是杀成性 怎能不残忍 或者说 在我身上 怎么还会保留了一些人性 好在人不光是在书本上学习 还会在沉默中学习 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 至于话语 他教给我的事 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当时话语正站在人性的反面上 假如完全相信他 就不会有人性 现在我来说明自己 为什么人性尚存 文化革命刚开始时 我住在一所大学里 有一天 我从校外回来 遇上一大伙人 正在向校门口行进 走在前面的是一伙大学生 彼此争论不休 而且嗓门很大 当然是在用时髦话语争吵 除了毛主席的教导 还经常提到十六条 所谓十六条 是中央颁部的展开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规定 其中有一条叫做要文斗 不要武斗 制定出来就是供大家违反之用 在那些争论的人之中 有一个人居于中心地位 但他双唇紧闭 一声不吭 唇边似有血迹 在场的大学生 有一半在追问他 要他开口说话 另一半则在维护他 不让他说话 文化革命里 到处都有两派之争 这是个具体的例子 至于队伍的后半部分 是一帮像我这么大的男孩子 一个个也是双唇紧闭 一声不吭 但唇边没有血迹 阴魂不散地跟在后面 有几个大学生想把他们拦住 但是不成功 你把正面拦住 他们就从侧面绕过去 但保持着一声不吭的态度 这件事相当古怪 因为我们院里的孩子相当地厉害 不但敢吵敢骂 而且动起手来 大学生还未必是个 那天真是令人意外的老师 我立刻投身其中 问他们出了什么事 怪的是这些孩子都不理我 继续双唇紧闭 两眼发直 显出一种坚韧的态度 继续向前行进 这情形好像他们发了一种 集体性的议症 有关议症 我们知道 有一种一声不吭 只顾阳尘舞蹈 另一种喋喋不休 就不大阳尘舞蹈 不管哪一种 心里想的和表现出来的 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在北方插队时 村里有几个妇女 有议症 其中有一位 假如你信她的说法 她其实是个死去多年的狐狸 成天和丈夫 假定此说成立 这位丈夫就是个寿监犯 吵吵闹闹 以狐狸的名义要求吃肉 但肉搁来以后 她要求把肉煮熟 并以大饭佐餐 很显然 这不合乎狐狸的饮食习惯 所以 实际上是她 而不是她要吃肉 至于文化革命 有几分像场集体性的议症 大家闹的和心里想的 也不是一回事 当然 这要把世界阴的一面考虑在内 只考虑羊的一面 结论就只能是 当年大家胡打乱闹 确实是为了保卫毛主席 保卫党中央 但是我说的那些大学里的男孩子 其实没有犯一证 后来 我揪住了一个和我很熟的孩子 问出了这件事的始末 原来 在大学生宿舍的惯喜室里 有两个学生在洗脸时相遇 为各自不同的观点争辩起来 争着争着 就打了起来 其中一位受了伤 已被送到医院 另一位没受伤 理所当然的成了打人凶手 就是走在队伍前列的那一位 这一大伙人在理论上 是前往某个机构 叫做校集委还是筹委会 我已经不记得了 讲理 实际上是在校园里 做无目标的布朗运动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线索 被打伤的学生血肉模糊 有一只耳朵 是左耳还是右耳已经记不得 但我肯定是两者之一 被一部分不见了 在现场也没有找到 根据一种阿加沙 克里斯蒂式的推理 这块耳朵不会在别的地方 只能在打人的学生嘴里 假如他还没把他吃下去的话 因为此君不但脾气暴躁 急了的时候还会咬人 而且咬了不止一次了 我急于交代这件事的要点 忽略了一些细节 比方说 受伤的学生曾经惨叫了一声 别人就闻声而来 使打人者没有机会 把耳朵吐出来藏起来 等等 总之 此君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或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把耳朵吐出来 证明自己的品行恶劣 或者把他吞下去 我听到这些话 马上就加入了尾随的行列 双唇紧闭 牙关紧咬 并且感觉到自己嘴里 仿佛含了一块咸咸的东西 现在我必须承认 我没有看到那件事的结局 因为天晚了 回家太晚会有麻烦 但我的确关心着这件事的进展 几乎失眠 这件事的结局 是别人告诉我的 最后 那个咬人的学生 把耳朵吐了出来 并且被人逮住了 不知你会怎么看 反正当时我觉得如释重负 不管怎么说 人性尚存 同类不会像识 也不会把别人的一部分吞下去 当然 这件事可能会说明一些别的东西 比方说 咬掉的耳朵快太大 咬人的学生 嗓子眼太细 但这些可能性 我都不愿意考虑 我说到这件事 是想说明 我自己曾在沉默中学到了一点东西 你可以说 这些东西还不够 但这些东西是好的 虽然学到它的方式 不值得推广 我把一个咬人的大学生 称为人性的教师 肯定要把一些人气得发狂 但我有自己的道理 一个脾气暴躁 动辄使用牙齿的人 尚且不肯吞下别人的肉体 这一刻看起来更有力量 再说 在文化革命的那一阶段里 人也不可能学到更好的东西了 有一段时间 常听到年长的人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好 是文革中的红卫兵 品格低劣 考虑到红卫兵 也不是孤儿院里的孩子 他们都是学校教育出来的 对于这种低劣品行 学校和家庭教育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除此之外 对我们的品行 大家也过虑了 这是因为 世界不光有羊的一面 还有阴的一面 后来我们这些人就去插队 在插队时 同学们之间表现得相当有爱 最起码 这是可圈可点的 我的亲身经历就可证明 有一次农忙时期 我生了重病 闹得实在熬不过去了 当时没人来管我 只有一个同样在生病的同学 半掺半拖 送我设过了南网河 到了医院 那条河虽然不深 但当时足有五公里宽 因为他已经泛滥的 连案都找不着了 假如别人生了病 我也会这样送他 因为有这些表现 我以为我们并不坏 不必青春无悔 留在农村不回来 也不必听从某种暗示 而集体自杀 给现在的年轻人 空出位子来 而我们的人品的一切可取之处 都该感谢沉默的教诲 四 有一件事大多数人都知道 我们可以在沉默和话语 两种文化中选择 我个人经历过很多选择的机会 比方说 插队的时候 有些插友就选择了 说点什么 到鸡带会上去讲用 然后就会有些好处 有些话年轻的朋友不熟悉 我只能简单地解释到 鸡带会是活学活用毛主席 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讲用是指讲自己活学活用 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 参加了鸡带会 就是积极分子 而积极分子是个好意思 另一种机会是当学生时 假如在会上积极发言 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就可能当学生干部 学生干部又是个好意思 这些机会 我都自愿地放弃了 选择了说话的朋友 可能不相信 我是自愿放弃的 他们会认为 我不会说话 或者不够档词 不配说话 因为话语及权力 权力又是个好意思 所以的确有不少人 挖空心思要 打进话语的圈子 甚至在争夺话语权 我说 我是自愿放弃的 有人会不信 好在还有不少人会相信 主要的原因 是进了那个圈子 就要说那种话 甚至要以那种话来思索 我觉得不够有意思 据我所知 那个圈子里 常常犯着贫乏症 二十多年前 我在云南当知青 除了穿着比较干净 皮肤比较白皙之外 当地人怎么看待我们 是个很废材的问题 我觉得 他们以为 我们都是台面上的人 必须用台面上的语言 和我们交谈 最起码 在我们刚去世 他们是这样想的 这当然是一个误会 但并不讨厌 还有个讨厌的误会是 他们以为 我们很有钱 在集市上 死命地朝我们要高价 以致我们买点东西 总要比当地人 多花一两倍的钱 后来我们就用一种 独特的方法买东西 不还价 甩下一叠毛票 让你慢慢数 同时把户物抱走 等你数清了毛票 连人带货都找不到了 起初 我们给的是公道价 后来有人就越给越少 甚至在毛票里 砸有些分票 假如我说自己 洁身自豪 没干过这种事 你一定不相信 所以我决定不争辩 终于有一天 有个学生在这样买东西时 被老乡扯住了 但这个人绝不是我 那位老乡决定要说 该同学一顿 淒淒爱爱地憋了好半天 才说出 哇 不行了 思想了 斗司批修了 后来我们回家去 为该老乡的话语 笑得打滚 可想而知 在今天 那老乡就会说 哇 不行了 无奖了 四美了 三热爱了 同样也会是我们笑得要死 从当时的情形 和该老乡的情绪来看 他想说的 只是一句很简单的话 那一句话的 头一个字 发音和洗澡的澡 有些相似 我举这个例子 绝不是讨了便宜 又要卖乖 只是想说明一下 话语的贫乏 用它来说话 都相当困难 更不要说 用它来思想了 话语圈子里的朋友会说 我举了一个 很恶劣的例子 我记住这种事 只是为了丑化生活 但我自己觉得不是的 我在沉默中 过了很多年 插队 当工人 当大学生 后来又在大学里认过脚 当教师的人 保持沉默似不可能 但我教的是 技术性的课程 在讲台上 只讲技术性的话 下了课我就走人 照我看 不管干什么 都可以保持沉默 当然 我还有一个终生爱好 就是写小说 但是 写好了不拿去发表 同样也保持了沉默 至于沉默的理由 很是简单 那就是信不过话语圈 从我短短的人生经历来看 它是一座生命狼藉的疯人院 当时我怀疑的 不仅是说过 亩产三十万斤粮 炸过精神原子弹的 那个话语圈 而是一切话语圈子 假如在今天能证明 我当时犯了一个 以偏概全的错误 我会感到无限的幸福 五 我说自己多年以来保持了沉默 你可能会不信 这说明你是个过来人 你不信我从未在会议上表过态 也没写过批判稿 这种怀疑是对的 因为我既不能证明自己是哑巴 也不能证明自己不会写字 所以这两件事我都是干过的 但是照我的标准 那不叫说话 而是上着一种话语的捐税 我们听说 在过去的年代里 连一些伟大的人物 都讲过一些违心的话 这说明 征税面非常的宽 因为有征话语捐的事 不管我们讲过什么 都可以不必自责 话是上面让说的吗 但假如一切话语 都是征来的捐税 事情就不很妙 拿这些东西可以干什么 踏实话 不是钱 既不能用来修水吧 也不能拿来修电站 只能搁在那里臭掉 供后人耻笑 当然 拿征目来的话语干什么 不是我该考虑的事 也许它还有别的用处 我没有想到 我要说的是 征收话语捐的事 是古以有之 说话的人往往有种 书捐难税的意识 融化在血液里 落实在口头上 在这方面有个例子 是古典名著《红楼梦》 在那本书里 有两个姑娘 在大观园里连聚 连着连着 冒出了送圣的词句 这件事让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躲在后花园里 半夜三灯做几句诗 都忘不了送圣 这叫什么事 仔细推敲起来 毛病当然出在写书人的身上 是他有这种毛病 这种毛病就是 在使用话语时 总想交税的强迫症 我认为可以在话语的世界里 分出两集 一集是圣贤的话语 这些话是自愿的捐献 另一集是沉默者的话语 这些话是强征来的睡精 在这两集之间的话 全都暧昧难明 既是捐献 又是睡精 在那些说话的人 心里都有一个睡力 中国的读书人 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就是交纳睡精 做一个好的内税人 这是难听的说法 好听的说法 就是以天下为己任 我曾经是个沉默的人 这就是说 我不喜欢在各种会议上发言 也不喜欢写稿子 这一点 最近已经发生了改变 参加会议时也会发言 有时也写点稿 对这种改变 我有种强烈的感受 有如丧失了童真 这就意味着 我违背了多年以来的激喜 不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了 我还不知为此感到痛苦 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感 开口说话 并不意味着恢复了 交纳睡精的责任感 假设我真是这么想 大家就会见到一个 最大的废话篓子 我有的是另一种责任感 几年前 我参加了一些社会学研究 因此接触了一些弱势群体 其中最特别的 就是同性恋者 做过了这些研究之后 我忽然猛醒到 所谓弱势群体 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 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 所以很多人以为 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 在中国 人们以为同性恋者不存在 在外国 人们知道同性恋者存在 但不知他们是谁 有两位人类学家 给同性恋者写了一本书 题目就叫做 The Word is All 然后我又猛醒到自己 也属于古往今来 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 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 多种多样 有些人没能力 或者没有机会说话 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 还有一些人 因为种种原因 对于话语的世界 有某种厌恶之情 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 作为最后这种人 也有义务谈谈自己的所见所闻 六 我现在写的东西 大体属于文学的范畴 所谓文学 在我看来就是 先把文章写好看了再说 别的就管他妈的 除了文学 我想不到 有什么地方可以接受我这些古怪想法 赖在文学上 可以给自己在圈子中找到一个立脚点 有这样一个立脚点 就可以攻击这个圈子 攻击整个羊的世界 几年前 我在美国读书 有个羊鬼子这样问我们 你们中国那个阴阳学说 怎么一切好的东西都属羊 一点不给阴剩下 当然 他这样发问 是因为 他正是一个无体不全之阴员 但是这话也有些道理 话语权属于羊的一方 他当然不会说阴的一方 任何好话 就是夫子也未能免俗 他把妇女和小人攻击了一通 这句话几千年来 总被人引用 但我就没听到 受攻击一方有任何回应 人们只是小心提防着 不要做小人 至于怎样不做妇人 这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就是到了现代 女变男的变性手术 也是一个难题 而且也不宜推广 这世界上假男人太多 真男人就会找不到老婆 简言之 话语圈里总是在说些 不会遇到反驳的话 往好听里说 这叫做自说自话 往南听里说 就让人想起了一个 形容缺德行为的顺口溜 打笼子骂哑巴巴掘护粉 仔细考教起来 恐怕笼子 哑巴 绝户都属鹰的一类 所以遇到种种不幸 也是活该 笔者的国学不够精深 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但我知道一个 确定无疑的事实 任何人说话都会有毛病 圣贤说话也有毛病 这种毛病还相当严重 假如一般人犯了这种病 就会被说成精神分裂症 在现实生活里 我们就是这样看待 自说自话的人 如今我也挤进了话语圈子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 这个圈子已经分崩离析 基于这种不幸的现实 可以听到各种要求 振奋的话语 让我们来重建 中国的精神结构等等 作为从另一个圈子里来的人 我对新圈子里的朋友 有个建议 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自己 看看傻不傻 疯不疯 有各种各样的镜子 可供检查自己之用 中国的传统是一面镜子 外国文化是另一面镜子 还有一面更大的镜子 就在我们身边 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这些议论当然是有感而发的 几年前 我刚刚走出沉默 写了一本书 送给长者看 他不喜欢这本书 认为书不能这样来写 照他看来 写书应该能教育人民 提升人的灵魂 这真是金玉良言 但是 在这世界上的一切人之中 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个 就是我自己 这话很卑鄙 很自私 也很诚实 在于1996年第四期 东方杂志 双月刊 据野史记载 中亚古国 花拉子母有一股怪的风俗 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 就会得到提升 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 则会被送去喂老虎 于是将帅出征在外 凡麾下将士有功 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 以使他们得到提升 有罪 则派去送坏消息 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 花拉子母是否真有这种风俗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个故事所具有的说明意义 对它可以举一反三 敏锐的读者马上就能发现 花拉子母的君王 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性 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 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 除此带来坏消息的人 就能根据坏消息 另外 假设我们生活在花拉子母 是一名敬业的信使 倘若有一天到了老虎笼子里 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 是因为传输了坏消息 最后 你会想到 我讲出这样一个古怪故事 必定别有用心 对于这最后一点 必须首先承认 从某种意义上说 学者的形象和花拉子母性时 有相像处 但这不是说他有被吃掉的危险 首先 他针对研究对象 得出有关的结论 这时还不像信使 然后 把所得的结论报告给公众 包括当权者 这时他就像个信使 最后 他从别人的反应中 体会到自己的结论 是否受欢迎 这时候 他就像个花拉子母的信使 中国的近现代学者里 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 尤其是人文学者 比方说 现在大家发现了 中华文化是最好的文化 世界的前途 依赖东方文明 不过也有坏消息信使 此人叫做马英初 50年代初 马英初提出了新人口论 当时以为 只要把马老臭批一顿 就可以根据中国的人口问题 后来才发现 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假如学者 能知道自己报告的是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 这问题也就简单了 这方面有一个例子 是我亲身所历 我和李银河 从1989年开始一项社会学研究 首次发现了中国存在着 广泛的同性恋人群 并且有同性恋文化 当时以为这个发现很有意义 就把他报道出来 结果不但自己倒了没 还带累了一家社会学专业刊物 受到本市有关部门的警告 这还不算 还惊动了该看一位顾问 80多岁的老先生 连夜表示要不当顾问 此时我们才体会到 这个发现是不受欢迎的 读者可以体会到 我们此时是多么的惭愧和内疚 假设禁止我们出书 封闭有关社会学杂志 就可以使中国不再出现同性恋问题 这些措施就有道理 但同性恋倾向是遗传的 风刊物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这些措施一点道理都没有 值得庆幸的是 北京动物园的老虎 当时不缺肉吃 由此得出 花拉子魔性史问题第一个结论是 对于学者来说 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积自身 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 有没有花拉子魔君王类的人 假设可以对花拉子魔君王讲道理 就可以说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实 然后才有不幸的信息 信使是信息的中介 尤其的无辜 假如要反对不幸 应该直接反对不幸的事实 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信息 但是这个道理有一定的复杂性 不是君王所能理解 再说 假如能和他讲理 他就不是君王 君王总是对的 陈明总是不对 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 陈明就得适应这种现实 假如花拉子魔的信实里 有些狡猾之徒 递送坏消息时 就会隐瞒不报 甚至滥家篡改 鲁迅先生有篇杂文 谈到聪明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 讨论的就是此类现象 据我所知 学者没有狡猾到这种程度 他们只是仔细提防着自己 不要得出不受欢迎的结论来 由于日夜提防 就进入了一种迷离乎乎的心态 乃是深度压抑所致 与此同时 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欢迎的结论 因此连做人都不够自然 现在人们所说的人文科学的危机 我以为主要起因于此 还有一个原因 在经济方面 挣钱太少 假定可以痛快淋漓地做学问 再挣很多的钱 那就什么危机都没有了 我个人认为 获得受欢迎的信息有三种方法 其一 从真实中索取 筛选 其二 对现有的信息加以改造 其三 凭空捏造 第一种最困难 第三种最为便利 在这方面 学者有巨大的不利之处 那就是凭空捏造 不如坚定之徒 假定有君王 专心要听好消息 与其养学者 不如养一帮无耻小人 在中国历史上 如是的死敌就是宦官 假如学者下海去改造 捏造信息 对于学术来说 是一种自杀之道 因此 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 苦苦求索一条两拳之路 文史学者尤其如此 我上大学时 老师教会我们说 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 一是治史的原则 二是党性的原则 这就是说 让历史事实按党性的原则来发生 平良心说 这节课我没听懂 在文史方面 我搞不清的东西还很多 不过我也能体会到学者的苦心 在中国历史上 每一位学者都力求证明自己的学说 有巨大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孟子当年鼓吹自己的学说 提出了忍者无敌之说 有了军事效益 和林彪的精神原子弹之说 有一曲同工之妙 学术必须有效益 这就构成了另一种花拉子墨 学术可以有实在的效益 不过来得极慢 起码没有嘴头上边出来的效益快 何况对于君主来说 效益就是一些消息而已 最好的效益就是马上能听见的好消息 因为这个原因 学者们承受着一种压力 要和骗子竞赛语金四座 看着别人的脸色做学问 你要什么我做什么 必须说明的是 学者并没有完全变狡猾 这一点我还有把握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学者 对本学科用途的说明做一比较 就可发现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说科学可以解决问题 但就如中药铺里的药材 可以给人治病一样 首先要知识完备 然后才能按方抓药 治人的病 照这种观点 我们现在所治之学 只是完备药店的药材 对它能治什么并不做保证 另一种说道 本人所治之学 对于现在人类所遇到的问题 马上就有答案 这就如卖大力丸的 这种丸要百病通治 吃下去有病治病 无病强身 中国的学者素来有卖大力丸的传统 喜欢做庙鱼以动天厅 这就造成了一种气氛 除了大力丸式的学问 旁的都不是学问 在这种压力之下 我们有时也想做几句惊人之语 但又痛感缺少想象力 我记得冯友兰先生 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 中国哲学史 以便迎合时尚和领袖 这是变狡猾的例子 罗素先生曾写了一本西方哲学史 从未提出为别人做修改 所以冯先生比罗素狡猾 但是在华也划不过宁人 从学问的角度来看 冯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牺牲 但上面也没看在眼里 宁人不做学问 你要什么我编什么 比之学人利索了很多 不说是天壤之别 起码也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分 二三十年前 一场红海洋 把文史折经统统淹没 要和林彪比划头 大伙都比不过 人文学科的危机 实质上在那时就已发生了 罗素先生修西方哲学史 指出很多伟大的学者 都有狡猾的一面 比如说 莱布尼兹 我仔细回味了一下 也发现了一些事例 比如牛顿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后 为什么要说 上帝是万物运动的第一推动力 显然也是朝上帝买个好 万一他真的存在 此后见了面也好说话 按这种标准 我国的圣贤滑头的势力更多 处处在拍君王的马屁 仔细搜集可写本 中国狡猾史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 都带点花拉子魔君王气质 我国的文化传统里有 文死见之说 这就是说 中国常常就是花拉子魔 这种传统就是 号召大家做敬业的信使 拿着屁股和脑壳 往君王的刀子板子上撞 很显然 只要不是悲观厌世 谁也不喜欢牺牲自己的脑袋 和屁股 所以 这种号召也是出于滑头分子之口 便招法说 君王有理 这样号召只会其反作用 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 现代文化 只从城市的一面理解是不够的 还要从狡猾的一面来理解 扯到这里 就该得出第二个结论 花拉子魔的信使 早晚要变得滑头起来 这是因为 人对自己的处境有适应能力 以我和理应和为例 现在就再不研究同性恋问题了 实际上 不但是学者 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 因为他们产出信息 而且都不承认 这些信息是自己随口编造的 以此和宁人有所区别 大家都说 这些信息另有所本 有人说是学术 有人说是艺术 还有人说 自己传播的是新闻 总之 面对公众和领导时 大家都是信使 而且都要耍点滑头 减好听的说 或许不至于 起码都在提防着自己 不要讲出难听的来 假如混得不好 就该检讨一下 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够甜 有关信使 我们就讲这么多 至于君主 我以为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粗暴型的君主 听到不顺耳的消息 就拿信使喂老虎 另一种是温柔型 到处做信使们的思想工作 使之自觉自愿的 之暴来受欢迎的消息 这样 他所管理的文化原地里 就全是 使人喜闻乐见的东西了 这后一种君主 至今是我们怀念的对象 凭良心说 我觉得这种怀念 有点肉麻 不过我也承认 忍受思想工作 即便是耐心细致的 思想工作 也比喂老虎好过得多 在得出第三个结论之前 还有一点要补充的 有句老话叫做 九句鲍鱼之四不闻其臭 这就是说 人不知自己 是不是身在花蜡子磨 因此搞不清 自己是不是有点滑头 更搞不清 自己以为是学术 艺术的那些东西 到底是真是假 不过 我知道 假如一个人 发现自己进了老虎笼子 那么就可以断言 他是个真正的心事 这就是第三个结论 余生也晚 赶不上用这句话 去安慰马英初先生 也赶不上去 安慰火星架上的布鲁诺 不过这话留着 总有他的用处 现在 我要得出最后一个结论 那就是说 假设有真的学术 和艺术存在的话 在人变得滑头时 他会离人世远去 等到过了那一阵子 人们又可以 把他召唤回来 此种事件叫做文艺复兴 我们现在就有召唤的冲动 但我很想打听一下 召唤什么 如果是召唤古希腊 我就赞成 如果是召唤花蜡子魔 我就反对 我相信 马英初这样的人 喜欢古希腊 假如他是个希腊公民 就会在城邦里走动 到处告诉大家 现在人口太多 希望朋友们节制一下 要是滑头分子 就喜欢花蜡子魔 在那里 他营造出了好消息 更容易找到买主 恕我说的难听 现在的人文知识分子 在诚恳方面 没几个能和马老相比 所以他们召唤的东西是什么 我连打听都不敢打听 在于1995年第三期 读书杂志 论战与道德 知识分子搞学问 除了闭门造车之外 与人讨论问题 也常常是免不了的 在讨论时应该取何种态度 是个蛮有意义的问题 在这方面 我有些见闻 虽然还不够广播 但已足够有趣 先父是位逻辑学家 在50年代 曾参加过逻辑问题大讨论 所以我虽然对逻辑所知不多 也把当年的论文集 找出来细读了一番 对于当年的论争 各方谁对谁错 我没有什么意见 但是对论战的态度 却很有看法 众所周知 逻辑是一门严谨的科学 只要能争出各对错即可 可实际情况却不是那样 论战的双方都在努力证明 对方是资产阶级 持有唯心主义 或行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相信之下 自己是无产阶级 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在我看来 逻辑问题是对错真伪的问题 扯上这么多 实属冗余 而且在50年代 被判定为一名资产阶级分子之后 一个人的生活 肯定不是很愉快的 此种论战的方式有恫吓 威胁之意 一般认为 50年代的逻辑大讨论 还算是一次比较平和的讨论 论战各方都没有因为论点前往北大荒 这是必须肯定的 但要说 大家表现了多少君子风度 恐怕就说不上了 我们这个社会里的论战 大多要从平等的讨论 转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批判 这是因讨论的方式决定的 根据我的观察 这些讨论里 不是争谁对谁错 而是争谁好谁坏 一旦争出了结果 一方的好人身份既定 另一方是坏蛋就招然若揭 好人方对坏蛋方 当然还有些话要说 不但要批判 还要揭发 根据文献 反右斗争后期 主要是研究右派分子 在旧社会的作为 女右派结交男朋友的方式 男右派偷窥女御师的问题 当然 这个阶段发生的是 已经不属讨论的范畴 但还属论战的延续 再以后就是组织处理等等 更不属讨论的范围 但是 它和讨论有一场显著的因果关系 文化革命里 我是个小孩子 我住的地方有两派 他们中间的争论 不管有没有意义 毕竟是一种论争 我记得有一阵子 两派的广播 都在朗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 将革命进行到底 倘若你以为 双方都在表示自己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那就错了 大家感兴趣的 只是该文中毛主席 痛斥反动派 是毒蛇的一段 化成美女的蛇 和露出毒牙的蛇 他们虽然已经感到冬天的威胁 但还没有冻僵呢 朗诵这篇文章 当然是希望对方 领会到自己是条毒蛇 这一事实 并且感到不含而立 据我所见 这个希望落空了 后来 双方都朗诵另一天光辉著作 敦促杜玉明等投降书 这显然 是把对方看成了反动派 准备接受他们的投降 但是对方又没有这种自觉性 最后的结果 当然是刀兵相剑 打了起来 这以后的事虽然有趣 但已出了本文的范围 文化革命里的两派之争 有一个阶段 虽不属论战 但也非常有趣 那就是两派都想证明 对方成分不纯 或者道德败坏 要么发现对方 庇护了大叛徒 走自派 要么逮住他们 干了有亏得行的事 在后一个方面 只要有某派的一对青年男女 待在一个屋子里 对立面壁 派出一支金汉队伍埋伏在外面 觉得里面火候差不多了 就踹门进去 我住的地方知识分子成堆 而这些事又都是知识分子所为 从表面上看 双方都是斯文人 其实凶满得很 这使我感到 仅用言辞来证明 自己比对方道德优越 实在是见不容易的事 因此有时候 人们的确很难抑制自己的行动欲望 现在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 讨论问题的正当方式 是把对方说成反动派 毒蛇 并且设法去捉他们的奸 然而 假如是有关谁好谁坏的争论 假如不是因外力而终止 就会得到这种结果 因为你觉得自己是好的 对方是坏的 而对方持有相反的看法 每一句辩驳都会加深恶意 恶意到了一定程度 就会诉诸行动 假设你有权力 就给对方组织处理 有武力 就让对方头破血流 什么都没有的 也会恫吓检举 一般来说 真理是越变越明 但以这种方式争论 总是越变越不明 你在哪个领域争论 哪个领域就遭到损害 争论的结果 既然是有人好 有人坏 那么好人该有好报 坏人该有坏下场 当然是不言自明 苏联曾在遗传学方面展开了这种争论 给生物学和生物学家带来了很大的损害 我国在文化领域里有过好多次这种论争 得到了什么结果 也很容易看出来 现在我已是个中年人 我们社会里新的轰轰烈烈的文化事件也很少发生了 但我发现人们的论战方式并没有大的改变 还是要争谁好谁坏 很难听的话是不说了 但是骂人也可以不带脏子 现在最大规模的文化事件 就是上演了一部新的电视剧或是电影 到底该为此表示悲哀 还是为之庆幸 我还拿不准 但是围绕着这种文化事件发生的争论之中 还有让人大吃一惊的言论 举例来说 前不久上演了一部电视剧 唐明皇 有一部分人说不好看 剧组的成员和一部分记者就开了个研讨会 会议纪要登在中国电视报上 我记得制片人的发言 探讨了反对唐剧者的民族精神 国学修为 道德水准诸方面 甚至认为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 唯一令人庆幸的是 还没有探讨那些朋友的先人祖宗 从此之后 我再不敢去看任何一部国产电视剧 我怕我白发苍苍的老母亲 忽然知道自己生了个傻儿子 而伤心 因为学习成绩好 我妈一直以为我很聪明 去看电影 尤其是国产电影 也有类似的危险 这种危险表现在两个方面 看了好电影不觉得好 你就不够好 看了坏电影不觉得坏 你就成了坏蛋 有一些电影在国际上的了讲 我看了以后也觉得不坏 但有些评论者说 这些电影简直是在卖国 如此说来 我也有背叛祖国的情绪了 谁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这种风险 我现在既不看国产电影 也不看国产电视剧 而且不看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 比方说 贾平蛙先生的废都 我就坚决不肯看 生怕看了以后会喜欢 虽然我在性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 但我深知 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老婆那样了解我 事实上 你只要关心文化领域的事 就可能介入了论战的某一方 自身也不得清白 这种事最好还是避免 假如人人都像我这样 我国的文化事业前景堪余 不过我也管不了这么多 不管影视也好 文学也罢 倘若属于艺术的范畴 人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欣赏 置不计落个欣赏水平低的评价 一扯到道德问题 就让人果足不前了 这种怯懦 并不是因为我们不重视道德问题 而恰恰是因为我们很重视道德问题 假如我干了不道德的事 我乐于受到指责 并且负起责任 但这种不道德绝不能是喜欢或不喜欢某个电影 假如我不看电影 不看小说 还可以关心一下正经学问 读点理论文章 学术论文 文科的文章往往要说 作者以马列主义为指南 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 为了什么什么 等等 一篇文章 我往往只敢看到这里 因为我害怕看完后不能同意作者的观点 就要冒犯对马列主义的危险 诚然 我可以努力证明作者口称赞同马列主义 实质上在反对马列 但我又于心不忍 我和任何人都没有这么大的仇恨 其实 不光是理论文章 就是电视剧 小说作者也会把自己的动机神圣化 然后把自己的作品神圣化 最后把自己也神圣化 这样一来 他就像天兄下凡时的杨秀卿 我对这些人原本有一些敬意 直到去年秋天在北方一小城市里遇到了一批耍猴子的人 他们也用杨秀卿的口吻说 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 等等 现在给大家耍场猴戏 我听了以后几乎要气死 猴戏我当然没看 我怕看到猴子翻蹬脱不喜欢 就背上了反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罪名 而且我也希望有人把这些顺嘴 就圣化自己的人管一管 电影 电视 小说 理论文章都可以抢我喜欢 只要你不抢我去看 我可以喜欢 连猴戏也要抢我喜欢 实在太过分了 我最讨厌的动物就是猴子 尤其是见不得它做鬼脸 现在有很多文人下了海 不再从事文化事业 不管在商界 产业界还是科技界 人们以聪明才智 辛勤劳动来进行竞争 唯独在文化界 赌的是人品 爱国心 羞耻心 照我看来 这有点像赌命 甚至比赌命还严重 这种危险的游戏有何奖品 只是一点小小的文明 所以 你不要怪文人下海 假设文化领域里的一切论争 都是道德之争 神圣之争 那么争论的结果就该是出人命 重大的论争 就该有重大的结果 但这实在令人伤心 假如重大的论争 没有重大的结果 那就更让人伤心 一些人不道德 没廉耻 还那么正常地活着 正如孟子所说 无耻之耻 无耻矣 我实在不敢相信 文化界还有这么多二皮脸之人 除了这两种结果 还有第三种结果 那就是大家 急事白脸地争论道德 廉耻 争完了就忘了 这就是说 从起头上 就没把廉耻当廉耻 道德当道德 像这样的道德标准 绝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能接受的 我认为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我们热爱艺术 热爱科学 认为他们是崇高的事业 但是不希望这些领域里的 适同我为人处事的态度 我对别人的责任 我的爱憎感情发生关系 更不愿因此触犯社会的禁忌 这是因为 这两个方面不在一个论域里 而且后一个论域比前者要严重 打个比方 我像本世纪初年的一个爪哇土著人 此种人生来勇敢 不畏惧战争 但是更重视清洁 换言之 生死和清洁两个领域里 他们更看重后者 因为这个缘故 他们敢于面对枪林弹雨猛冲 却不敢朝着会晤冲杀 荷兰殖民军和他们作战时 就把使爵子披面之取 使他们望风而逃 当我和别人讨论文化问题时 我以为自己的审美情趣 文化修养在经受挑战 这方面的反对意见 就如飞来的子弹 不能使我惧怕 而道德方面的 非难就如飞来的分辨那样 使我胆寒 我的意思 当然不是说 现在文化的领域 是个始觉纷飞的场所 臭气熏天 绝不是的 我只是说 它还有让我胆寒的气味 所以 假如有人 以这种态度论争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逃到安全距离之外 然后再好言相劝 算了吧 何必呢 在于1994年第四期 东方杂志 罗素先生评价柏拉图的 《理想国》时说 这篇作品有一个蓝本 是斯巴达和他的立法者 莱库格斯 我以为 对于柏拉图来说 这是一道绝命杀手 假如 《理想国》 没有蓝本 起码柏拉图的想象力 值得佩服 现在我们只好去佩服 莱库格斯 但他是个传说人物 真有假有尚存疑问 由此所得的结论是 《理想国》 和他的作者都不值得佩服 当然 到底罗素先生 有没有这样阴读 还可以存疑 罗素又说 无数青年读了这类著作 燃烧起雄心 要做一个莱库格斯 或者哲人王 只可惜 对权势的爱好 使人一再误入歧途 顺便说一句 在《理想国》里 是由哲学家来治国的 倘若是巫师来治国 那些青年就要想做巫师王了 我很喜欢这个论点 我哥哥有一位同学 他在《文化革命》里 读了几本哲学书 就穿上了一件蓝布大褂 手里颠着红蓝铅笔 在屋里夺来夺去 看着墙上一幅世界地图 考虑起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了 这位兄长 大概是想要做世界的哲人王 很显然 他是误入歧途了 因为没听说 有哪个中国人 做了全世界的哲人王 自伯拉图已详 即便不提哲人王 起码也有不少西方知识分子 想当来库格斯 这就是说 想要设计一整套制度 价值观 生活方式 让大家在其中幸福的生活 其中最有名的设计 大概要算摩尔爵士的乌托邦 罗素先生对乌托邦的评价也很低 主要是讨厌那些繁琐的规定 罗素以为 参赐多态是幸福的本源 把什么都规定了 就无幸福可言 作为经历了某种乌托邦的人 我认为这个罪状太过轻微 因为在乌托邦内 对什么是幸福都有规定 比如 以苦为乐 以苦为荣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 在乌托邦里 很难找到感觉自己不幸福的人 大活只是傻愣愣的 感觉不大自在 以我个人为例 假如在七十年代 我能说出罗素先生那样 充满了智慧的话语 那我对自己的智力状况就很满意 不再抱怨什么 实际上 我除了活着怪没劲之外 什么都说不出来 本文的主旨 不是劝人不要坐来库格斯或折人王 照我看 这是个兴趣问题 劝也是没有用的 有些人喜欢这种角色 比如说 我哥哥的那位同学 有人不喜欢这种角色 比如说 这是两种不同的人 这两类人凑在一起时 就会起一种很特别的分歧 据说 人脖子上有一道纹路 就是刽子手砍人 就从这里下刀 可以干净利索地切下脑袋 出于职业习惯 刽子手遇到不认识的人 就要打量他脖子上的纹 想象这个活怎么来做 而被打量的人总是觉得不舒服 我认为 对于敬业的刽子手 提倡出门时戴个墨镜是恰当的 但这已是题外之语 想象几个刽子手在一起互相打量 虽然是很有趣的图景 但不大可能发生 因为谢天谢地 干这行的人绝不会有这么多 我想用刽子手比喻喜欢 并且想当折人王的人 用被打量的人比喻不喜欢 而且反对折人王的人 这个例子虽然有点不合适 但我也想不到更好的例子 另外 我是写小说的 我的风格是黑色幽默 所以我不觉得举这个例子很不恰当 举这个例子不是想表示 我对折人王深恶痛绝 而是想说明一下被打量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众所周知 折人王降临人士 是要带来一套新的价值观 伦理准则和生活方式 假如他来了的话 我就没有理由想象自己可以置身于世外 这就意味着 我要发生一种脱胎换骨的变化 而要变成个什么 自己却一无所知 如果说 还有比死更可怕的事 恐怕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缘故 知道有人想当折人王 我就觉得自己被打量着 我知道 这折人王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 他必须是品格高洁之士 而且才高八斗 学富五车 在此我举中国古代的折人王为例 这只是为了举例方便 毫无影射之意 孔子是圣人 也很有学问 夏礼 周厉他老人家都能言之 但假如他来打量我 我就要抱怨说 甭管您会什么礼 千万别来打量我 再举孟子为例 他老人家赡养浩然之气 显然是品行高洁 但我也要抱怨道 您养正气是您的事 打量我干什么 这两位老人家的学养再好 总不能构成侵犯我的理由 特别是 假如学养的目的是要打量人的话 我对这种学养的性质 是很有看法的 比方说 朱熹老夫子格物 智之 最后是为了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因为本人不姓朱 还可以免于被齐 被治和被平 总是免不了的 假如这个逻辑可以成立 生活就是很不安全的 很可能在我不知道的地方 有一位我全然不认识的先生 在努力递格 治 只要他功夫到家 不管我乐意不乐意 也不管他打算怎样下手 我都要卑制和平 而且根本不知自己会被修理成什么模样 就我所知 哲人王对人类的打算 都在伦理道德方面 倘若他能在物质生活方面 替我们打算周到 我倒会更喜欢他 假如能做到 他也不会被称为哲人王 而会被称为科学狂人 实际上 自从有了真正的科学 科学家表现得非常本分 这主要是因为 科学就是教人本分的学问 所以根本就没出过这种狂人 至于中国的传统学术 我就不敢这么说 起码我听到过一种说法 叫做学而优则是 当然 若说学了 他就会打烂人 可能有点过分 但一听说 他又出现了新的变种 我就有点紧张 国学主张学以致用 用在谁身上 可以不问字明 当然 这又是题外之语 至于题内之语 还是我们 为什么要怕哲人王的打呀 照我看来 此君的可怕之处 首先在于他的宏伟志向 人家考虑的问题 是人类的未来 而我们只是 人类的几十一分之一 几乎可以说是不存在 水浒传的牢头 静子长对管下人犯说 你这丝 只是俺手上的一个行货 一想到哲人王 我心中难免有种行货感 顺便说一句 有些话只有哲人才能说得出来 比如你才说 到女人那里去 不要忘了戴上鞭子 我要替女人说上一句 我们招谁惹谁了 至于这类风话 气派很大 我倒是承认的 总的来说 哲人王藐视人类 比牢头静子有过之无不及 主张信任哲人王的人会说 只有藐视人类的人 才能给人类带来更大利益 我又要说 只有这种人才能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祸害 从常理来说 倘若有人把你当做了nothing 你又怎能信任他们 哲人王的又一可怕之处 在于他的学问 在现代社会里 人人都有不懂的学问 科学上的结论不足以使人恐惧 因为这种结论是有证据和推导过程的 对于有理性的人 这些说法是你迟早会同意的那一种 而哲学上的结论就大不相同 有的结论你敌死也不会同意 因为既没有证据也没有推导 哲人王本人就是证明 而结论本身又往往非常的严重 举例来说 尼采先生的结论 对一切非受虐狂的女性就很严重 就这句话而论 我倒希望他能活过来 说一句我是开个玩笑 然后再死掉 当然 我也盼着中国古代的圣人活过来 把存天里灭人欲 饿死是小世界是大之类的话 收回一些 我说哲人王的学问可怕 丝毫也不意味着对哲学的不敬 哲学不独有趣 还足以启迪智慧 文化革命理工农兵学哲学时说 哲学就是聪明学 我以为并不过分 若以为哲学里种种结论 可以搬到生活里使用 恐怕就不尽然 下乡时常听老乡抱怨说 学了聪明学反而更笨 连地都不会中了 至于可以使人成王的哲学 我认为它可以使王者更聪明 老百姓更笨 罗素是个哲学家 他说 真正的伦理准则 把人人同等看待 很显然 他的哲学不能使人成王 孔子说 您可使由之 不可使之之 像这样的哲学就能使人 首先是自己 成王 孔秋先生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 子子孙孙都是衍圣公 他老人家 果然成了个哲人王 时至今日 还有人盼着出个哲人王 给他设计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 好到其中去生活 因此 就有人乐于做哲人王 只可惜 这些现代的哲人王多半不是什么好东西 人民圣殿教的故事就是一例 不但对权势的爱好 可以使人误入歧途 服从权势的欲望 也可以使人误入歧途 至于我自己 总觉得生活的准则 伦理的基础 都该是些可以自明的东西 假如有未明之处 我也盼望学者贤明的意见 只是这些学者 应该像科学上的前辈那样 以礼服人 或者像苏格拉底那样 和我们进行平等的对话 假如像某些哲人那样 讲出些晦涩 偏执的怪理 或者指天化地 口莫非见地 做出若干武断的规定 那还不如让我自己 多想想得好 不管怎么说 我不想把自己的未来 交给任何人 尤其是哲人王 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 东西方精神的最大区别在于 西方人沉迷于物欲 而东方人精于人与人的关系 前者从征服中得到满足 后者从人与人的 相亲相爱中汲取幸福 一战刚结束时 梁任公吕欧归来 就看到前一种精神的不足 那个时候 列强竞相掠夺世界 以致打了起来 生灵涂炭 任公觉得 东方人有资格给他们上一课 而当时 罗素先生接触了东方文明以后 也觉得颇有教义 现在时间到了世纪末 不少东方人还觉得 有资格给西方人上一课 这倒不是因为又打了大仗 而是西方人的物欲毫无止境 搞得能源 生态一起闹了危机 而人际关系 又是那么冷酷无情 但是这一刻没有听众 急得咱们自己都抓耳挠塞 这种物欲横流的西方病 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诊断过 当年孟子见梁慧王 梁慧王问利 孟子就说 上下交争利而国为以 所谓利 就是能满足物质欲望的东西 在古代 生产利有限 想要利 就得从别人那里夺 争得凶了 就要打破头 现代科技发达 可以从开发自然里得到利益 搞得过了头 又要造成生态危机 孟子提出一种东西 作为利的替代物 这个暂且不提 我们来讨论一下 西方病的根源 笔者既学过文 又学过理 两边都是糊里糊涂 且有好做不伦不类的 类比之恶习 不管怎样 大家可以听听 这种类比可有道理 人可以从环境中得到满足 这种满足又成为 他行动的动力 比方说 冷天烧了暖气觉得舒服 热天放了冷气又觉得舒服 结果 他就要把房间 恒温到化石70度 购买空调机 耗费无数电力 骑车比走路舒服 坐车又比骑车舒服 结果是人人买汽车 消耗无数汽油 由此看来 舒服了还要更舒服 正是西方人掠夺自然的动力 这在控制论上叫做正反馈 社会就相当于一个放大器 人首先有某种带满足的物欲 在欲望推动下采取的行动 使欲望满足 得到了乐趣 这都是正常的 乐趣又产生欲望 又反馈回去成了 再做这行动的动力 于是越来越凶 成了一种毛病 玩过无线电的人都知道 有时候正反馈讨厌得很 壮似抽风 假如话筒和喇叭串了 就会闹出这种毛病 喇叭里的声音又进了话筒 放大数百倍出来再串回去 结果就是要吵死人 行话叫做自机 在我们这里看来 西方社会正在自机 舒服了还要更舒服 小到最后 连什么是舒服都不清不楚 早晚把自己烧掉了完事 这种弊病的根源在于 它是个欲望的放大器 它在满足物欲方面 能做得很成功 当然也有现代技术 在做它的后盾 孟老夫子当年就提出 要制止这种自机 提出个好东西 叫做仁义 仁者 轻轻也 义者 进长也 轻轻进长很快乐 又不毁坏什么 这不是挺好的吗 见孟子 离楼上 有关自机向抽风 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 凡高级动物脑子里 都有快乐中枢 对那地方是以刺激 你就乐不可知 据说吸毒会成瘾 就是因为毒品直接往那里作用 有段科普文章里说到 有几个缺德科学家 在海豚脑子里装了 刺激快乐中枢的电极 又给海豚一个电剑 让它可以自己刺激自己 结果它就抽了风 废寝旺时的狂敲不止 我当然不希望它们是在寻海豚的开心 而希望它们是在做重要的实验 不管怎么说吧 上下交真理 是抽这种风 无止境地开发自然 也是抽这种风 我们可以交给西方人的就是 咱们可以从人与人的关系里得到乐趣 当然 这种乐趣里 最直接的就是性爱 但是孟子毫不犹豫地把它挖了出去 虽然讲出的道理 很是牵强 说慕少爱不是先天的良知良能 是后天学坏了 现代人当然要得出相反的结论 实际原因也很简单 它可能导致自己 孟子说 乐之时 乃是父子之情 手足之情 顺便说说 有助者说 这个乐是音乐之乐 我不大幸 再辅制一礼 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这是孟子的说法 但我不大幸福 他所说的那种快乐 也可以自激 就如孟子自己说的 乐则生矣 生则恶可以也 恶可以 则不知足之 导知手之 伍之 谁要说这不叫抽风 那我倒想知道一下 什么是抽风 而且我认为 假如没有一大帮人 站在一边拍巴掌 谁也抽不到这种程度 孟夫子本人当然例外 中国人在人际关系里 找到了乐趣 我们认为 这是自己的一大优点 因为有此优点 我们既不冷漠 又不自私 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 中国社会四平八稳 不容易出毛病 这些都是我们的优点 我也不敢妄自菲薄 但是基督曾说 不要只看到别人眼里有目次 没准自己眼里 还有大梁吗 中国的传统道德 讲究的过了头 一样会导致抽风式的举动 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 在这方面也是个放大器 人行忠孝结义 就能得忠臣孝子 劫富意识的美名 这种美名 刺激你 更去行忠孝结义 循环往复 最后 你连自己 再干什么都搞不清 举例言之 我们讲究孝道 人人都说孝子好 孝子一吃香 然后也能导致正反馈 从而走火入魔 什么锅姐妈儿啊 卧兵求鱼啦 谁能说这不是自己现象 再举一例 中国传统道德里 要求妇女守身如玉 从一而终 这可是个好道德吧 于是人人盛赞 劫烈妇女 翻开历史一看 女人为了劫烈 割鼻子拉耳朵的都有 鼻子耳朵不比头发指甲 割了长不出来 而且人身上有此零件 必有用处 拿掉了肯定有不变处 若是为劫烈之名而自杀 肯定是更加不妥的了 此类行为 就像那条抽风的海豚 文化革命中大跳中字舞时 也是抽的这种风 你越是五迷三道 晕头胀脑 大家就越说你好 所以当时九亿人民 都像发了四十度的高烧 不用我说 你就能发现 这正是孟子说的那种 手舞足蹈的现象 经历了文化革命的中国人 用不着我来提醒 就知道 他是有很大害处的 中可算是有东方特色的 而且可以说 他是笑的一种变体 所以东方精神发扬到了极致 和西方精神一样的不合理 没准还会更坏 我们这里不追求物欲的极大满足 物质照样不够用 正如新儒家学者所说 我们的文化众人 所以人多了一定好 假如是自己的种 那就更好 做父母的断断 不肯因为穷 养不起就不生 生得多了 人际关系才能极大丰富 对不对 于是你有一大帮儿子 就有人羡慕 结果中国有十二亿人 虽然都没有要求开私家车 用空调机 能源也是不够用 只要一日三餐的柴火 就能把山林砍光 只要有口饭吃 地就不够肿 偶尔出门一看 到处是人山人海 我就觉得 咱们这里自积得很厉害 虽然就个体而言 没有什么过分的物欲 就总体来看 还是很过分 中国人一年烧掉十一吨煤 造出无数垃圾 同样也超过地球的承受力 现在社会虽然平稳 拿着这么多的人口也是头疼 故而要计划生育 这就使人伦的基础大受损害 倘若这种东方特色不能改变 那就只能把大家变到身高三寸 那么所有的中国人 又可以快乐地生活 并且享受优越的人际关系 可以预言 过个三五百年 三寸又嫌太高 就这么缩下去 一直缩到风能吹走 看来也不是好办法 本文的主旨 在于比较东西方不同的快乐观 罗素在讨论伦理问题时 曾经指出 人人都希求幸福 假如说 人得到自己希求的东西 就是幸福 那就言之成理 倘若说 因为某件事是幸福的 所以我们就希求它 那就是错误的 谁也不是因为吃是幸福的 才饿的呀 幸福的来源 就是不计苦乐 不计利弊 自然存在的需要 这种需要的种类 分量 都不是可以任意指定的 当然 这是人在正常时的情形 被人哄到五迷三道 晕头转向的人 不在此恋 马尔库塞说 西方社会有病 是说 他把物质消费本身 当成了需要 消费不是满足需求 而是满足起货 我能够理解 这种毛病是什么 但是缺少亲身体验 假如把人际关系 和谐本身也当成需要 像孟子说的那样 行效本身是快乐的 所以去行效 当然就更是有病 而且这种毛病 我亲身体验过了 在文化革命里 人人表忠心的时候 人满足物质欲望的 结果是消费 人际关系的和谐 也是人避免孤独 这一需要的结果 一种需要本身 是不会过分的 只有人硬要去夸大它 导致了自己时 才会过分 饿了 找个干净饭馆吃个饭 有什么过分 想要在吃饭时 显示你有钱才过分 你有个爸爸 你很爱他 要对他好 有什么过分 非要在这件事上 显示你是个大孝子 让别人来称赞才过分 需要本身只有一分 你非把它弄到十分 这原因 大家心里明白 社会对个人 不是直起好作用 它还是个起哄的场所 干什么事 都要别人说好 赢得一些喝彩声 正是这件事 在导致自己 东方社会有东方的起哄法 西方有西方的起哄法 而且两边比较起来 还是东方社会里的人 更爱起哄 假如此说是正确的 那么真正的幸福 就是让人在社会的法里 功德约束下 自觉自愿地去生活 需要什么 就去争取什么 需要满足之后 就让大家都得会消停 这当然需要所有的人 都有点文化修养 有点独立思考的能力 并且对自己的生活 负起责任来 同时对别人的事 少起点红 这当然不容易 但这是唯一的希望 看到人们在为物质自积 就放出人际关系的 自积去干扰 看到人在人际关系里自积 就放出物质方面的 自积去干扰 这样积来扰去 听上去就不是个道理 搞得不好 还能把两种毛病 一起染上 出了门 穷奢极欲 非奔驰车不坐 非毒蛇王八不吃 甚至还要吃金箔 俄金史 回了家 又满嘴人意道德 整个一个封建家长 只会上演种种草菅人命的丑剧 就像大秋庄发生过的那样 要不就走向另一极端 对物质和人际关系都没了兴趣 有无生趣 假如我还不算太孤陋寡闻 这两样人物 我们在当代中国都已经看到了 在于1995年第二期 《东方》杂志 我看国学 我现在四十多岁了 师长还健在 所以依然是晚生 当年读研究生时 老师对我说 你国学底子不行 我就发了一回份 从四书到二成 诸子乱看了一头 我读书是从小说读起 然后读四书 做人是从知青做起 然后做学生 这样的次序想来是有问题 虽然如此 看古书时 还是有一些古怪的感慨 值得避肘自贞 读完了 论语 闭目细思 觉得孔子经常一本正经的说些大实话 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 自己那几个学生老挂在嘴上 说这个能干啥 那个能干啥 像老太太数落孙子一样 很亲切 老先生有时候也鬼头鬼脑 那就是子见男子那一回 出来以后就大呼小叫 一口咬定自己没犯色 总的来说 我喜欢他 要是生在春秋 一定上他那里念书 因为那有一种 匹克威克俱乐部的气氛 至于他的见解 也就一般 没有什么特别让人佩服的地方 至于他特别强调的理 我以为和文化革命里 搞的那些仪式差不多 什么早请示网汇报 我都经历过 没什么大意思 对于幼稚的人 也许必不可少 但对有文化的成年人 就是一种负担 不过 我上孔老夫子的学 就是奔那种气氛而去 不想在那里长什么学问 孟子 我也看过了 觉得孟子甚偏执 表面上体面 其实心底有股邪火 比方说 他提到莫子 杨朱 无君无负 是禽兽也 如此利论 已然不是一个绅士的作为 至于他的思想 我一点都不赞成 有论家说他思维缜密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 他基本的方法是推击击人 有时候击不了人 就说人家是禽兽 小人 这股凶巴巴恶狠狠的镜头 实在不讨人喜欢 至于说到修辞 我承认他是一把好手 别的方面就没什么 我一点都不喜欢他 如果生在春秋 见了面也不和他握手 我就这么读过了孔 梦 用我老师的话来说 就如春风过驴儿 我的这些感慨 也只是招得老师生气 所以我是晚生 假如有人说 我如此利论 是重阳媚外 缺少民族感情 这是我不能承认的 但我承认自己 很佩服法拉第 因为给我两个线圈 一根铁棍子 让我去发现电磁感应 我是发现不出来的 牛顿 莱布尼兹 特别是爱因斯坦 你都不能不佩服 因为人家想出的东西 完全在你的能力之外 这些人有一种 惊世骇俗的思索能力 为孔梦所无 按照现代的标准 孔梦所言的人意了 中庸了 虽然是些好话 但似乎都用不着 特殊的思维能力 就能想出来 琢磨地过了分 还有点肉麻 这方面有一个例子 记不清二城里哪一城 有一次盯着 刚出壳的鸭厨使劲看 别人问他看什么 他说 看到毛茸茸的鸭厨 才体会到圣人所说 人的真意 这个想法里有 让人感动的地方 不过仔细一体会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在内 毛茸茸的鸭子 虽然好看 但再怎么看 也是只鸭子 再说 圣人提出了人 还得让后人 看鸭子才能明白 起码是词不达意 我虽然这样想 但不缺少民族感情 因为我虽然不佩服孔梦 但佩服古代中国的劳动人民 劳动人民发明了做豆腐 这是我想象不出来的 我还看过朱熙的书 因为本科是学理工的 对他格物的论述 看得特别的仔细 猪子用阴阳五行 就可以隔进天下万物 虽然阴阳五行包罗万象 是民族的宝贵遗产 我还是以为 多少有点失之于简单 举例来说 猪子说 往井底下一看 就能看到 一团森森的白气 他老人家解释道 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此乃太极图之象 井底至阴之地 有一团阳气 也属正常 我相信 你往井里一看 不光能看到一团白气 还能看到一个人头 那就是你本人 我对这一点很有把握 认为不必做实验了 不知为什么 这一点他没有提到 可能观察得不仔细 也可能是视而不见 对学者来说 这是不可原谅的 还有可能是井太深 但我不相信 宋朝就没有浅一点的井 用阴阳学说 来解释这个现象不大可能 也许一定要用到几何光学 虽然要求猪子一下 推出整个光学体系 是不应该的 那东西太过复杂 往那个方向跨一步也好 但他根本就不肯跨 假如说 猪子是哲学家 伦理学家 不能用自然科学家的标准来要求 我倒是同意的 可怪的是 咱们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史 就是初步了自然科学家 现在可以说 孔孟成猪我都读过了 虽然没有很钻进去 但我也怕钻进去 就爬不出来 如果说 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 那我就要说 这点东西太少了 龙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 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 这么多读书人研究了两千年 实在太过分 我们知道 旧时的读书人 都能把四书五经背的烂书 随便点出两个字 就能知道 他在书中什么地方 这种钻研精神 虽然可配 这种做法却十足是神经病 显然 会背诵爱因斯坦原著 成不了物理学家 因为真正的学问不在字句上 而在于思想 就算文科有点特殊性 需要背诵 也到不了这个程度 因为文革里 我也背过毛主席语录 所以以为 这个调调我也懂 说是诵经念咒 并不过分 二战期间 有一位美国将军深入敌后 不幸被敌人堵在了地窖里 敌人在头上翻箱倒柜 他的一位随行人员 却咳嗽起来 将军给了随从一块口香糖 让他嚼 以此来压制咳嗽 但是 该随从嚼了一会儿 又伸手来要 理由是 这一块太没味道 将军说 没味道不奇怪 我给你之前已经嚼了两个钟头了 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 四书五经再好 也不能几千年地念 正如口香糖再好吃 也不能换着人的脚 当然 我没有这样的念过四书 不知道其中的好处 有人说 现代的科学 文化 零零总总 尽在儒家的典籍之中 只要你认真钻研 这我倒是相信的 我还相信那块口香糖 再嚼下去 还能嚼出牛肉干的味道 只要你不断地嚼 我个人认为 我们民族最重大的文化传统 不是孔孟成珠 而是这种钻研精神 过去钻研四书五经 现在钻研红楼梦 我承认 我们晚生一辈 在这方面差得很远 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四书也好 红楼梦 也罢 本来只是几本书 却硬要把整个大千世界 都塞在其中 我相信世界不会因此得意 而是因此受害 任何一门学问 即便内容有限 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 但你把它钻得极深极透 就可以挟之以自重 换言之 让大家都佩服你 此后 假如再有一人想挟 这门学问以自重 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 此种学问被无数的人 这样钻过 会成个什么样子 实在难以想象 那些钻进去的人 会成个什么样子 更是难以想象 古宅闹鬼 树老成精 闭门学问 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 就说国学吧 有人说他无所不包 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 虽然我很乐意相信 但还是将信将疑 在于1995年第二期 中国青年研究杂志 智慧与国学 我有一位朋友在内蒙古插过队 他告诉我说 草原上绝不能有驴 假如有了的话 所有的马群都要炸掉 原因是这样的 那个来自内地的 长耳朵的善良动物 来到草原上 看到了马群 以为见到了表青 快乐地奔了过去 而草原上的马 没见过这种东西 以为来了魔鬼 被吓得一哄而散 于是一方急于认表青 一方急于夺鬼 都要跑到累死了才算 近代以来 却有一头长耳朵怪物 奔过了中国的原野 搅乱了这里的马群 它就是源于西方的智慧 假如这头驴可以撵走 倒也简单 问题在于撵不走 于是就有了种种 针对驴的打算 把它杀掉 淹掉 让它和马配骡子 没有一种是成功的 现在我们希望 驴和马能和睦相处 这大概也不可能 有驴子的地方 马就养不住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 马儿的意见最为正确 对马来说 驴子的确是可怕的怪物 让我们来看看 驴子的古怪之处 当年 欧吉里德讲几何学 有学生发问道 这学问能带来什么好处 欧吉里德叫奴隶 给他一块钱 还讽刺他道 这位先生 要从学问里找好处啊 又过了很多年 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 演示给别人看 有位贵妇人说 这有什么用 法拉第反问道 刚生出来的小孩子 有什么用 按中国人的标准 这个学生和贵妇有理 欧吉里德和法拉第没有理 学以致用吗 没有用处的学问 哪能叫做学问 西方的智者 却站在老师一边 赞美欧吉里德和法拉第 比拨学生和贵妇 时至今日 我们已经看出 很直路的寻求好处 恐怕不是上策 这样既不能发现欧式几何 也不能发现电磁感应 最后还要吃很大的亏 怎样在科学面前 演示我们要好处的暧昧心情 成了一个难题 有学者指出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有重实用的倾向 他们还以为 这一点并不坏 抱着这种态度 我们很能欣赏一台电动机 这东西有器物之用 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些贡献 我们还可以像个御夫子那样 系列出 他有抽水之用 通风之用等等 如何得到之用 还是个问题 于是我们就想到了 发明电动机的那个人 他叫做西门子 或者爱迪生 他的工作对我们 可以使用电机有所贡献 换言之 他的工作对器物之用又有点用 可以叫做器物之用之用 像这样 零零总总 可以揪出一大群 法拉第 迈克思维等等 分别具有之用之用之用 或更多的之用 像我这样的驴子 只有看来 这样来想问题 岂止是有点笨 简直是脑子里 有块鱼木疙瘩 嗓子里有一口痰 我认为 在器物的背后 是人的方法与技能 在方法与技能的背后 是人对自然的了解 在人对自然了解的背后 是人类了解现在 过去与未来的万丈雄星 按老派人士的说法 他该叫做 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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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末节的末节 一个人 假如这样 看待人类最高上的品行 何止是可耻 简直是可杀 而区区的物品 却可以叫之用 和人亲近了很多 总而言之 以自己为中心 只要好处 由此产生的 狼心狗肺的说法 肯定可以把法拉第 爱迪生等 人气地在坟墓里打滚 在西方的智慧里 怎样发明电动机 是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所以才会有电动机 罗素先生就说 他赞成不计成败 力顿的追求客观真理 这话还是有点绕 我觉得西方的智者 有一股 不管三七二十一 总要把自己 往聪明里弄的尽头 为了变得聪明 就需要种种知识 不管电磁感应 有没有用 我们先知道了再说 换言之 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干 这是一种兴趣 现代文明的特快列车 竟发认于一种兴趣 说来叫人不能相信 但恐怕真是这样 中国人还认为 求学是痛苦的 学海无雅苦作舟 学童不仅要被四书五经 还要挨戒驰板子 仅仅是因为 考虑到他们的承受力 才没有动用老虎灯 学习本身很痛苦 必须以更大的痛苦为推动力 和调教牲口 没有本质的区别 当然 夫子曾说 学而实习之 不亦乐乎 但他老人家是圣人 和我们不一样 再说 也没人敢打他的板子 从书上看 孟子曾从思辨中 得到一些快乐 但春秋以后到近代 再没有中国人 敢说学习是快乐的了 一切智力的活动都是如此 谁要说动 脑子有乐趣 最轻的罪名 也是不严肃 顺便说一句 我认为 最严肃的东西是老虎灯 对坐在上面的人来说 更是如此 据我所知 有些外国人不是这样看问题 维特根斯坦在临终时 回顾自己一生的智力活动时说 告诉他们 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还有一个物理学家说 我就要死了 带上两道难题 去问上帝 在天堂里 享受永生的快乐 他还嫌不够 还要在那里讨论物理 总的来说 学习一事 在人家看来快乐无比 而在我们眼中 则毫无乐趣 如同一个太监 面对后宫加厉 如此看来 东西方两种智慧的区别 不仅是驴和马的区别 而且是叫驴和善马的区别 那东西怎么就没了 真是个大问题 作为驴子之友 我对爱马的人 也有一种敬意 通过刻苦的修炼 来完善自己 成为一个净祖宗为鬼神 抚养皆能无愧的好人 这种打算当然是好的 唯一使人不满意的是 这个好人 很可能是个笨蛋 直愣愣地想什么东西 有什么用处 这是任何猿猴都有的想法 只有一种特殊的裸原 也就是人类 才会时时想到 我可能还不够聪明 所以 我不满意爱马的人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也许在这个问题上 可以提出一个 骡子式的折中方案 你只有变得更聪明 才能看到人间的至善 但我不喜欢这样的答案 我更喜欢驴子的想法 智慧本身就是好的 有一天 我们都会死去 追求智慧的道路 还会有人在走着 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 但在我活着的时候 想到这件事 心里就很高兴 二 物理学家海森堡 给上帝带去的那两道难题 是相对论和湍流 他还以为后一道题太难 连上帝都不会 我也有一个问题 但我不想向上帝提出 那就是什么是智慧 假如这个问题有答案 也必定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外 当然 不是上帝的人 对此倒有些答案 但我总是不信 相比之下 我倒更相信苏格拉底的话 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 罗素先生说 虽然有科学上的种种成就 但我们所知甚少 尤其是面对无限广阔的未知 简直可以说是无知的 与罗素的注视相比 我更喜欢苏格拉底的那句原话 这句话说得更加彻底 他还有些妙论我更加喜欢 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智慧 一文不值的人 才是最有智慧的人 这对某种偏向是种解毒计 如果说我们都一无所知 中国的读书人 对此肯定是激烈的反对态度 恐夫子说自己知天命 而且不予局 很显然 他不再需要知道什么了 后世的人则以为 天已经生了重泥 万古不长如叶了 再后来的人则以为 精神原子弹已经炸过 世界上早没有了未解决的问题 总的来说 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 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 博学的够够的 聪明的够够的 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 直到现在 还有一些人以为 因为我们拥有 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 可以坐在世界上 一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 换言之 我们不仅足够聪明 还可以担任 联合国救济署的角色 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 我当然不会反对这样说 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 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 一种如此聪明的人 除了教育别人 简直就无事可干 马克 普温在世时 有一次遇到了一个人 自称能让每个死人的灵魂 附上自己的体 他决定通过这个人来 问候一下死了的表兄 就问道 你在哪里 死表哥通过活着的人答道 我在天堂里 当然 马克 普温很为表哥高兴 但问下去就不高兴了 你现在喝什么酒 灵魂答道 在天堂里不喝酒 又问抽什么烟 回答是不抽烟 在论干什么 答案是什么都不干 只是谈论我们在人间的朋友 希望他们到这里和我们相会 这个处境和我们有点相像 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无事可干 只能静待外国物质文明破产 来投靠我们的东方智慧 这话梁任公1920年就说过 现在还有人说 养鬼子在物质堆里受苦 我们享受天人合一的大快乐 正如在天堂里的人 闲着没事拿人间的朋友磕磕牙 我们也有了机会 表示自己的善良了 说实在的 等人来这点事 还是养鬼子给我们找的 要不是达加码找到好望角绕了过来 我们还真闲着没事干 从汉代到近代 全中国那么多聪明人 可不都在闲着 人文学科弄完了 自然科学没得弄 马克 普温的下一个问题 我国的一些人文学者 就不一定爱听了 等你在人间的朋友们都死掉 来到了你那里 再谈点什么 是啊是啊 全世界的人都背弃了物质文明 投奔了我们 此后再干点什么 难道重操旧业 去弄八股文 除此之外 再搞点考据 殉骨什么的 过去的读书人 有这些就够了 而现在的年轻人 未必受得了 把拥有这种超级智慧 比坐上天堂 马克 土温的最后一个问题 深得我心 你是知道我的生活方式的 有什么方法能使我不上天堂而下地狱 我倒很想知道 言下之意是 忍受地狱毒火的煎熬 也比闲了没事要好 是啊是啊 我宁可做个苏格拉底那样的人 自以为一无所知 体会寻求知识的快速 也不肯做个智慧满盈的如释 忍受这种无所事事的煎熬 三 我有位阿姨 生了个傻女儿 比我大几岁 不知从几岁开始学会了缝扣子 她大概还学过些别的 但没有学会 总而言之 这是她唯一的技能 我到她家去坐时 每隔三到五分钟 这傻丫头都要对我狂嚎一声 我会缝扣子 我知道她的意思 她想让我向她学缝扣子 但我就是不肯 理由有二 其一 我自己会缝扣子 其二 我怕她扎着我 她这样爱我 让人感动 但她身上的胃也很难闻 我在美国留学时 认得一位青年 叫做戴维 我看他人还不错 就给他讲解中华文化的真谛 什么忠孝 仁义之类 他听了居然不敢动 还说 我们也爱国 我们也尊敬老年人 这有什么 我们都知道 我听了不由地动了些火 真想扑上去咬她 之所以没有咬 是因为想起了傻大姐 自觉得该和她有点区别 所以兴兴然地走开 心里想到 妈的 你知道这些 还不是从我们这里知道的 离仪廉耻 洋人所知 没有我们今生 但也没有儿兼母 子师父 满地拉屎 东方文化里所有的一切 那边都有 之所以没有投入全身心来讲究 主要是因为 人家还有些别的事情 假如我那位傻大姐 学会了一点西洋学术 比方说 几何学 一定会跳起来大教导 人所以一于禽兽者 几西 这东西就是几何学 这话不是没有道理 的确没有哪种禽兽会几何学 那时 他肯定要逼我跟他学几何 如果我不肯跟他学 他定要说 我是禽兽之类 并且责之以大义 至于我是不是已经会了一些 他就不管了 我的意思 当然不是说他能学会这东西 而是说他 只要会了任何一点东西 都会当作超级智慧 相比之下那东西 是什么倒无所谓 由这件事我想到超级知识的本质 这种东西 罗素和苏格拉底都学不会 我学起来也难 任何知识本身 即便凡难 也可以学会 难就难在 让他变成超级 从中得到大欢喜 大欢乐 无限的自满 自足 手之五之足之导之的那种品行 这种品行 我的那位傻大姐身上最多 我身上较少 至于罗素 苏格拉底两位先生 他们身上一点都没有 傻大姐是个知识的放大器 学点东西疾苦 学成以后极了 某些国人对待国学的态度 与傻大姐相近 说实在的 他们把她放得够大了 拉风单预言里 有一则 大山灵盆 内容如下 大山灵盆 天为之崩 地为之烈 日月星辰 为之无光 防盗无滩 烟尘滚滚 天下生灵 死伤无数 最后生下了一只耗子 中国的人文学者弄点学问 就如大山灵盆一样壮烈 当然 我说的不止现在 而且有过去 还有未来 正如于夫子不懂西方的智慧 也能对他品头论足一样 罗素没有手舞足蹈的品行 但也能品出其中的味道 大概把对自己所知之学的狂热感情 视作学问本身 乃是一种常见的毛病 不读中国人饭 外国人也要饭 他说 人可能认为自己有无穷的裁员 而且这种想法 可以让他得到一些 何止是一些 罗素真是不懂 王柱 满足 有人确实有这种想法 但银行经理和法院 一般不会同意他们 银行里有账目 想骗也骗不成 至于在法院里 我认为最好别吹牛 搞不好要进去的 远离这两个危险的场所 躲在人文学科的领域之内 享受自满自足的大快乐 在目前还是可以的 不过要有人养 在自然科学里就不行 这世界上每年都有人发明涌动机 但谁也不能因此发财 顺便说一句 我那位傻大姐 现在已经50岁了 还靠我那位不幸的阿姨养活着 在于1995年第十一期 读书杂志 对中国文化的布罗戴尔士考证 肖伯纳是个爱尔兰人 有一次 人家约他写个剧本来 弘扬爱尔兰民族精神 他写了英国老的另一个岛 有个剧中人 对爱尔兰人的生活态度 做了如下描述 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 那只猪 结果自己也变成了一块土 一只猪 不知为什么 我看了这段话 脸上也有点热辣辣 这方面我也有些话要说 肖伯纳的态度 很能撞我的胆 1973年 我到山东老家去插队 有关这个小山村 从小我姥姥 已经给我讲过很多 她说 这是一个4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 全村有一百多条驴 我姥姥还说 驴在当地很有用 因为那里地势崎岖不平 耕地多在山上 所以假如要往地里 送点什么 或者从地里收获点什么 驴子都是最重要的帮手 但是我到村里时 发现情况有很大的变化 村里不是40户人 而是一百多户人 驴子一条都不见了 村里人告诉我说 我姥姥讲的是 20年前的老皇帝 这么多年以来 人一直在不停地生出来 至于驴子 在学大战之前 还有几条 后来就没有了 没有驴子以后 人就担负骑往地里运输的任务 当然不是用被来驼 而是用小车来推 当地那种独轮车 载重比小毛驴驼的还要多些 这样人就比率有了优越性 在所有的任务里 最繁重的是要往地里送粪 其实那种粪里土的成分很大 一车粪 大概有300多斤到400斤的样子 而地往往在比村子高出二三百米的地方 这就是说 要把200公斤左右的东西 送到80层楼上 而且早上天刚亮到吃早饭之间 就要往返食堂 说实在话 我对这任务的艰巨性估计不足 我以为自己长得人高马大 在此之前又差过三年对 别人能干的事 我也该能干 结果才推了几趟 我就满嘴是胆汁的味道 推了两天 我从城里带来的两双布鞋的后跟 都被豁开了 而且小腿上的肌肉 总在一刻不停的振战之中 后来 我只好很丢脸地接受了一点照顾 和一些身体不好的人 一道在平地上干活 好在当地人没有因此看不起我 他们还说 像我这样出来乍到的人 能把这种工作坚持到三天之上 实在是不容易 就连他们这些干惯了的人都觉得 这种工作太过辛苦 能够歇上一两天 都觉得是莫大的幸福 时隔二十年 我把这件事仔细考虑了一遍 得到的一个结论是这样的 用人来取代驴子往地里送粪 其实很不上算 因为不管人也好 驴也罢 送粪所做的工都是一样多 我们 人和驴 都需要能量补充 人必须要吃粮食 而驴子可以吃草 草和粮食的价值大不相同 事实上 一个人在干推奋 这种活和干别的活食相比 食量将有一个很可观的增长 这就导致了粮食不够吃 所以不得不吃下一大批白鼠干 白鼠干比之正经粮食便宜了很多 但在集市上 也要卖到两毛钱一斤 而在集市上 最好的草 可以山坊顶 是三分钱一斤 一般做饲料的草顶多值两分钱 我不认为自己 在吃下一斤白鼠干之后 可以和吃了十斤干草的驴比赛负重 而且白鼠干还异常难吃 噎人 难消化 容易导致胃溃疡 而驴在吃草时 肯定不会遇到同样的困难 在此必须强调指出 此种白鼠干是生着切片量的 假设是煮熟了量出的那种甜甜的东西 就绝不止两毛钱一斤 有关白鼠干的情况 还可以补充几句 它一进到了食道里就会往上蹦 不管你把它做成发糕还是面条 只要不用大量的粮食来冲蛋 都有同等的效果 因此我曾设想改进一下 进食的方式 拿着大顶来吃饭 这样它往上一蹦 就正好进到胃里 省得我痛苦地向下咽 但是我没有试验过 我怕被别人看到后难以解释 白鼠干原来是猪的口粮 这种可怜的动物 后来就改吃人饿的事 据我在厕所兼猪圈里的观察 它们一遇到吃鼠干饿出的事 就表现出愤怒之状 这曾使我在出宫时 良心大感痛苦 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为止 由此可见 我姥姥在村里时 40户人家 100多条驴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当然 我在村里时 100多户人家没有驴 也符合经济规律 前者符合省钱的规律 后者符合就业的规律 只有一百户人家 加100条驴不符合经济规律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事可做 于是 驴子就消失了 有关这件事 可以举出一件恰当的反例 在英国产业革命前夕 有过一次圈地运动 英国农民认为这是羊吃人 而在我的老家 则是人吃驴 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吃 村里人说 有一阵子老是吃驴肉 但我去晚了没赶上 只赶上了吃白鼠干 当然 在这场人和驴的生存竞争中 我当时坚定地站在人这一方 认为人有吃掉驴子的权利 最近我读到布罗戴尔先生的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 经济和资本主义 才发现这种生存竞争 不光是在我老家存在 也不限于在人和驴之间 更不限于本世纪70年代 它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历史事实 16世纪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就发现 与西欧相比 中国的益处非常少 对水利和风利的利用也不充分 这就是说 此种生存竞争 不光在人畜之间存在 还存在于人与浩浩荡荡的自然力之间 这次我就不能再站在人的立场上 反对水和风了 因为这种对手过于低级 甚至不 而且我以为 中国的文化传统里 大概是有点问题 众所周知 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 是一种人本的文化 但是它和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完全不同 在我们的文化里 只认为生命是好的 却没把快乐了 幸福了 生存状态之类的试定意在内 故而就认为 只要大家都能活着就好 不管他们活得多么糟糕 由此导致了一种古怪的生存竞争 和锋利 水利比赛推动落盘 和牲扣比赛运输 而且是比赛一种负面的能力 比赛谁更不知劳苦 更不贪图安逸 中国史学界没有个年建学派 没有人考证一下 历史上的物质生活 这实在是一种遗憾 布罗戴尔对中国物质生活的描述 还是不够详尽 这件事其实很有研究的必要 在中国人口稠密的地带 根本就见不到风车 水车 这种东西只在边缘地方游 我们村里有盘碾子 原来是用驴子拉的 驴没了以后 改用人来推 驴拉脸时需要把眼蒙住 以防他头晕 人推时不蒙眼 因为大家觉得 这像一头驴 不好意思 其实人也会晕 我的切身体会是 人只有两条腿 因为这种令人遗憾的事实 所以晕起来站都站不住 我还听到过一个真实的故事 陈永贵大叔在大寨 曾和一头驴子比赛负重 驴子摔倒 永贵大叔赢了 我认为 那头驴多半是个小毛驴 而非关中大叫驴 后一种驴子体态壮硕 恐非人类所能体敌 不管是哪一种驴 这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证明了就是不借助手推车 人也比驴强 我认识的一位中学老师 曾经用客观的态度 给学生讲过这个故事 为家褒贬 结果 在文化革命里 被斗得要死 这最后一件事多少暗示出 中国为什么没有年鉴学派 假如布罗戴尔是中国人 写了一本有关中国农村物质生活的书 人和驴比赛负重的故事 他是一定要引用的 白纸黑字写了出来 文化革命这一关他绝过不去 虽然没有年鉴学派那样缜密的考证 但我也得出了结论 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影响到来之前 在物质生活方面有这么一种倾向 不是人来驾驭自然力 受力 而是以人力取代自然力 受力 这就要求人能够吃苦 耐劳 本分 当然 这种要求和传统文化 对人的教会甚是合拍 不过 孰因孰果很难说明白 我认为自己 在插队时遭遇的一切 是传统社会物质文明发展规律 走到极端所致 在人与兽 人与自然力的竞争中 人这一方的先天条件并不好 如前所述 我们不像驴子那样有四条腿 可以吃草 也不像风和水那样浑然无绝 不知疲倦 好在人还有一种强大的武器 那就是他的智能 他的思索能力 假如把它对准自然界 也许人就能过得好一点 但是我们把枪口对准了自己 发明了种种消极的伦理道德 其中就包括了吃大苦 耐大牢 存天理 灭人欲 而苦和泪这两种东西 正如沙翁笔下的爱情 你吃下的越多 它就越有 所以两者都是无穷无尽的 影子 罗密欧与朱丽叶 这篇文章写到了这里 到了得出结论的时候 我认为 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 提倡了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 不提倡用脑子想 提倡用肩膀扛 结果不但是人 连驴和猪都深受其害 假设一切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意 不方便 都能成为严重的问题 使大家十分关注 恐怕也不至于搞成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毕竟是些聪明人 虽然中国人是如此的聪明 但是布罗戴尔对17世纪中国的物质生活 包括北京城里有多少人靠捡破烂为生 做了一番描述之后下结论道 在这一切的背后 潜在的贫困无处不在 我们的祖先怎么感觉不出来 我的结论是 大概是觉得那么活着就不坏吧 人性的逆转 有位西方的发展学者说 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 言下之意是说 有些人受穷 是因为他不想富裕 这句话是作为一种 惊世骇俗的观点提出的 但我狭隘的人生经历 却证明此话大有道理 对于这句话还可以充分地推广 贫困是一种生活方式 富裕是另一种生活方式 追求聪明是一种人生的态度 追求愚蠢则是另一种生活态度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些人在追求快乐 另一些人在追求痛苦 有些人在追求聪明 另一些人在追求愚蠢 这种情形常常能把人彻底搞糊涂 洛克先生以为 人人都追求快乐 这是不言自明的 以此为基础 他建立了自己的哲学大厦 斯宾诺沙也说 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是自我保存 作为一个非专业的读者 我认为这是同一类的东西 认为人屈利而避害 屈乐而避苦 这是伦理学的根基 以此为基础 一切都很明白 相比之下 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大不相同 认为理高于利 意幼高于生 这样就创造了一种比较复杂的伦理学 由此产生了一个矛盾 到底该从利害的角度来定义崇高 还是另有一种鲜艳的东西 叫做崇高 举例来说 孟子认为 人皆有恻隐之心 这是人先天的良知良能 这就是崇高的根基 我也不怕人说我是民族虚无主义 反正我以为 前一种想法更对 从前一种想法里产生富裕 从后一种想法里产生贫困 从前一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快乐 从后一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痛苦 我坚定不移地认为 前一种想法就叫做聪明 后一种想法就叫做愚蠢 笔者在大学里学的是理科 凭这样的学问底子 自然难以和专业哲学家理论 但我还是以为 这些话不能不说 对于人人都追求快乐 这个不言自明的道理罗素 却以为不尽然 他举受虐狂作为反例 当然 受虐狂在人口中只占极少数 但是受虐却不是罕见的平行 七十年代 笔者在农村插队 在学大寨的口号鞭策下 劳动的强度早已超过了 人力所能忍受的极限 但那些工作却是一点价值也没有的 对于这些活计 老乡们概括的最对 没别的 就是要给人找些罪来受 但对干部和积极分子们 却乐此不疲 干得起码是不比别人少 学大寨的结果是使大家变得更加贫穷 道理很简单 人干了艰苦的工作之后 就变得很能吃 而地里又没有多长出任何可吃的东西 这个例子说明 人人都有所追求 这个道理是不错的 但追求的却可以是任何东西 你总不好说任何东西都是快乐吧 人应该追求智慧 这对西方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 苏格拉底甚至把求知和行善画上了等号 但是中国人却说难得糊涂 仿佛是希望自己变得笨一点 在我身上 追求智慧的冲动比追求快乐的冲动还要强烈 因为这个缘故 在我年轻时 总是个问题青年 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 我是这么理解这件事的 别人希望我变得笨一些 谢天谢地 他们没有成功 人应该改变自己 变成某种样子 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有疑问的只是应该变聪明还是变笨 像这样的问题还能举出一大堆 比方说 人 尤其是女人 应该更漂亮 更性感一些 还是更难看 让人倒位一些 对别人应该更粗暴 更野蛮一些 还是更有礼貌一些 等等 假如你经历过中国的七十年代 就会明白 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都有不同的答案 你也许会说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风尚 但我对这种话 从来就不信 我更相信 乔治 奥威尔的话 一切的关键就在于 必须承认一加一等于二 弄明白了这一点 其他一切全会迎刃而解 二 我相信洛克的理论 人活在世上 去力去乐暂且不说 首先是应该避苦避害 这种信念来自我的人生经验 我年轻时在插队 南方北方都插过 谁要是有同样的经历 就会同意 为了谋生 人所面临的最大任务 是必须搬动大量沉重的物质 这些物质有时是水 有时是粪土 有时是建筑材料 等等 到七十年代中期为止 在中国南方 解决前述问题的基本答案是 一根扁蛋 在中国的北方则是一辆小车 我本人以为 这两个方案都鱼不可及 在前一个方案之下 自肩膀至脚跟 你的每一寸肌肉 每一寸骨骼 都在百十公斤重物的压迫之下 会给你带来腰疼病 腿疼病 后一种方案比前种方案强点不多 虽然车轮承担了重负 但车上的重物也因此更多 假如是往山上推的话 比挑着还要命 西方早就有人在解决这类问题 先有阿基米德 后有牛顿 卡特 所以在一二百年前 就把这问题解决了 而在我们中国 到现在也没解决 你或者会以为 西方文明有这么一点小长处 善于解决这种问题 但我以为这是不对的 主要的因素是感情问题 西方人以为 人的主要情感源于自身 所以就重视解决肉体的痛苦 中国人以为 人的主要情感是轻轻进掌 就不重视这种问题 这两种想法哪种更对 当然是前者 现在还有人说 西方人刚常败坏 过着痛苦的生活 这种说法是昧良心的 西方生活我见过 东方的生活我也见过 西方人儿女可能会吸毒 婚姻可能会破裂 总不会早上吃两片白鼠肝 中午吃两片白鼠肝 晚上再吃两片白鼠肝 就去挑一天担子 推一天的重车 从恐梦到如今 中国的哲学家 从来不挑担 不推车 所以他们的智慧 从不考虑降低肉体的痛苦 专门营造站着 说话不要疼的理论 三 在西方人看来 人所受的苦和泪可以减少 这是一切的基础 假设某人做出一份牺牲 可以给自己或他人 带来很多幸福 这就是崇高 洛克就是这么说的 孟子不是这么说 他的崇高另有根基 远不像洛克的理论 那么能服人 据我所知 孟子远不是个笨蛋 除了良知良能 他还另有说法 他说反对他意见的人 杨朱 莫子 都是禽兽 由此得出了崇高的定义 有种东西 我们说他是崇高 是因为反对他的人都不崇高 这个定义一直沿用到了如今 细想起来 我觉得这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混蛋逻辑 还不如直说 凡不同意我意见者 都是王八蛋为好 总而言之 这种古怪的论证方式 时常可以碰到 在七十年代 发生了这样一回事 河里发大水 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 有位知青下水去追 电杆没捞上来 人也淹死了 这位知青受到表彰 成了革命烈士 这件事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 我们知青的一条命 到底底不底的上一根木头 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 结论是 国家的一根稻草落下水也要去追 至于说知青的命比不上一根稻草 人家也没这么说 他们只说 算计自己的命值点什么 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崇高 坦白地说 我就是困惑者之一 现在有种说法 以为民族的和传统的就是崇高的 我知道他的论据 因为反民族和反传统的人很不崇高 但这种论点吓不到我 四 过去欧洲有个小岛 岛上是苦意犯服刑之处 犯人每天的工作 是从岛东面 挑起满满的一条水 走过崎岖的山道 到岛西面倒掉 这岛的东面是地中海 水从地中海里积来 西面也是地中海 这单水还要倒回地中海去 既然都是地中海 所以是通着的 我想 倒在西面的水 最终还要流回东面去 无价值的吃苦 和无代价的牺牲大体 就是这样的事 有人会说 这种劳动并非毫无意义 可以陶冶犯人的情操 提升犯人的灵魂 而有些人会立刻表示赞成 这些人就是那些岛上的犯人 我听说这岛上的看守手里 拿着鞭子 很会打人 根据我对人性的理解 就是离开了那座岛屿 也有人会保持这种观点 假如不是这样 劳动改造就没有收到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 人性就被逆转了 从这个例子来看 要逆转人性 必须有两个因素 无价值的劳动和暴力的威胁 两个因素缺一不可 人性被逆转之后 他也就糊涂了 非这么大劲 把人搞糊涂 有什么好处 我就不知道 但想必是有的 否则不会有这么的倒 细想起来 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里 就包含了这种东西 举个例子来说 朝廷的礼节 见皇上要三颗九寇 扬尘无岛 这套把戏耍起来很吃力 而且不会带来任何收益 显然是种无代价的劳动 但皇上可以停仗臣子 不老实地马上拉下去打板子 有了这两个因素 这套把戏就可以耍下去 把封建氏大夫的脑子 搞得很糊涂 回想七十年代 当时学大寨和抓阶级斗争 总是一块搞的 这样两个因素就凑齐了 我下乡时 和父老乡亲们在一起 我很爱他们 但也不能不说 他们早就被逆转了 我经历了这一切 脑子还是不糊涂 还知道一加一等于二 这只说明一件事 要逆转人性 还要有第三个因素 那就是人性的脆弱 五 我认为 七十年代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个看法和一些同龄人是一样的 七十年代的青年和现在的青年很不一样 更热情 更单纯 更守纪律 对生活的要求更低 而且更加倒霉 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 是一种极难得的际遇 这些感受和别人是一样的 有些人认为 这种经历是一种崇高的感受 我就断然反对 而且认为 这种想法是病态的 让我们像奥威尔一样 想想什么是一加一等于二 七十年代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是个极痛苦的年代 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 而且这种牺牲毫无价值 想清楚了这些事 我们再来谈谈崇高的问题 就七十年代这个例子来说 我认为崇高有两种 一种是当时的崇高 领导上号召我们到农村去吃苦 说这是一种光荣 还有一种崇高是现在的崇高 忍受了这些痛苦 做出了自我牺牲之后 我们自己觉得这是崇高的 我觉得这后 一种崇高比较容易讲清楚 弗洛伊德对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释 假如人生活在一种 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 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 把它视为一种快乐 以便使自己好过一些 对这个道理稍加推广 就会想到 人是一种会自己骗自己的动物 我们吃了很多无意的苦 虚致了不少年华 所以有人就想说 这种经历是崇高的 这种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过一些 所以它有些好作用 很不幸的是它还有些坏作用 有些人就据此认为 人必须吃一些无意的苦 虚致一些年华 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崇高 这种想法不仅有害 而且是有病 说到吃苦 牺牲 我认为它是负面的事件 吃苦必须有收益 牺牲必须有代价 这些都属一加一等于二的范畴 我个人认为 我在七十年代吃的苦 做出的牺牲是无价值的 所以这种经历谈不上崇高 这不是为了贬低自己 而是为了对现在和未来 发生的事件有个清醒的评价 逻辑学家指出 从正确的前提 能够推导出正确的结论 但从一个错误的前提 就什么都能够推导出来 把无价值的牺牲看作崇高 也就是接受了一个错误的前提 此后你就会什么鬼话 都能说出口来 什么不可信的事都肯信 这种状态正确地称呼叫做糊涂 人的本性是不喜欢犯错误的 所以想把它搞糊涂 就必须让它吃很多的苦 所以糊涂也很难得呀 因为人性不总是那么脆弱 所以糊涂才难得 经过了七十年代 有些人对人世间的把戏 看得更清楚 它就是变得更聪明 有些人对人世间的把戏 更看不懂啊 它就是变得更糊涂 不管发生了哪种情况 七十年代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我要说出我的结论 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种 有害哲学的影响之下 孔孟成珠编出了这套东西 完全是因为他们 在社会的上层生活 假如从整个人类来考虑问题 早就会发现 趋利避害 直接了当地解决实际问题最重要 说实话 中国人在这方面已经很不像样了 这不是什么哲学的思辨 而是我的生活经验 我们的社会里 必须有改变物质生活的原动力 这样才能把未来的命脉 握在自己的手里 弗洛伊德和受虐狂 我说过 以后写杂文要斯文一些 引经据点 今天要引的经典是弗洛伊德 他老人家说过 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点歇斯底里 这真是治理名言 所谓歇斯底里 就是按不下心头一股无明火 行为师范 谁都有这种时候 但自打十年前 我把弗洛伊德拳击通读了一遍之后 自觉脾气好多了 古人游手永雪地打游诗曰 夜来北风寒 老天大土坛 一轮红日出 便是指坛丸 有些人的坛气 简直比雪天的老天爷还大 谁能当这枚指坛丸呢 只有弗洛伊德 年轻时 我在街道工厂当工人 有位师傅常跑到班长那里去说病了 要请假 班长问他有何症状 他说他看天是蓝色 看地是土色 蹲在厕所里 认什么都不想吃 当然 他是在装骚打子 看天土色 看地蓝色 蹲在臭烘烘毛坑上食欲大开 那才叫做有病 在这些小问题上 很容易取得共识 但大问题就很难说了 举例来说 法国人在马赛曲里唱到 不自由无宁死 这话有人是不同意的 不信你就找本孤鸿鸣的书来看看 里面大谈所谓良民宗教 简直就是在高唱 若自由无宁死 独立宣言里说 我们认为 人人生而平等 这话是讲给英国皇上听的 表明了平民的尊严 这话孟夫子一定反对 他说过 无君无腹 是禽兽也 这又简直是宣布说 平民不该有自己的尊严 总而言之 个人的体面与尊严 平等 自由等等概念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没有的 有的全是些相反的东西 我是很爱国的 这体现在 我希望福尔泰 杰弗逊的文章 能归到孤鸿鸣的名下 而把孤鸿鸣的文章栽给养鬼子 假如这是事实的话 我会感到幸福的多 有时候 我想 假如大跃进文化革命这些事 不是发生在中国 而是发生在外国 该有多好 这些想法很不体面 但还不能说是有弹气 有些坏事发生在了中国 我们就说它好 有些鬼话 是中国人说的 我们就说它有理 这种做法 就叫做有弹气 有些年轻人 把这些有弹气的想法写成书 他本人倒不见得是真有弹气 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 一种普遍存在的事态 比这样命得多 举例来说 很多中年人 因为文革中上山下乡 虚耗了青春 这本是种巨大的痛苦 但他们却觉得很幸福 还说青春无悔 再比方说 古往今来的中国人 总在权势面前屈膝 毁掉了自己的尊严 也毁掉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这本是种痛苦 但又有人说 这很幸福 久而久之 搞到了是非难辨 相臭不知的地步 这就是我们嗓子里掖着的谈 扯完了这些 就可以来谈谈我的典故 众所周知 有一种人 起码是在表面上 不喜欢快乐 而喜欢痛苦 不喜欢体面和尊严 喜欢奴役与屈辱 这就是受虐狂 弗洛伊德对受虐狂的成因 有这样一种解释 人若落入一种 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 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 就会把这种痛苦 看作是幸福 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 这样一来 他的价值观 就被逆转过来了 当然 这种过程因人而异 有些人是不会被逆转的 比方说我吧 在痛苦的重压下 会有些不体面的想法 但还不会被逆转 另有一些人 不仅被逆转 而且还有了谈气 一听到别人说自由 体面 尊严等等是好的 马上就怒火万丈 这就有点不对头了 世界上哪有这样 七言万丈的受虐狂 你就是真有这种毛病 也不要这个样子吗 在于1997年第四期 华人文化世界 题为引证弗洛伊德 叶子树与平等 二十多年前 我在云南插队 当地气候炎热 出产各种热带水果 就是没有叶子 整个云南都不长椰子 根据椰史记载 这其中有个缘故 据说 在三国以前 云南到处都是椰子 树下住着幸福的少数民族 众所周知 椰子有很多用处 椰蓉可以当饭吃 椰子油也可食用 椰子树叶里的纤维 可以织粗糙的衣裙 椰子树干是木材 这种树木 可以满足人的大部分需要 当地人也就不是农耕 过着悠闲的生活 呼一日 诸葛亮南征来到此地 他要教化当地人 让他们遵从我们的生活方式 干我们的活 穿我们的衣服 服从我们的制度 这件事起初不大成功 当地人没看出 我们的生活方式 有什么优越之处 首先 秋收春种 活得很累 起码比摘椰子要累 其次 汉族人的衣着 在当地也不适用 就以诸葛先生为例 那身道袍 料子虽好 穿在身上除了武汉和武废子 武不出别的来 至于那顶道观 既不遮阳 也不挡雨 只能招马风进去坐窝 当地天热 摘两片椰树叶 把修处遮遮就可以了 至于汉朝的政治制度 对当地的少数民族来说 未免太过繁琐 诸葛先生磨破了嘴皮子 言必称孔梦 但也没人听 他不觉得自己的道理不对 却把杖蒜在了椰子树身上 下了一道命令 一夜之间 就把云南的椰树砍了个精光 免得这些蛮溢之人 听不尽圣贤的道理 没了这些树 他说话就有人听了 对此 我的解释是 诸葛让他老人家难争 可不是一个人去的 还带了好多的兵 砍树用的刀斧 也可以用来砍人 砍树这件事 说明他手下的人手够用 刀斧也够用 当地人明白了这个意思 就怕了诸葛先生 我这种看法 你竟可以不同意 我知道你会说 诸葛亮乃骨之贤人 不会这样赤裸裸地 用武力威胁别人 所以 我也不想坚持这种观点 对于此事 也使上师这么解释的 蛮夷之人 有些稀奇之物 就此轻狂 胆敢藐视天朝大邦 没了这些珍稀之物 他们就老实了 这就是说 云南人当时犯有轻狂的毛病 这是一种道德缺陷 诸葛先生砍树 是为了纠正这种毛病 是为他们好 我总觉得这种说法 有点太过惊世骇俗 人家有几样好东西 活得好一点 心情也好一点 这就是轻狂 非得把这些好东西毁了 让人家心情沉痛 这就是不轻狂 我以为 这是野史作者的意见 诸葛先生不是这样的人 野史是不能当真的 但云南现在确实没有椰子 而过去是有的 所以这些椰树可能是诸葛亮砍的 假如这不是耍野蛮 就该有种道义上的解释 我觉得诸葛亮砍椰树时 可能是这么想的 人人理应生来平等 但现在不平等了 四川不长椰树 那里的人要靠农耕为生 云南长满了椰树 这里的人就活得很舒服 让四川也长满椰树 这是一种达到公平的方法 但是限于自然条件 很难做到 所以 必须把云南的椰树砍掉 这样才公平 假如有不平等 有两种方式可以拉平 一种是向上拉平 这是最好的 但实行起来有困难 比如 有些人生来四肢健全 有些人则生有残疾 一种平等之道 是把所有的残疾人 都制成正常人 这可不容易做到 另一种是向下拉平 要把所有的正常人 都变成残疾人 就很容易 只削用铁棍一敲 一声惨叫 这就变过来了 诸葛先生采取的是 向下拉平之道 结果就害得我吃不上椰子 在云南时 我觉得嘴淡时 就啃几个木瓜 木瓜淡而无味 假如没熟透 啃后满嘴都是麻的 但我没有抱怨木瓜树 这种树内地也是不长的 假如它的果子太好吃 诸葛先生也会把它砍光了 我这篇文章题目在说椰子 实质在谈平等问题 挂羊头卖狗肉 正是我的用意 人人理应生来平等 这一点人人都同意 但实际上是不平等的 而且最大的不平等 不是有人有椰子树 有人没有椰子树 如罗素先生所说 最大的不平等是知识的差异 有人聪明 有人笨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这里所说的知识 聪明是广义的 不单包括科学知识 还包括文化素质 艺术的品味等等 这种椰子树 长在人脑里 不光能给人 带来物质福利 还有精神上的幸福 这后一方面的差异 我把它称为 幸福能力的差异 有些作品 有些人能欣赏 有些人就看不懂 这就是说 有些人的幸福能力 较为优越 这种优越 最招人嫉妒 消除这种优越的方法之一 就是给聪明人 头上一闷棍 把它打奔鞋 但打清了不管用 打中了 会把脑子打出来 这又不是我们的本意 另一种方法则是 一旦聪明人和傻人 起了争执 我们总说傻人有理 久而久之 聪明人也会变傻 这种法子 现在正用的呢 在于1996年第十四期 三联生活周刊杂志 体验生活 我靠写作为生 有人对我说 像你这样写是不行的呀 你没有生活 起初 我以为 他想说我是个死人 感到很气愤 忽然想到 生活两字 还有另一种用法 有些作家常到 边缘艰苦的地方 去住上一段 这种出行被叫做体验生活 从字面上看 好像是死人在诈尸 实际上不是的 这是为了对 艰苦的生活有点了解 写出更好的作品 这是很好的做法 人家说的生活 是后面一种用法 不是说我要死 想到了这一点 我又回尘作息 我虽在贫困地区插过队 但不认为体验得够了 我还差得很远 还需要进一步的体验 但我总觉得 这叫做体验 艰苦生活比较好 省略了中间两个字 就隐含着这样的意思 生活就是要经常吃点苦头 有专门从负面 理解生活的嫌疑 和我同龄的人 都有过艺苦思甜的经历 听艺苦报告 吃艺苦饭等等 这件事和体验生活 不是一回事 但意思有点相近 众所周知 旧社会穷人 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吃康厌菜 菜不是蔬菜 而是野菜 所谓艺苦饭 就是旧社会穷人饭食的 模仿品 我要说的艺苦饭 是在云南插队时吃到的 为了配合某种形式 各队起码要吃一顿艺苦饭 上面就是这样布置的 我当时是个病号 不下大田 在后勤做事 归私务长领导 参加了做这顿饭 当然 我只是下手 真正的大厨 是我们的私务长 这位大叔普世木讷 自从他当私务长 我们队里的伙食 就变得糟得很 每顿都吃烂菜叶 因为他说 这些菜太老 不吃就要坏了 菜园子 总有点垂垂老矣的菜 吃掉旧的 新的又老了 所以永远也吃不到嫩菜 我以为 他炮制一苦饭 肯定很在行 但他还去征求了一下群众意见 问大家在旧社会 吃过些啥 有人说 吃过芭蕉树心 有人说 吃过芋头花 南瓜花 总的来说 都不是什么太难吃的东西 尤其是芋头花 那是一种极好的蔬菜 煮了以后 香气扑鼻 我想 有人可能吃过些 更难吃的东西 但不敢告诉他 说实在的 把饭弄好吃的本领 他没有 弄难吃的本领 却是有的 再浇浇就更坏了 就说芭蕉树心吧 本该爆出中间白色细细一段 但他叫我砍了一棵芭蕉树来 斩碎了整个煮进了锅里 那锅水 马上变得黄里透绿 冒起泡来 像锅肥皂水 散发着令人恶心的苦味 我说过 这顿饭里该有点芋头花 但芋头不大爱开花 所以煮的是芋头感 而且是刨了芋头剩下的老感 可能这东西本来就麻 也可能是和芭蕉起了化学反应 总之 这东西下锅后 里面冒出一种很恶劣的麻味 大代你也猜出来了 我们没煮南瓜花 煮的是南瓜藤 这种东西斩碎后 是些煮不烂的毛毛虫 最后 该割点糠进去 此时我和丝物长起了严重的争执 我认为 稻谷的内魔才叫做糠 这种东西 我们有 是煮猪的 至于稻谷的外壳 它不是糠 猪都不吃 只能烧掉 司务长倒不反对我的定义 但他说 反正是一苦犯 这么讲就干什么 糠还要留着煮猪 所以往锅里倒了一筐碎稻壳 搅匀之后 真不知锅里是什么 做好了这锅东西 司务长高兴地吹起了口哨 但我的心情不大好 说实在的 我这辈子没怕过什么 那回也没有怕 只是心里有点慌 我喂过猪 知道拿这种东西去喂猪 所有的猪都会想要咬死我 猪是这样 人呢 后来的事情证明我是瞎操心 晚上吃一苦饭 指导员带队 先唱天上不满心 然后开饭 有了这种气氛 同学们见了饭时 没有活思了我 只是有些愣头青 对我怒目而视 时不常吼上一句 你压也是 结果我就吃了不少 第一口最难 吃上几口后 满嘴都是麻的 也说不上有多难吃 只是那些隧道壳像刀片一样 很难吞咽 吞多了嘴里就出了血 反正 我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自然没有闯不过去的关口 但别人却在偷偷地干呕 吃完以后 指导员做了总结 看样子他的情况不大好 所以也没多说 然后大家回去睡觉 但是事情当然还没完 大约是夜里十一点 我觉得肠胃脚痛 起床时 发现同屋几个人 都在地上摸鞋 摸来摸去 谁也没有摸到 大家一起 赤脚跑了出去 奔向厕所 在北回归县 那狡急的月色下 看到厕所门口 排起了长队 有件事需要说明 有些不文明的人 有放野史的习惯 我们那里的人却没有 这是因为 石油做肥料的价值 不能随便扔掉 但是那一夜不同 因为厕所里没有空位 大量这种宝贵的资源 被抛撒在厕所后的小河边 干完这件不登大雅之事 我们本来该回去睡觉 但是走不了几步 又想回来 所以我们索性 坐在了小桥上 聊着天 挨着蚊子咬 时不长地到草丛里去一趟 直到肚子完全出青 到了第二天 我们对的人脸色都有点绿 下巴有点尖 走路也有点打晃 像这个样子 当然不能下底 只好放一天假 这个故事应该有个寓意 我还没想出来 反正我不觉得 这是在受教育 只觉得是折腾人 虽然它也是一种生活 总的来说 人要想受罪 实在很容易 在家里 也可以拿头往门框上碰 既然痛苦是这样简便一循 所以似乎用不着特别去体验 在于1996年第13期 三联生活周刊杂志 有与无 我靠写作为生 有人对我说 像你这样写是不行的呀 你没有生活 我虽然长相一般 加上烟抽得多 叫睡得少 脸色也不大好看 但若说我已是个死尸 总觉得有点言过其事 人既没有死 怎么就没生活了呢 笔者过着知识分子的生活 如果说这种生活就叫做没有 则带有过时的意识形态气味 要知道 现在知识分子 也有幸成为劳动人民之一众了 当然 我也可以不这样咬文嚼字 这样就可以泛泛地谈到 什么样的生活叫做有 什么样的生活叫做无 换句话说 哪种生活是生活 哪种生活不叫生活 众所周知 有些作家常要跑到边缘 偏僻的地方去体验生活 这话从字面上看 好像是说 有些死人经常诈尸 我老婆也做过这样的事 因为她是社会学家 所以就不叫体验生活或者诈尸 而是叫做实地调查 Field work 她当然有充分的理由 做这件事 我却没有 有一次 我老婆到一个南方小山村调查 因为村子不大 所以每个人都在别人眼皮底下生活 随便哪个人 都能把全村每个人数个遍 别人的家庭关系如何 经济状况如何 无不在别人的视野之中 岁数大的人还能记得你几岁出的麻疹 每个人都在数落别人 每个人也都在受数落 这种现象形成了一条非常粗的纽带 把所有的人捆在一起 婚丧嫁娶 无不要看别人的眼色 个人不可能做出自己的决定 她去调查时 当地人正给自己修坟 无论老少 健康状况如何 每个人都在修 把附近的山头都修满了椅子坟 因为这种坟异常的难看 当地的景色也异常的难看 好像一颗蜡蜜头 但当地人现在这个套里 也就丧失了审美观 村里人觉得他还不错 就劝他也修一座 当然要他出些钱 但他没有修 堂堂一个社会学家 下去一个月 就在村里修了个椅子坟 这会是个大丑闻 这个村里的文化 或者叫做规范 是有些特异性的 从总体来说 可以说存在着一种集体的生活 但若说到属于个人的生活 可以说是没有的 这是因为 村里每个成年人惦记的 都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给自己修作椅子坟 就是其中比较有趣的一件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生活 他们也说不出 笔者曾在社会学研究所工作 知道有种东西叫做弄 可以一座规范 是指那些约定俗成 大家必须遵从的东西 它在不同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当然能起一些好作用 但有时也相当丑恶 人应该遵从所在社会的norm 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除了遵从norm 还该不该干点别的 这就是问题 如果一个社会的norm很坏 就如内粹德国或者文化革命初的中国 人在其中循规蹈矩的过了一世 谁都知道不可取 但也存在了这样的可能 就是经过某些人的努力 建立了无懈可击的norm 人是不是只剩遵从一件事可干了呢 假如回答是肯定的 就难免让我联想到 龙养的鸡和圈养的猪 我想任何一个农场主 都会觉得自己猪场里的norm 对猪来说是最好的 每只猪除了吃什么都不做 把自己养肥 这种最好的norm 当然也包括这些不幸的动物 必须在土场里结束生命 但我猜测有些猪会觉得自己 活得很没劲 我老婆又在城里做一项研究 调查妇女的感情与性 有些女同志除了自己 曾遵守norm就说不出什么 仿佛自己的婚姻 是一片虚无 但也有些妇女完全不是这样 她们有自己的故事 爱情中每个事件 在这些故事里都有特别的意义 这主要是因为 这些姐妹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和属于自己的价值观 到岁数了 找合适的对象结婚 过正常的性生活和爱上某人 是截然不同的事情 当然 假如你说 性爱只是生活的异域 不是全体 我无条件地同意 但我还想指出 到岁数了 找合适的人 正常的性生活 这些都是从那样的角度来判断的 属于个人的 只是一片虚无 我总觉得 把不是生活的事叫做生活 这是在巧言掩饰 现在可以说到我自己 我从小就想写小说 最后在将近四十岁时 终于开始写作 我做这件事 纯粹是因为 这是我爱的事业 是我要做 不是我必须做 这是一种本质的区别 我个人以为 做爱做的事才是有 做自己 也不知为什么要做的事则是无 因为这个缘故 我的生活看似平淡 但也不能说是无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 人在年轻时 心气总是很高的 最后 总要向现实投降 我刚刚过了四十四岁生日 在这个年龄上 给自己做结论 似乎还为时过早 但我总觉得 我这一生 绝不会像虚无投降 我会一直战斗到死 拒绝恭维 在美国时 常看孝心考斯比的节目 有一次他讲了这么一个笑话 小时候 他以为自己就是耶稣基督 这是因为 每次他一人在家时 都要像一切小鬼一样 把屋里闹得一团糟 他妈回家时 站在门口 看到家里像发过一场大水 难免要目瞪口呆 从嘴角滚出一句来 哎呀 我的耶稣基督 他以为是说他呢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他的这种想法 也越来越牢固 以至于后来到了教堂里 听到大家热情地赞美基督 他总以为是在夸他 心里难免麻酥酥的 摇头晃脑暗兹 臭美一番 人家高叫赞美耶稣 我们的救主 他就禁不住要答应出来 再以后 他爹他妈发现 这个小鬼头不正常 除了给他两个大耳光 还带他去看心理医生 最后 他终于不胜痛苦地了解到 原来他不是耶稣 也不是救世主 当然 这个故事讲到这个地步 就一点都不逗了 这后半截是我家上的 我小的时候 常到邻居家里去玩 那边有个孩子 比我小好几岁 经常独自在家 他不乱折腾 总是安安静静跪在一个方凳上 听五斗除上一个匣子 那东西 后来我们拆开过 发现里面有四个灯 一个声音粗哑的蛇黄喇叭 总而言之 是个破乱货 里面说着些费解的话 但他屏息听着 终于等到一天文章念完 广播员端正声音 一本正经地说道 革命的同志们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 这孩子马上很清脆地 答应了两声 跳到地上扬尘舞蹈一番 其实匣子里叫的不是他 刚把屁股连摘掉 没几天 他还远够不上是同志和战友 但你也挡不住他高兴 因为他觉得自己 除了名字张三里四考四笔之外 终于有了个冠冕堂皇的字号 至于这名号是同志 战友还是救世主 那还在其次 我现在说到的 是当人误以为 自己拥有一个名号时的张狂之态 对于我想要说到的是 这只是个开场白 当你真正拥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字号时 真正臭美的时候就到了 有一个时期 匣子里总在称赞革命小将 说他们最敢闯 最有造反精神 所有岁数不大 当得起那个小字的人 在臭美之余 还想做点什么 就拥到学校里去打老师 在我们学校里 小将们不光打了老师 把老师的爹妈都打了 这对老夫妇不胜羞辱 就上吊自杀了 打老师的事与我无关 但我以为这是极可耻的事 干过这些事的同学 后来也同意我的看法 但就是搞不明白 自己当时 为什么像吃了蜜蜂屎一样 一味地青狂 国外的文献上 对这些事有种解释 说当时的青春期 少男少女穿身旧军装 到大街上挥舞皮带 是性的象征 但我觉得这种解释是不对的 我的同龄人还不至于 从性这方面来考虑问题 小将的时期 很快就结束了 随后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期 学校里有了工人师傅 这些师傅和过去见到的工人师傅不大一样 多少都有点晕晕乎乎 五迷三道 虽然不像革命小将那么疯狂 但也远不能说是正常的 然后就是三支两军时期 到处都有军代表 当时的军代表里 肯定也有头脑清楚 办事稳重的人 但我没有见到过 最后年轻人都被派往农村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学习后者的优秀品质 下乡之前 我们先到京郊农村去劳动 作为一次预言 那村里的人在我们面前 也有点不够正常 寻常人走路 不应该把两腿插得那么宽 让一辆小车都能从中推过去 也不该是一点一点的模样 只有一条板凳学会了走路 才会是这般模样 在萧瑟的秋风中 我们蹲在地头 看屏下中农晚汇报 汇报此如下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 独坐母恩 今天下午的活茶室 领着小学生们脸芝麻 报告完毕 我一面不胜悲愤地想到自己 长了这么大的个子 居然还是小学生 被人领着脸芝麻 一面也注意到 汇报人兴奋的样子 有些人连洞出的清水鼻涕 都顾不上擦 在鼻孔上吹出泡泡来了 现在我提起这些事情 绝不是想说 这些朴实的人们有什么不对 而是试图说明 人经不起恭维 越是天真 朴实的人 听到一种于己有利的说法 证明自己身上有种种优越的素质 是人类中最优越的部分 就越会不知东西南北 撒起一阵来 我猜越是生活了无趣味 又看不到希望的人 就越会竖起耳朵 来听这种于己有利的说法 这大概是因为 撒意症比过正常的生活 还快乐一些吧 说到了这一点 这篇文章也临近终结 八十年代之初 我是人民大学的学生 有一回被拘到礼堂里听报告 报告人是一位青年道德教育家 我说是被拘去的 是因为我并不想听这个报告 但缺席要计矿课 矿课的次数多了就毕不了业 这位先生的报告 总是从恭维听众开始 在清华大学时 他说 这里是清华大学 是全国最高学府呀 在北大则说 这里是有五四传统的呀 在人大则说 这是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呀 总之 最后总要说 在这里做报告 他不胜惶恐 我听到他说不胜惶恐时 经不住舌头一转 鼻子底下滚出一句顶级的粗话来 顺便说一句 不管到了什么地方 我首先要把当地的骂人话 全学会 这是为了防一手 免得别人骂我还不知道 虽然我自己从来不骂人 但对于粗话 几乎是个专家 为了那位先生的报告 我破例骂了一回 这是因为我不想受他恭维 平心而论 恭维人所在的学校是种礼貌 从人们所在的民族 文化 社会阶层 乃至性别上编造种种 不切实际的说法 那才叫做险恶的煽动 因为他的用意是 煽动一种异症的大流行 以便从中于力 人家恭维我一句 我就骂起来 这是因为 从内心深处我知道 我也是经不起恭维的 在于1996年第八期 三联生活周刊杂志 谦卑学习班 朋友们知道我在海外留学多年 总要羡慕的说 你可算是把该看的书都看过了 众所周知 我们这里可以引进好莱坞的文化垃圾 却不肯给文人方便 设家卖国外新书的文化书店 如果看翻译的书 能把你看得连中国话都忘了 要是到北京图书馆去借 你就是老死在里面也借不到几本书 总而言之 大家都有想看而看不到的书 说来也惭愧 我在国外时 根本没读几本正经书 专检不正经的书看 当时我想 正经书回来也能看到 我先把回来看不到的看了吧 我可没想到 回来以后什么都看不到 要是知道 就在图书馆里多泡几年再回来 根据我的经验 人从不正经的书里 也能得到教义 我就从一本不正经的书里 得到了一些教义 这本书的题目叫做 《我是花花公子》的编辑 里面竟是荒唐的故事 但有一则我以为相当正经 这本书标明是计时类的书 但我对它的真实性 有一点怀疑 这故事是这么开始的 有一天 洛杉矶一家大报登出一则 学习班的广告 教授谦卑 学费两千元 住宿在内 膳食自理 本书的作者接到主编的指示 去看看出了什么怪事 他就驱车出发 一路上还在想着 我也太狂傲了 这回报社给报销学费 让我也学点千杯 等到到了学习班的报名处 看到了一大批过了气的名人 有文体明星 政治家 文化名人 道德讲演家 甚至还有个把在电视上讲到的牧师 美国这地方有点古怪 既捧人 也毁人 以电影明星为例 先把你捧到不知东西南北 口出狂言道 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男 女 演员 然后就开始毁 先是老百姓看他 他的狂向不顺眼 纷纷写信或打电话到报社 电视台贬他 然后 那些捧人的传媒也跟着转向 把他骂得一文不值 这道理很简单 报纸需要订户 电视台也需要收视率 美国老百姓 可是些得罪不起的人了 在我们这里就不是这样 所以也没有这样的学习班 这样一来 一个名人就被毁掉了 作者在这个学习班上见到的全是大名人 这些家伙都因为太狂 碰了钉子 所以想要学点谦卑 此时 他想到 和他们相比 我得算个老实人 狂傲这两个字用在我身上是不恰当的 当然 他还没见到我们中国的明星 要是见到了 一定会以为自己就是道德上的完人了 且说这个学习班 设在一个山中废弃的中学里 要门没门 要窗没窗 只有满地的路份和狐狸屎 破教室的地上放了一些床垫子 从破烂和肮脏程度来看 肯定是大街上捡来的垃圾 那些狂傲的名人好不容易才弄清是要他们睡在这些垫子上 知道以后就纷纷向工作人员嚷道 两千块钱的住宿就是这样的吗 人家只回答一句话 别忘了你是来学什么的 有些人就说 说得对 我是来学谦卑的 住得差点 有助于纠正我道德上的缺陷 有些人还是不理解 还是吵吵闹闹 但吵归吵 人家只是不理 等到中午吃饭时 那破学校的食堂里 供应汉堡包 十块钱一份 面包倒是很大 生菜叶子也不少 毛驴会喜欢的 就是没有肉 有些狂傲的名人就吼了起来 十块钱一个的汉堡包 就该是这样的吗 牛肉在哪 顺便说一句 Where is the beef 是句成语 意思是别蒙事啊 得到的回答是 别忘了你是来学什么的 就这样 吃着尽速 睡着破床垫 每天早上在全校 唯一能流出冷水的破管子前面 排着长队盖洗 此书的作者是个老油子 看了这个破烂的地点 和这些不三不四的工作人员 心里早就像明镜似的 但他也不来说破 除了吃不好睡不好 这个学习班还实行着封闭式管理 不到结业 谁也不准回家 当然 除非你不想结业 也不要求退还学费 就可以回家 这些盛气凌人的家伙 被捐在里面 很快就变得与一伙叫花子相仿 除了这种种不变 这个班还总不上课 让学员在这破烂中学里溜达 美其名曰反省自己 学习班的办公室里总是挤满了抱怨的人 大家都找负责人吵架 但这位负责人也有一手 总是笑容可惧地说道 要是我是你 就不这样气急败坏 要知道 在上帝面前 我们可都是罪人了 至于课 我们会上的 听了以后保证你们会满意 长话短说 这个鬼学习班把大家耗了两个礼拜 这帮名人居然都坚持了下来 只是天天闹着要听课 最后 上课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校方宣布 主讲者是个伟大的人 很不容易请到 所以 这课只讲一堂 讲完了就结业 于是 全体学员都来到了破理堂里 见到了这位演讲人 原书花了整整三页来形容他 但我没有篇幅 只能长话短说 此人有点像歌星 有点像隐星 有点像信口雌黄的政治家 又有几分像在讲台上满嘴沙葱的野狐禅牧师 为了使中国读者理解 还要加上一句 他又像个有特异功能的大气功师 总而言之 他就是那个我们花钱买票听他嚷嚷的人 这么个家伙往台上一站 大家都倍感亲切 因而鸦雀无声 此人说道 我的课只讲一句话 讲完了整个学习班就结束 虽然只是一句话 大家记住了 就会终生受用不尽 以后永不会狂傲 听好了 You are an asshole 同时 他还把这话写在了黑板上 然后一摔粉笔 扬长而去 这话只能用北京俗话来翻译 你是个傻叉 礼堂里先是鸦雀无声 然后就是卷堂大乱 有人感到大受启发 说道 有道理 有道理 原来我是个傻叉呀 还有人愤愤不平 说道 就算我真是个傻叉 也犯不着花两千块钱请人来告诉我 至于该书作者 没有介入争论 禁止开车下山去找东西吃 连吃两个礼拜的竞肃 可不是闹着玩的 如前所述 我对这故事的真实性有点怀疑 但我以为 真不真的不要紧 要紧的是要有教育意义 中国常有人不惜代价 冒了被踩死的危险 挤进体育馆一类的地方 去见见大明园 在里面涕泪直流 出来后又觉得上当 这道理是这样的 用不着花很多钱 受很多罪 逃好远的路 席尔公听别人说你是傻叉 自己知道就够了 在于1996年第77 三联生活周刊杂志 关于格调 最近我出版了一本小说 黄金时代 有人说它格调不高 引起了我对格调问题的兴趣 各种作品 各种人 尤其是各种事件 既然有高有低 就有了尺度问题 众所周知 一般人都希望自己格调高 但总免不了 要干些格调低的事 这就使得格调问题 带有了一定的复杂性 当年有人问孟子 既然男女瘦瘦不轻 嫂子掉到水里 要不要伸手去拉 这涉及了一个 带根本性的问题 假如理是那么重要 人命就不要了吗 孟子的回答是 用手去拉嫂子 是非礼 不去救嫂子 则是豺狼也 所以只好从全 宁愿非礼 而不做豺狼 必须指出 在非礼和豺狼之中 做一选择是痛苦的 但这要怪嫂子 干嘛要掉进水里 这个答案 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 但不是最坏 因为他没有说 戴上了手套 再去拉嫂子 或者拉过了 以后再把手臂剁下来 他也没有回答 假如落水的 不是嫂子 而是别的女人 是不是该去救 但是你不能对孟子说 在生活里 人命是最重要的 犯不着 为了些虚拟牺牲他 说了孟父子 准要和你翻脸 另一个例子 是顺 曾经不通知父亲 就结了婚 孟子认为 他们父子关系很坏 假如请示的话 可能一辈子结不了婚 他还扯上了一些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话 结论是顺之好从全了 这个结论同样不能令人满意 因为假如顺的父亲稍稍宽容 许可顺和一个极为恶毒的女人结婚 不知孟子的答案是怎样的 假如让顺这样一位圣贤 娶上一个恶毒的妇人 从此在痛苦中生活 我以为不够恰当 倘若你说 在生活里 幸福是最重要的 孟老夫子也肯定要和你翻脸 但不管怎么说 一个理论里 只要有了从全这种说法 总是有点欠严谨 好在孟子又有些补充说明 听上去更有道理 有关李与色熟重的问题 孟子说 李比色重 正如金比草重 虽然一车草能比一小块金重 但是按我的估计 金子和草的比重 大致是一百比一 搞金却是不可能的 因为草和草还不一样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换算关系 可以作为生活的指南 虽然怎么使用还是个问题 不管怎么说 孟子的意思是明白的 生活里有些东西重 有些东西轻 正如我们现在说 有些事格调高 有些事格调低 假如我们重视格调高的东西 轻事格调低的东西 自己的格调就能提升 作为一个潜力科学生 我有些混账想法 可能会让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 看了身上长鸡皮疙瘩 对于理和色 大致可以有三到四种不同的说法 其一 它们是不同质的东西 没有可比性 其二 理重色轻 但是它们没有共同的度量 最后是有这种度量 理比色重若干 或者一单位的理 相当于若干单位的色 以上的分类恰恰就是科学上说的定类 nominal 定序 ordinal 定据 interval 和定比 ratio 这四种尺度 定据和定比的区别不太重要 这四种尺度越靠后的越精密 格调既然有高低之分 显然属于定序以后的尺度 然而 说格调仅仅是定序的尺度 还不能令人满意 按定序的尺度 比比色重 顺序既定 不可更改 顺就该打一辈子光滚 如果再想引入是及从全的说法 那就只能把格调定为更加精密的尺度 以便回答什么时候从全 什么时候不可从全的问题 如果没个尺度 想从全就从全 理重色轻就成了一句空话 于是 孟子的格调之说 应视为定比的尺度 以格调来度量 一份理大致等于一百份色 假如有一份理 九十九份色 我们不可从全 遇到了一百零一份色 就该从全了 前一种情形 是在一百和九十九中选了一百 后者是从一百和一百零一中选了一百零一 在生活中 做出正确的选择 就能使自己的总格调得以提高 对于作品来说 提升格调也是要紧的事 改革开放之初有部电影 还得过奖的 是个爱情故事 男女主角在热恋之中 不说我爱你 而是大喊 I love my motherland 场景是在庐山上 喊起来地动山摇 格调就很高雅 但是离题太远 国外的电影拍到这类情节 必然是男女主角拥抱热吻一番 这样格调虽低 但比较切体 就爱情电影而言 显然有两种表达方式 一种格调高雅 但是晦涩难解 另一种较为直接 但是格调低下 按照前一种方式 逻辑是这样的 当男主角立于庐山之上 对着女主角时 心中有各种感情 爱祖国 爱人民 爱领袖 爱父母等等 最后 并非完全不重要 她也爱女主角 而这最后一点 她正急于使女主角知道 但是经过权衡 前面那些爱变得很重 必须首先表达之 爱她这件事就很难提到 而女主角的格调也很高雅 她知道提到爱祖国 爱人民等等 正是说到爱她的前奏 所以她耐心地等待着 我记得电影里没有演到说出 I love you 按照这种节奏 拍上十几个钟头就可以演到 改革开放之初 没有几十集的连续剧 所以真正的爱情场面很难看到 外国人在这方面缺少训练 所以对这部影片的评价是 虽然女主角很迷人 但不知拍了些啥 按照后一种方式 男主角在女主角面前时 心里也爱祖国 爱上帝等等 但是此时此地 她觉得爱女主角最为急迫 于是说 我爱你 并且开始带有心爱意味的身体接触 不言而喻 这种格调甚为低下 这两种方式的区别 旨在于 有无经过格调方面的加权运算 这种运算本身就极复杂 导致的行为就更加复杂 后一种方式没有这个步骤 显得特别简洁 用现实流行的一个名词 就是较为直路 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在于 前者以爱对方为契机 把祖国人民等等 一一爱到 得到了最高的总格调 而后者静止去爱对方 故而损失很大 只得到了最低的总格调 说到了作品 大家都知道 提升格调要受到某种制约 文革里有一类作品 只顾提升格调 结果产生了高大权的人物 和高大权的故事 使人望之生厌 因为这个缘故 领导上也说 要做到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作品里 假如只有格调 就不成个东西 这就是说 格调不是评价作品 唯一的尺度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另外那种东西和格调 是个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 孟子肯定会这么回答 艺术与格调 由色于理 作品里的艺术性 或则暗示集从权的原则 最低限度的出现 或则暗得到最高格调的原则 合理的搭配 比如说 静止去写男女之爱 得分为一 搭配成革命的爱情故事 就可以得到101分 不管怎么说 最后总要得到高大权 我反对把一切统一到格调上 这是因为 它会把整个生活 变成一种得分游戏 一个得分游戏 不管多么隐人入胜 总不能包容全部生活 包容艺术 何况 它根本就没什么意思 假如我要写什么 我就根本不管 它格调不格调 正如谈恋爱时 我绝不从爱祖国谈起 现在可以谈谈 为什么别人说我的作品 格调低 这是因为其中写到了性 因为书中人物 不是按顺序 干完了格调高的事 才来干这件格调低的事 所以 他得分就不高 好在评论界 没有按理与色一百比一的比例 来算他的格调 所以在真正的文学圈子里 对他的评价不低 在海外还得过奖 假如说 这些人数学不好 不会算格调 我是不能承认的 不说别人 我自己的数学相当好 任何一种格调公式 我都能掌握 我写这些作品是有所追求的 但这些追求在格调之外 除此之外 我还怀疑 人得到太多的格调分 除了使别人诧异之外 没有实际的用处 坦白地说 我对色情文学的历史 有一点了解 任何年代 都有些不争气的家伙 写些压压屋的黄色东西 但是真正有分量的色情文学 都是出在格调最高的时代 这是因为 实色性也 只要还没把小命 跟一刀割掉 格调不可能完全高 比方说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 出了一大批色情小说 作者可以说 有相当的文学素质 再比方说 文化革命里流传的 手抄小说 作者的素质 在当时也算不错 要使一个社会中 一流的作者 去写色情文学 必须有极严酷的社会环境 和最不正常的信心理 在这种情况下 色情文学 是对假正经的反击 我认为 目前自己尚写不出 真正的色情文学 也许是因为 对环境感觉鲁钝 前些时候 我国的一位知名作者 写了《废读》 我还没有看 有人说 他是色情文学 但愿他不是的 否则就有说明意了 维多利亚时期的 英国人和文革时的 中国人一样 信心理都不正常 正常的信心理 是把信当作生活中 一件重要的事 但不是全部 不正常 则要么不承认 有这么回事 要么除此什么都不想 假如一个社会的 信心理不正常 那就会两样全战 这是因为 这个社会里 有这样一种格调 使一部分人 不肯提到此事 另一部分人则是 极从权 总而言之 没有一个人 有平常心 作为作者 我知道怎么把作品 写得格调极高 但是不肯写 对于一件愚蠢的事 你只能畅畅反调 在于1995年第四期 中国青年研究杂志 前不久在报纸上 看到一篇文章 谈到有关 魅俗与魅雅的问题 作者认为 米兰 昆德拉用出来一个词 叫做魅俗 是指艺术家为了取悦大众 放弃了艺术的格调 他还说 我们国内有些小玩闹 造出个新词魅雅 简直不知是什么意思 这个词的意思 我倒知道 是指大众受到 某些人的蛊惑或者误导 一味追求艺术的格调 也不问问自己 是不是销售得了 在这方面 我有些经验 都与欣赏音乐有关 高雅音乐格调很高 大概没有疑问 我自己在音乐方面 品位很低 乡村音乐还能听得住 再高就受不了 大约十年前 我在美国 有一次到波士顿去看个朋友 当时正是盛夏 为了躲塞车 我天不亮 就驾车出发 天棒黑时到 找到了朋友 此时他正要出门 他说 离他家不远有个教堂 每晚里面都有免费的高雅音乐会 让我陪他去听 说实在的 我不想去 就推托到 听高雅音乐要西装革履 正经微作 我开了一天的车 疲惫不堪 就算了吧 但是他说 这个音乐会比较随便 属大学音乐系师生排演的兴致 你进去以后 只要不打瞌睡 不中途退场就可 我就去了 到了门口才知道 是演奏布鲁克纳的两首交响曲 我的朋友还拉我在第一排正中就坐 听这两首曲子 在这里坐着 连打喝歉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觉得这两首曲子没闲没淡 没有没言 演奏员在胡吹 胡拉 指挥先生在胡比划 整个感觉和运传相仿 天可连见 我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 坐在又热又闷的教堂里 只要头沾着点东西 马上就能睡着 但还强撑着 把眼睛瞪得滚圆 从七点撑到了九点半 中间有一段 我真恨不能一头碰死算了 布鲁克纳那丝这两首鸟曲 真是没尽透了 如前所述 我在古典音乐方面没有修养 所以没有发言权 可能人家布鲁克纳音乐的春风是好的 不入我这俗人的驴儿 但我总觉得 就算是高雅的艺术 也有功力 水平之分 不可以一概论 总不能移入了高雅的门槛 就是无条件的好 如此立论 就是魅雅了 人可以抱定了魅雅的态度 但你的感官马上就有不同意见 给你些最受 下一个例子我比较有把握 不是我俗 而是表演高雅音乐的人水平低所致 这回是听巴赫的合唱曲 对曲子我没有意见 这可不是崇拜巴赫的大名 是我自己听出来的 这回我对合唱队有点意见 此事的起因 是我老婆教了个中文班 班上有个学生 是匹兹宝事业余乐团的元号手 要我们去听彩排 我们就去了 虽不是正式演出 作为观众却不能马虎 因为根本就没有几个观众 所以我认真打扮起来 穿上三件套的西服 那件衣服的马甲有点瘦 但我老婆说 瘦衣服穿起来精神 所以我把吃牛肉吃胀的肚腩强固了下去 导致自己的横膈膜上升了一寸 有点透不过气来 就这样来到音乐学院的小礼堂 在前排正中入座 等到木齐 见到合唱队 我就觉得出了误会 合唱队正中占了一位极熟的老太太 我在好几个课里和她同学 此人没有八十 也有七十五 我记得她是受了美国政府一项老年人重返课堂项目的资助 书念得不好 但教授总让她及格 我对此倒也没有什么意见 看来她又在音乐系混了一门课 和同学一起来演唱 很不幸的是 人老了 念书的器官会退化 歌唱的器官更会退化 这歌大概也唱不好 但既然来了 就送这位熟识的老人 也得把这个音乐会听好 我们是有这种魅雅的决心的 说句良心话 业余乐团的水平是可以的 起码没走调 合唱队里领唱的先生水平也很高 极致轮到女声不开唱 那位熟识的老太太 按夕阳唱法的要求 拔嘴张员 放声高歌亚美露亚 才半生 眼见的她的假牙 就从口中飞了出来 在空中一张一合 做要咬人撞 飞过了乐池 飞过我们头顶 落向脑后第三排 耳听的亚美露亚变成了一声扑 在此庄重的场合 唱着颂盛的歌曲 虽然没假牙扣不关风 老太太也不便立即退场 憋着嘴假作歌唱 气壮十分古怪 请相信 我坐在那里很严肃地把这一幕听完了 才微笑着鼓掌 所有狂野粗俗的笑都被我咽到肚子里 结果把内脏都震成了碎片 此后三个月 经常咳出一片肺或是一片肝 但因为当时年轻 身体好 居然也没死 笔者行文至此 就你结束 我的结论是 魅雅这件事是有的 而且对俗人来说 有更大的害处 在于1996年第二期 三联生活周刊杂志 关于崇高 70年代发生了这样一回事 河里发大水 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 有位知青下水去追 电线杆没捞上来 人却淹死了 这位知青受到表彰 成了革命烈士 这件事在知青中间 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 我们的一条命 到底底不底地上一根木头 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 不瞒你说 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 所以对这件事记忆犹新 照我看来 我们吃了很多年的饭 才长到这么大 价值肯定比一根木头高 拿我们去换木头 是不值得 但人家告诉我说 国家财产是大意之所在 见到它被水冲走 连想都不要想 就要下水去捞 不要说是木头 就是根稻草 也得跳下水 他们还说 我这种值不值得论调 是种落后言论 幸好还没有说我反动 实际上 我在年轻时 是个标准的愣头青 水性也好 见到大水冲走了木头 第一个跳下水的准是我 假如水势太大 我也可能被淹死 成为劣势 因为我毕竟还不是鸭子 这就是说 我并不缺少虫刀的气质 我只是不会唱那些高调 时隔二十多年 我也读了一些书 从书本知识和亲身经历之中 我得到了这样一种结论 自打孔梦到如今 我们这个社会里只有两种人 一种编写生活的脚本 另一种去演出这些脚本 前一种人是古代的圣贤 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 后一种包括古代的老百姓 和近代的知青 所谓上之下于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就是这个意思吧 从气质来说 我只适合当演员 不适合当编剧 但是看到脚本编得太坏时 总经不住要多上几句嘴 就被当落后分子来看待 这么多年了 我也习惯了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 个人总要做出一些牺牲 牺牲自我 成就超我 这些牺牲就是虫刀的行为 我从不拒绝演出这样的戏 但总希望剧情合理一些 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 举例来说 洪水冲走国家财产 我们年轻人有抢救之责 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总要问问捞些什么 捞木头上称合理 捞到草就太过分 这种言论是对虫刀唱了反调 现在的人会同意 这罪不在我 剧本编得实在差劲 由此就可以推导出 虫刀并不总是对的 低下的一方 有时也会有些道理 实际上 就是唱刀吊的人 见了一根稻草被冲走 也不会跳下水 但不妨碍 他继续这么说下去 事实上 有些虫刀是人所供之的虚伪 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 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虫刀 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 假如这是对的 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能只顾浪漫煽情 要留有余地 换言之 不能够只讲崇高 不讲道理 举例来说 孟子发明了一种伦理学 说轻轻进掌 是人的良知良能 孝敬父母 忠君爱国是人间的大义 所以 陈明向君父奉献一切 就是崇高之所在 孟子的文章写得很煽情 让我自愧不如 他老人家要是肯去作诗 就是中国的败论 只可惜不讲道理 陈明奉献了一切之后 靠什么活着 再比方说 在七十年代 人们说 大公无私 就是崇高之所在 为公前进一步死 强迫了为私后退办不生 这是不讲道理的 我们都死了 谁来干活呢 在煽情的伦理流行之时 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 因为照那些高调去生活 不是累死 就是饿死 高调加虚伪 才能构成一种 可行的生活方式 从历史上我们知道 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 理学越兴盛 人也越虚伪 从亲身经历中 我们知道 七十年代的调门最高 至今为了上大学 回城 什么事都干出来了 有种虚伪是 不该受谴责的 因为这是为了能活着 现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 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 还是一味煽情 假如是后者 那就是犯了老毛病 与此相反 在英国倒是出现了一种 一点都不煽情的伦理学 让我们先把这相反的事情说上一说 罗素先生这样评价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家 这些人的理论虽然显得悲伤 但却关心同胞们的福利 所以他们本人的品格是无可挑剔的 然后再让我们反过来说 我们这里的伦理学家既然提倡相反的伦理 评价也该是相反的 他们的理论虽然崇高 但却无视多数人的利益 这种偏执还得到官方的奖励 在七十年代 高调唱得好 就能升官 他们本人的品行如何 也就不好说了 我总觉得 有煽情气质的人唱高调 是浪费自己的才能 应该试试去写诗 照我看 七十年代的正宫干部 都有诗人的气质 把营造社会伦理的工作 让给那些善讲道理的人 于公于私 这都不是坏事 在于1996年第四期 中国青年研究杂志 荷兰牧场与父老相亲 我到荷兰去旅游 看到运河边上有个风车 风车下面有一片牧场 就站下来看 然后被震惊了 这片牧场在一片低洼地里 远低于运河的水面 阴阴的绿草上 有些奶牛在吃草 乍看起来 不过是一片乡村景象 细看起来就会发现些别的 那些草地的中央涌起 四周环一浅沟 整个地面 像瓦棱铁一样略有起伏 下凹的地方和沟渠相接 浅沟通向深沟 深沟又通向渠道 所有的渠道都通到风车那里 这样一来 哪怕天降大雨 牧场上也不会有积水 水都流到沟渠里 等着风车把它抽到运河里去 如果没有这样精巧的排水系统 这地方就不会有牧场 只会有沼泽地 站在运河边上 积木所见 到处是这样井然有序的牧场 这些地当然不是天生这样 它是人悉心营造的结果 假如这种田园出于 现代工程技术人员之手 那倒也罢了 实际上 这些运河 风车 牧场 都是17世纪时荷兰人的作品 我从17岁就下乡插队 南方北方都插过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土地 我在山东老家插过两年队 什么活都干过 74年的春夏之交 天还没有亮 我就被一阵 哇哇乱叫的 有线广播声吵起来了 这种哇哇的声音提醒我们 现在已经是电子时代 然后我紧紧裤腰带 推起独轮车 给地里送份 独轮车很不容易叫我想起 现在是电子时代 俗话说得好 重地不上份 等于瞎胡混 我们老家的人就认这个理 独轮车的好处在于 它可以在各种糟糕的路上走 绕过各种坑和石头 坏处在于它极难操纵 很容易连人带车一起翻掉 我们老家的人在提高 推车技巧方面不遗余力 达到了杂技的水平 举例来说 有人可以把车推过门槛 有人可以把它推上台阶 但不管技巧有多高 还是免不了栽跟头 而且总造成敌青脸肿的后果 现在我想 与其在车际上下苦工 还不如把路修修 我在欧洲游玩时 发现那边的乡间道路极为美好 但这件事就是没人干 不要说田间的路 就是村里的路也很糟 说不清是路还是坑 我们老家那些地都在山上 下乡时我带了几双布鞋 全是送粪时穿坏的 整双鞋像新的一样 只是后跟豁开了 我的脚脖子经常抽筋 现在做梦梦到推粪上山 还是要抽筋 而且那些粪也不过是美其名为粪 实则是些垫猪圈的土 学大战时要凑上报数字 常常钢垫上就挖出来 猪还来不及在上面排泄呢 我去起圈时 猪老诧异地看着我 假如他会说话 肯定要问问我 抽什么疯呢 有时我也觉得不好意思 就揍他 被猪看成笨蛋 这是不能忍受的 坦白地说 我自己绝不可能把一车份推上山 坡道太陡 空手走都有点喘 实际上山边上有人在接应 小车推到坡道上 就有人用绳子套住 在前面拉 和两人之力 才能把车弄上山去 这省了我的劲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就更笨了 这道理是这样的 这一车份有100公斤 我和小车加起来 也快有100公斤了 为了送100公斤的份 饶上我这100公斤已经很笨 现在又来了一个人 这就不只是100公斤 刨去做无效工不算 有效工不过是送上去一些土 其中肥料的成分本属虚无缥缈 好在这些蠢是猪是看不到的 假如看到的话 不知他会怎么想 土里只要含有微量他老人家的分尿 人就要不惜劳力送上高山 他会因此变成自大狂 甚至提出应该谁吃谁的问题 从任何意义上说 送粪这种工作绝不比 从低洼地里提水更有价值 这种活迹 本该交给丰能去干 犯不着动用宝贵的人体生物呢 我总以为 假如我老家住了些 17世纪的荷兰人 肯定遍山都是缆车 所道 他们就是那样的人 工程师 经济学家 能工巧匠 至于我老家的乡亲 全是些勤劳朴实 缺少心计的人 前一种人的生活比较舒服 这是不容争辩的 现在可以说说我是种什么人 在老家时 我和乡亲们相比 显得更加勤劳朴实 更加少心计 当年我想的是 我得装出很能吃苦的样子 让村里的贫下中农 觉得我是个好人 推荐我去上大学 跳出这个火坑 顺便说一句 我虽有这种卑鄙的想法 但没有得逞 大学还是我自己考上的 既然他们没有推荐我 我就可以说几句坦白的话 不算占了便宜 又卖乖 村里的那些活 弄得人一会儿腰疼 一会儿腿疼 尤其是拔麦子 拔得手疼不已 简直和上行没什么两样 食指连心嘛 干嘛要用他们干这种受罪的事呢 当年我假装很受用 说什么身体在受罪 思想却变好了 全是魅心话 说良心话就是 身体在受罪 思想也更坏了 变得更阴险 更奸诈 当年我在老家插队时 共有两种选择 一种朴实的想法 是在村里苦挨下去 将来成为一位可敬的父老乡亲 一种狡猾的想法 就是从村里混出去 自己不当父老乡亲 反过来歌颂父老乡亲 这种歌颂虽然动听 但多少有点虚伪 站在荷兰牧场面前 我发现还有第三种选择 对于个人来说 这种选择不存在 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 它不仅存在 而且还是正途 在于1996年第十二期 三联生活周刊杂志 养鬼子与孤鸿鸣 我看过一些荒唐的书 因为这些书 我丧失了天真 在英文里 丧失天真 Luce Innocent 兼有变得奸华的意思 我就是这么一种情形 我的天真丢在了 匹兹堡大学的图书馆里 我在那里借了一本书 叫做 一个养鬼子 在中国的快乐经历 里面写了一个 美国人在中国的游历 从表面上看 该养鬼子是 华夏文化的狂热爱好者 清朝末年 他从上海一下船 看了中国人的模样 就喜欢得要发狂 别人喜欢我们 这会使我感到高兴 但他却另当别论 这家伙是个cidist 还是个bisexual 用中国话来说 是个双性恋的性虐待狂 被这种人喜欢上 是没法高兴的 除非你 正好是个受虐狂 我和大多数人一样 有着正常的性取向 咱们这些人 见到满大街 都是漂亮的异性 就会感到振奋 作为一个男人 我很希望到处都是 美丽的姑娘 让我一饱眼福 女人的想法就不同 他希望到处都是 漂亮小伙子 这些愿望都属正常 古书上说 海上有竹臭之夫 这位竹臭之夫 喜欢闻胡臭 他希望每个人 都长两个臭叶窝 而且都是熏死狐狸 骚死黄鼠狼那一种 这种愿望 很难叫做正常 除非你以为 戴防毒面具 是种正常的模样 而那个虐待狂养鬼子 他的理想 是到处都是受虐狂 这种理想 肯定不能叫做正常 很不幸的是 在中国他实现了理想 他说 他看到的中国男人 都是那么唯唯诺诺 头顶剔得半突不突 还留了猪尾巴似的小辫子 这真真好看死了 女人则把脚缠得尖尖的 要别人掺着才能走路 走起来那种娇羞无力的苦样 他看了也要发狂 从表面上看 慈养鬼子对华夏文化的态度 和已故的 姑鸿鸣老先生的论点 很相似 姑老先生 既赞成妇女缠足 也赞成男人留辫子 有人说 姑先生是文化怪姐 我同意这个 怪字 但怪不一定是好意思 从寻常人的角度来看 say this就很怪 好在他们并不侵犯别人 只是偷偷寻找性伴侣 有时还真给他们找到了 因为另有一种 Mazakist 受虐狂 和他们一拍即合 结成了对子 他们就找个僻静地方 去玩他们的性游戏 这种地点叫做密室 主要是举行一些仪式 享受那种气氛 并不当真动手 这就是西方社会里的 SN故事 但也有些 sadist 一时找不着罢 我说到的这个就是 他一路找到中国来了 据他说 有些西洋男人在密室里 给自己戴上狗袋的香圈 也没有剃个阴阳头 留条猪尾巴好看 他还没见过 哪个西洋女人 肯于拔脚裹成猪蹄子 他最喜欢看这些样子 觉得这最为性感 所以他是性变态 至于顾鸿明先生 有什么毛病 我就说不清了 那个养鬼子 见到中国人给人磕头 心里兴奋得难以自制 真没法想象 有这么性感的姿势 双膝下跪 以头抢地 口中还说着一些 驯服的话语 他以为受跪拜者的心理 一定欲先欲死 听说臣子见皇帝 要行三颗九寇之礼 他马上做起了皇帝梦 每天做那么快乐的性游戏 死了都止 总而言之 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 在他看来 都是妙不可言的 性游戏和性仪式 只可惜 他是个养鬼子 只能看 不能玩 在那本书里 还特别提到了 中国的司法制度 老爷坐在堂上 端然不动 罪人跪在堂下 挨挨地哭诉 这情景 简直让他神魂飘荡 老爷扔下一根签 就有人把罪人按翻 扒出屁股来 挥板子就打 这个养鬼子看了几次 感到心仰难熬 简直想扑上去 把官老爷挤掉 自己坐在那位子上 终于他花了几百两银子 买动了一个小衙门 做了一回堂 让一个妓女 伴做女犯 打了一顿 他的变态性欲 因此得到了满足 满意而去 在那本书里 还有一张照片 是那养鬼子 扮成官老爷 和衙医们的流影 这倒没什么说的 中国古代过堂的方式 确实是种变态的仪式 不好的是真打屁股 不是假打 并不像他以为的那么好玩 所以 这种变态比SM还糟 我知道 有些读者会说 那养鬼子 自己不是个好东西 所以 把我们的文化看歪了 这话安慰不了我 因为我已经丧失了天真 坦白地说吧 在养鬼子的SM密室里有什么 我们这里就有什么 这种依对应的关系 恐怕不能说是偶合 在密室里 有些Mazochist 把自己叫做奴才 把Sidist叫做主人 中国有把自己叫贱人 奴婢的 有把对方叫老爷的 意思差不多 有些M在密室里说 自己是条虫子 称对方是太阳 中国人不说虫子 但有说自己是砖头 和螺丝钉的 至于只说 对方是太阳 那就太不够味 还要加上最红最红的前缀 这似乎说明 我们这里 整个是一座密室 光行寺说明不了什么 还要神似 孤鸿鸣先生说 华夏文化的精神 在于一种良民宗教 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的 绝对的忠诚其丈夫 忠诚的含义 包括帮他那切 每个男人都无私的 绝对的忠于其君主 国王或皇帝 无私的含义 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 每个男人在密室里 大概也是这样忠于自己的F 这是一种无限词服 无限谄媚的精神 清王朝垮台后 不准那切也不准打屁股 但这种精神还在 终于在文革里达到了顶峰 在五四时期 孤先生被人叫做老怪物 现在却被捧为 学贯中西的文化怪姐 重印他的书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也许 是为了让虐待狂的洋鬼子 再来喜欢我们 在于1996年第十五期 三联生活周刊杂志 高考经历 1978年我去考大学 在此之前 我只上过一年中学 还是12年前上的 中学的功课 或者没有学 或者全忘光 家里人劝我说 你毫无基础 最好还是考文科 免得考不上 但我就是不听 去考了理科 结果考上了 家里人还说 你记忆力好 考文科比较有把握 我的记忆力是不错 一本很厚的书看过以后 里面每个细节都能记得 但是书里的人民地民年代等等 差不多全都记不得 我对事情实际的一面 比较感兴趣 如果你说的是种状态 我马上就能明白 是怎样一种情形 如果你说的是种过程 我也马上能理解照你说的 前因如何 后果则会如何 不但能理解 而且能记住 因此 树里话对我来说 还是相对好懂的 最要命的是这类问题 一件事 他有什么样的名分 应该怎样 把他耐入民意的体系 或者说 对他该用什么样的提法 众所周知 提法总是要背的 我怕的就是这个 文科的鼻祖孔老夫子说 必也正名乎 我也知道正名重要 但我老觉得 把一件事搞懂更重要 我就怕名也正了 眼也顺了 事也成了 最后成的是什么事情 倒不大明白 我层次很低 也就配去学学理科 当然 理科也要考一门 需要备的课程 这门课几乎要了我的命 我记得当年准备了一道题 叫做十次路线斗争 它完全是我的噩梦 每次斗争 都有正确的一方 和错误的一方 正确的一方不难回答 错误的一方的代表人物 是谁就需要记了 你去问一个基督徒 谁是你的救主 他马上就能答上来 他是我主耶稣啊 我的情况也是这样 这说明我是个好人 若问 请答出著名的十大魔鬼是谁 基督徒未必都能答上来 好人记魔鬼的名字干什么 我也记不住错误路线代表人物的名字 这是因为我不想犯路线错误 但我既然想上大学 就得把这些名字记住 十次路线斗争比这里解释的还要难些 因为每次斗争都分别是反左或反右 需要一一记轻 弄得我头大如斗 坦白说 临考前一天 我整天举着双手 对着十个手指一一没送着 总算是记住了所有的左和右 但我光顾了记题上的左右 把真正的左右都忘了 以后总也想不起来 后来在美国开车 我老婆在旁边说 往右拐 或者往左拐 我马上就想到了陈独秀或者王明 弯却拐不过来 把车开到了马路崖子上 把保险杠撞坏 后来改为揪耳朵 情况才有好转 保险杠也不坏了 可恨的是 这道题还没考 一门课就把我考成了这样 假如门门都是这样 肯定能把我考的连自己是谁都忘掉 现在回想起来 幸亏我没去考文科 幸亏我还有这么点自知之明 如果考了的话 要么考不上 要么被考傻掉 我当年的考友里 有志文科的背功都相当了得 有位仁兄准备功课时 是这样的 石冬腊月 他穿着件小棉袄 龙着手在外面溜达 弓着个腰 嘴里念念叨叨 看上去像个挑大神的老太婆 你从旁边经过时 叫住他说 来 考你一考 他才把手从袖子里掏出来 袖子里还有高考复习材料 他把这东西递给你 不管你问哪道题 他先告诉你 答案在第几页 第几自然段 然后就像炒豆一样背起来 再据尾段下来 告诉你 这里是豆号还是句号 当然 他背的一个字都不错 连标点都不会错 这位人兄最后以优异的成绩 考进了一所著名的文科大学 对这种背功 我是真心羡慕的 至于我自己 一杯东西就困 那种感觉和煤气中毒以后差不太多 跑到外面去挨洞倒是不困 清水鼻涕 却要像开闸一样往下流 看起来甚不雅 我觉得去啃几道数学题 倒会好过些 说到数学 这可是我最没把握的一门课 因为没有学过 其实哪门功课我都没学过 全靠自己瞎琢磨 物理化学还好琢磨 数学可是不能乱猜的 我觉得自己的数学肯定要砸 谁知最后居然还急了隔 听说那一年发生了一件怪事 经教某中学毕业班的学生 数学有人教的 可考试成绩通通是零代 连个得0.5分的都没有 把卷子调出来一看 都答得满满的 不是白卷 学生说 这门课听不大懂 老师让他们死机硬背来的 不管怎么说吧 也不该都是零分 后来发现 他们的数学老师 也在考大学 数学得分也是零 别人知道了这件事都说 这班学生的背功 真是了得 不是吹牛 要是我在那个班里 数学肯定得不了零分 老师让我背的东西 我肯定记不住 既然记不住 一分两分总能得到 在于1997年第十一期 三联生活周刊杂志 盛庄五部 出入大学的门槛 我发现有个同学和我很相像 我们俩都长得人高马大 都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 而且都能言善变 后来发现 他不仅和我同班 而且同宿舍 于是感情就很好 每天吃完了晚饭 我要在校园里散步 他必在路边等我 伸出手臂说 年兄请 这家伙把我叫做年兄 好像我们是同科的近视或者举人 我也说 请 于是就手臂挽着手臂 有点像一对情人 在校园里六起弯来 一路走 一路高堂阔论 像这个样子 在美国是有危险的 有些心胸狭隘的家伙 会拿枪来打我们 现在走在上海街头 恐怕也不行 但是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 在北京的一所校园的角落里溜溜 还没什么大问题 当然 有时也有些人跟在我们身后 主要是因为 这位年兄伯谷通经 满肚子都是典故 而我呢 如你所知 能胡编是我吃饭的本事 我们俩聊 听起来蛮有意思的 有些同班同学跟着我们 听我们胡扯 从季晓兰一路扯到爱因斯坦 这些前辈在天之灵 听到我们的谈话内容 可能会不高兴 到了七中七末 功课繁忙 大家都去准备考试 没人来听我们胡扯 散步的 就剩下我们两个人 我们俩除了散步 有时还跳跳踢踏舞 严格地说 还不是踢踏舞 此事的起因是 这位年兄曾在内蒙插队 对马儿极有感情 一看到电视 上演到马术比赛 尤其是盛装舞步 他马上就如痴如狂 我曾给他出过这样的主意 等放了暑假 你回插队的地方 弄皮马来练练好了 他却说 我们那里只有小个子蒙古马 骑上去他就差不多了 怎忍心让他来跳舞 再说 屏下钟目也不会答应 他们常说 糟蹋马匹的人不得好死 然后 他忽然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 阿雅年兄 咱们俩合起来是四条腿 和马的腿一样多吗 他建议我们来练习圣装舞步 我也没有不同意见 反正吃饱了要消消食 两条大汉扣着膀子乱跳 是有点古怪 但我们又不是在大街上跳 而是在偏僻小路上跳 所以没有妨碍谁 再说 我们俩都是出了名的特立独行之士 无论是老师 还是学生干部 全都懒得来管我们 后来有一天 有个男同学 经过我们练习舞步的地方 记得他是上海人 戴覆小眼镜 他看了我们一阵 然后冲到我们面前来说 像你们俩这样可不行 不像话 说完就走了 这位同学走了以后 我们停了一会儿 年兄问道 刚才那个人说了什么 我说 不知道 这个人好像有毛病 咱们怎么办 年兄说 不理他 接着跳 直到操练完毕 我们才回宿舍拿书 去阅览室晚自习 第二天傍晚 还在老地方 那位小眼镜又来了 他皱着眉头 看了我们半天 忽然冲过来说 那件事还没公开化呢 说完就又走了 这回我们连停都懒得停 继续我们的把戏 但不要以为我们是傻子 我知道人家说的那件事是同性恋 很不巧的是 我们俩都是坚定的异性恋者 我的情况尚属一般 年兄不仅是坚定的异性恋 而且还有点骚 见了漂亮女生 就两眼放光 口若悬河 当然 同样的话 年兄也可以用来说我 所以实际情况是 说我们俩是同性恋 不仅不正确 而且很离谱 那天晚上 那位眼睛看到的 不是同性恋者快乐的舞蹈 而是一匹性情温良的骏马 在表演左跨步 文化人类学指出 不同文化 不同价值观的人之间 会发生误解 明明你在做这样一件事 他偏觉得你在做另外的事 这就是见误解的例子 你若说 我们不该引起别人的误会 这也是对的 但我们躲到哪 他就追到哪 老在一边乱嘀咕 我和年兄在校园里操练舞步 有人看了觉得很可耻 但我们不理睬他 我猜这个人会记恨我们 甚至在心里用孟夫子的话骂我们 无耻之耻 无耻以 我们不理他 是因为他把我们想错了 顺便说一句 孟老夫子的基本方法是推挤及人 这个方法是错误的 推挤往往及不了人 不管从谁那推出 我们是同性恋都不对 因为我们不是的 但这不是说 我们拒绝批评 批评只要稍微有点靠谱 我们就听 有一天 我们正在操练舞步 有个女同学从那经过 笑了笑说 狗撒尿 然后飘然而去 我们的步伐和狗撒尿不完全一样 说实在的 要表演真正的狗撒尿步伐 非职业舞蹈家不可 远非我二人的跨骨力所能及 但我们忽然认为 盛装舞步 还是用马匹来表演为好 我早就从大学毕业了 靠写点小文章过生活 不幸的是 还是有人要误解我 比方说 我说人若追求智慧 就能从中得到快乐 就有人来说 我是民族虚无主义者 他一点都不懂我在说什么 他还说理性已经崩溃了 一个伟大的 非理性的时代就要降临 如此看来 将来一定满世界都是疯子 傻子 我真是不明白 满世界都是疯子和傻子 这就是民族实在主义吗 既然谁都不明白 谁在说些什么 就应该互不搭理才对 我在这方面做得不错 我从来不看有谈气的思辨文章 除非点了我的名 以免误解 至于我写的这种幽默文章 也不希望他被有谈气的思辨学者看到 我有个外甥 天资聪明 虽然不慎用功 也考进了清华大学 对这件事 我是从他母系的血缘上来解释的 作为他的舅舅之一 我就极聪明 这孩子爱好摇滚音乐 白天上课 晚上弹吉他唱歌 还聚了几个同好 自称是在排演 但是邻居感到悲愤 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吉他上 有一种名为噪声发声器的设备 可以弹出砸碎铁锅的声音 要说清华的功课 可不是闹着玩的 每逢考期临近 他就要熬夜突击准备功课 这样一来就找不着时间睡觉 几个学期下来 眼见的尖嘴猴腮 两眼乌青 瘦得可以飘起来 他还想毕业后以摇滚音乐为生 不要说他父母觉得灾祸临门 连我都觉得玩摇滚 很难成为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 除非他学会喝风扼烟的本领 作为摇滚青年 我外甥也许能找到个 在酒吧里周末弹唱的机会 但也挣不着什么钱 假如吵着了酒吧的邻居 或者遇到了要整顿什么 还有可能被请去蹲派出所 这种是我听说过 此类青年常在派出所的墙根下蹲成一排 壮如在公厕里 和警察同志做轻松之调侃 当然 最后还要家长把他们领出来 这孩子的父母 也就是我的姐姐 姐夫 对这种前景深感忧虑 他们是体面人 丢不起这个脸 所以长辈们常要说他几句 但他不肯听 最不幸的是 我竟是他的楷模之一 我可没蹲过派出所 只不过是个自由撞导人 但不知为什么 他觉得我的职业和摇滚青年有近似之处 口口声声尽说 舅舅可以理解我 因为这个缘故 不管我愿意不愿意 我都要负起责任 劝我外甥别做摇滚乐手 按他所学的专业去做电气工程师 虽然在家族之内 这是野蜀思想工作之类 按说该从理想 道德谈起 但因为在生就之间 就可以免掉 静止进入主题 小子 你爸你妈养你不容易 好好把书念完 找个正经工作吧 别让他们操心了 回答当然是 他想这样做 但办不到 他热爱自己的音乐 我说 有爱好 这很好 你先挣些钱来把自己养住 再去爱好不迟 摇滚音乐我也不懂 就听过一个一无所有 歌是蛮好听的 但就这题目而论 好像不是一种快乐的生活 我外甥马上接上来道 舅舅 何必要快乐呢 痛苦是灵感的源泉啊 前人不是说 没有痛苦 叫什么诗人 我记得这是莱蒙托夫的诗句 连这话他都知道 事情看来 很有点不妙了 痛苦是艺术的源泉 这似乎无法辩驳 在舞台上 人们唱的是黄土高坡 一无所有 在荧幕上 看到的是 老景局斗 秋军打官司 不但中国 外国也是如此 就说音乐吧 柴科夫斯基 如歌的行版 是千古绝唱 据说素材是俄罗斯民歌 小意外 那也是人民痛苦的心声 美国女歌星马瑞 凯瑞 以黑人灵歌的风格演唱 这可是当年黑奴们唱的歌 照此看来 我外甥决心选择一种痛苦的生活方式 以此净化灵魂 达到艺术的高峰 该是正确的 但我偏说他不正确 因为他是我外甥 我对我姐姐总要有个交代 因此我说 不错 痛苦是艺术的源泉 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 柴科夫斯基 自己可不是小意外 马瑞 凯瑞 也没在南方的种植园里收过棉花 唱黄土高坡的 都打扮得珠光宝气 眼秋菊的卸了妆一点都不悲惨 他有的是钱 听说他还想嫁个大款 这种种事实说明了一个真理 别人的痛苦 才是你艺术的源泉 而你去受苦 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 因为我外甥是个聪明孩子 他马上就想到了 虽然开掘出艺术的源泉 却不是自己的 这不合算 虽然我自己并不真正地想 但我把外甥说服了 他同意好好念书 毕业以后不搞摇滚 进公司去挣大钱 取得了这个成功之后 这几天我正在飘飘然 觉得有了一技之长 谁家有不听话的孩子 都可以交给我说服 我也准备收点费 除写作之外 开辟个第二职业 职业思想工作者 但本文的目的 却不是吹嘘 我有这种本领 给自己做广告 而是要说明 思想工作有各种各样的做法 本文所示 就是其中的一种 把正面说服 和黑色幽默结合起来 马上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在于1996年第十四期 三联生活周刊杂志 题为我和摇滚青年 我看老三界 我也是老三界 本来该念书的年龄 我却到云南挖坑去了 这件事对我有害 尚在其次 还惹得父母为此而忧虑 有人说 知青的父母 都要因儿女儿减瘦 我家的情况就是如此 做父母的总想庇护 未成年的儿女 在特殊年代里 无力庇护 就代之以忧虑 身为人子 我为此感到内疚 尤其是先父去世后 更是如此 当然 细想起来 罪不在我 但是感情总不能自已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 两千万之青境遇不同 有人感觉好些 有人感觉坏些 讨论整个老三界现象 就该把个人感情贴出在外 有颗平常心 老三界的人 对此会缺少平常心 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这件事极不寻常 怎么就落在我们身上 这真叫活见鬼了 人生在什么国度 赶上什么样的年月 都不由自己来决定 所以这件事说到底 还是造化弄人 上山下乡 是件大坏事 对我们全体老三界来说 它还是一场飞来的恨火 当然 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恨火中得意 举例来说 这种特殊的经历 可能会有益于写作 但整个事件的性质 却不可因此混淆 我们知道 有些盲人眼睛并没有坏 是脑子里的病 假如脑袋受到重击 就可能复免 假设有这样一位盲人扶杖 爬上楼梯 有个不良少年 为了满足自己无聊的幽默感 把他一脚踢了下去 这位盲人因此赴了名 但盲人滚下楼梯依然是件惨痛的事 尤其是踢盲人下楼者 当然是个下流胚子 绝不能因为该盲人复明就被看成是好人 这是一种简单的逻辑 大意是说 坏事就是坏事 好事就是好事 让我们先言尽于此 至于坏事可不可以变成好事 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 我有一位老师 有先天的残疾 生下来使手心朝下 脚心朝上 不管自己怎么努力 都不能改变手脚的姿态 后来他到美国 在手术台上被人大泄八块 又装了起来 勉强可以行走 但又多了些后遗症 他向我坦白说 对自己的这个残疾 他一直没有平常心 我在娘胎里没做过坏事 怎么就这样被生了下来 后来大夫告诉他说 这种病有六百万分之一的发生几率 换言之 他中了个一笔六百万的大财 我老师就此恢复了平常心 他说 所谓造化弄人 不过如此而已 这个才我认了 他老人家在学术上有极大的成就 客观地说 和残疾是有一点关系的 因为别人玩时 他总在用功 但我没听他说过 谢天谢地 我得了这种病 总而言之 在这件事上 他是真正地有了平常心 顺便说一句 他从没有坐着轮椅上台讲用 我觉得这样叫好 对残疾人的最大尊重 就是不把他当残疾人 坦白地说 身为老三界 我也有没有平常心的时候 那就是在云南挖坑时 当时我心里想 妈的 比我们大的可以上大学 我们就该修理地球 真是不公平 这是一类想法 这个想法后来演变成 比我们小的也直接上大学 就我们非得先挖坑后上学 真他妈的不公平 另一类想法是 我将来要当作家 吃些苦 可能是大好事 托斯托耶夫斯基 还上过脚手台呢 这个想法后来演变成 现在的年轻人没吃苦 也当不了作家 这两种想法搅在一起 会使人彻底糊涂 现在 我出了几本书 但我却以为 后一种想法是没有道理的 假定此说是有理的 想当作家的人就该时常把自己吊起来 想当历史学家的人就该学太史工去掉自己的南根 想当音乐家的人就该买个风稿来家把自己震聋 以便像贝多芬 想当画家的人就该割去自己的耳朵 混冲繁高 什么都想当的人就得把什么都去掉 像个帮子 听起来就不是个道理 总的来说 任何老三界优越的理论都没有平常心 当然我也反对任何老三界恶劣的说法 老三界正在壮年 耳朵和南根齐背 为什么就不如人 在身为老三界这件事上 我也有了平常心 不就是荒废了十年学业吗 这个财老子也认了 现在不过四十来岁 还可以努力吗 现在来谈谈那种坏事可以变好事 好事也可以变坏事的说法 它来源于伟人 在伟人的头脑里是好的 但到了寻常人的头脑里 就不起好作用 有时弄得人好赖不知 相臭不知 对我来说 好就是好 坏就是坏 这个逻辑很够用 人生在世 会遇到一些好事 还会遇上些坏事 好事我承受得起 坏事也承受得住 就这样坦荡荡 做个寻常人也不坏 本文是对中国青年研究 第四期上彭四清先生文章的回应 坦白地说 我对彭先生的文章不满 岂先是因为他说了老三界的坏话 在我看来 老三界现象 老三界情节 是我们这茶人没有平常心造成的 人既然不是机器 偶尔失去平衡 应该是可以原谅的 但是仔细想来 文革过了快二十年了 人也不能总是没有平常心呢 老三界文人的一些自我吹嘘的言论 连我看着都肉麻 让我们先言尽于此 对于彭先生所举老三界 心态的种种肉麻之处 我是同意的 然后再说说 我对彭先生的不满之处 彭先生对老三界的看法是否定的 对此 我倒不想争辩 想争的是他讲出的那一番道理 他说老三界有种种特殊遭遇 所以他们是些特殊的人 这种特殊的人不怎么高明 这是一种特别糟糕的论调 反过来 说这种特殊的人特别好 也同样的糟 这个论域貌似属于科学 其实属于伦理 它还是一切法西斯和偏执狂的测原地 我老是生出来时 绞心朝上 但假如说的不是身体而是心智 就不能说它特殊 老三界的遭遇是特别 但我看他们也是些寻常人 对黑人 少数民族 女人 都该做如是观 罗素先生曾说 真正的伦理原则 把人人同等看待 我以为这个原则是说 当与吉他人时 首先该把他当个寻常人 然后再论他的善恶是非 这不是尊重他 而是尊重那人 从最深的意义上说 更是尊重自己 所有的人毕竟属同一物种 人的成就 过失 美德和陋习 都不该用他的特殊来解释 You are special 这句话只适于对爱人讲 假如不是这么用 也很肉麻 在于1995年第六期 中国青年研究杂志 题为以平常心看老三界 我对国产片的看法 我很少出去看电影 近来在电影院看过的国产片子 大概只有红粉 在红粉这部片子里 一个嫖客 两个妓女 生离死别 演出多少悲壮的故事 看了让人起鸡皮疙瘩 由此回想起 十多年前看过的一部国产片 《卢山恋》 男女主人公在卢山上谈恋爱 狂呼烂喊 I love my motherland 有如董存瑞炸碉堡 不知别人怎么看 我的感觉是不够妥当 这种不妥当的片子 多得不计其数 恕我不一列举 作家内伯科夫曾说 一流的读者不是天生的 他是培养出来的 卢山恋 这大概是因为编导对观众的培养之功 但是这样的观众恐怕不能算是一流的 所以我们可以改改内伯科夫的话 三流的影视观众不是天生的 他也是培养出来的 作为欣赏者 我们开头都是二流水平 只有经过了培养 才会特别好或是特别坏 在坏的方面 我可以举个例子 最近几年 中央台长演一些历史题材的连续剧 片子一上电视 编导就透过各种媒体说 这部片子的人物 情节 器具 歌舞 我们都是考证过的 我觉得这很没意思 可怪的是 眉眼这种电视片 报纸上就充满了观众来信 对人物年代做些繁琐考证 我也觉得挺没劲 似乎电视片的编导 已经把观众都培养成了考剧迷 当然 也有各把漏网之余 笔者就是其中之一 但就一般来说 影视的编导就是莫所领寅 总是有理 平良心说 现在的情况不算坏 文化革命里 人们只看八个样板戏 也没人说不好 在那些年月里 培养出了一些 只会欣赏样板戏的观众 在现在的年月里 也培养了一批只会考证的观众 说到国产片的现状 应该把编导 对观众的培养考虑在内 作为一条漏网之余 我对电影电视 有些不同的看法 我想从上面欣赏一些 叫做艺术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说 国产片的一些编导 犯下了双重罪孽 其一 自己不妥当 其二 把观众也培养得不妥当 不过这种情况 已经发生了变化 近年来 中国电影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有些片子还在国际上的了讲 我认为 这些片子是好的 但也有一点疑问 怎么都这么惨咧咧 苦兮兮的 霸王别姬里 剁下了一根手指头 红高亮里 扒下了一张人皮 我们国家最好的导演 对人类的身体 都充满了仇恨 当个艺术家 有什么风格都可以 但说到群体 就该有另一种标准 打个比方来说 我以为 英国文学是好的 自莎士比亚一将 名家辈出 内中有位哈代先生 写出的小说惨绝人寰 但他的小说也是好的 倘若英国作家 自莎士比亚一将 全是哈代的风格 那就该有另一种评价 英国文学是有毛病的 最近 新德勒名单 大获成功 我听说有位大导演说 这正是我们的戏录 我们也可以拍这种 表现民族苦难的片子 以我之见 按照我们的戏录 这种片子是拍不出来的 除非把活做到荧幕之外 请影院工作人员 扮成日本兵 手情燃血的假刺刀 随着剧情的进展 来捅我们的肚皮 当然 假如上演这样的片子 剧院外面该挂个牌子 为了下一代 孕妇免禁 话虽如此说 我仍然以为张艺谋 陈凯歌不同反响 不同反响的证明 就是 他们征服了外国的观众 而外国的观众 还没有经过中国编导的培养 假如中国故事片 真正走向了世界 情况还不知是怎样 莫伯桑曾说 提笔为文 就想到了读者 有些读者说 请让我笑吧 有些读者说 请让我哭吧 有些读者说 请让我感动吧 在中国 有些读者会说 请让我们受教育吧 我举这个例子 当然是想用莫伯桑和读者 来比喻影视编导与观众 敏感的读者肯定能发现其中的可笑之处 作品培养了观众的口味 观众的口味再来影响作者 像这样颠过来 倒过去 肯定是很没劲 特别是 假如编导不妥当 就会使观众不妥当 观众又要求编导不妥当 这样下去 大家都越来越不妥当 作为前辈大师 莫伯桑当然知道这是个陷阱 所以他不往里面跳 他说 只有少数出类拔萃的读者才会要求 请凭着你的本心 写出真正好的东西来 他就为这些读者而写 我也想做一个出类拔萃的观众 所以也这样要求 请凭着你的本心去拍片 但是 别再扒人皮了 这样下去有点不妥当 对于已经不妥当的编导 就不知说些什么 也许 该说点题外之语 我在影视圈里也有个把朋友 知道拍片子难 上面要审本子审片 这是一 找钱难 这是二 还有三和四 就没必要一一列举 其中肯定有一条 观众水平低 不过 我不知该怪谁 这只是一时一地的困境 而艺术是永恒的 此时此地 讲这些就如风话一般 但我偏还觉得自己是一本正经的 在于1995年第十期演艺圈杂志 我为什么要写作 有人问一位登山家 为什么要去登山 谁都知道登山这件事既危险 又没什么实际的好处 他回答道 因为那座山峰在那里 我喜欢这个答案 因为里面包含着幽默感 明明是自己想要登山 偏说是山在那里 使他心里痒痒 除此之外 我还喜欢这位登山家干的事 没来由地往悬崖上爬 它会导致肌肉疼痛 还要冒摔出脑子的危险 所以一般人尽量避免爬山 用热力学的角度来看 这是个减伤现象 极为少见 这是因为人总是趋利避害 热力学上把自发现象叫做伤增现象 所以趋害避力肯定减伤 现在把登山和写作相提并论 势必要招致反对 这是因为最近十年来中国有过小说热 诗歌热 文化热 无论哪一种热都会导致大量的人投身写作 别人常把我看成此类人世中的一个 并且告诫我说 现在都是什么年月了 你还写小说 言下之意是言下是经商热 我该下海去经商了 但是我的情形不一样 前三种热发生时 我正在美国念书 丝毫没有受到感染 我们家的家训是不准孩子学文科 一律去学理工 因为这些缘故 励志写作在我身上 是个不折不扣的减伤过程 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要干这件事 除了它是个减伤过程这一点 有关我励志写作是个减伤过程 还有进一步解释的必要 写作是个笼统的字眼 还要看写什么东西 写畅销小说 爱情小事等等热门东西 应该列入伤增过程之列 我写的东西一点不热门 不但挣不了钱 有时还要倒贴一些 严肃作家的严肃二字 就该做如此理解 据我所知 这世界上有名的严肃作家 大多是凑合过日子 没名的大概连凑合也算不上 这样说明了以后 大家都能明白 我确实在一个减伤过程中 我父亲不让我们学文科 理由显而易见 在我们成长的时代里 老舍跳了太平湖 胡封关了监狱 王十位被枪毙了 以前还有金盛探 砍脑科等等实力 当然 他老人家也是屋内 饮酒门外劝水的人 自己也是个文科的教授 但是他坦白地 承认自己则数不正 不足为训 我们兄弟姐妹五个 就此全学了理工科 只有我哥哥例外 考虑到我父亲脾气暴躁 吼声如雷 你得说这种选择 是个伤增过程 而我哥哥那个例外 是这么发生的 七八年考大学时 我哥哥是北京牧城建煤矿 最强壮的青年矿工 吼起来 比我爸爸音量还要大 无论是动手揍他 还是朝他吼叫 我爸爸自己都挺不好意思 所以就任凭他 去学了哲学 在逻辑学界的太斗 沈有鼎先生的门下 当了研究生 考虑到符号逻辑 是个极专门的学科 这是从外行人 看不懂逻辑文章来说 他和理工科差不太多的 从以上的叙述 你可以弄明白我父亲的意思 他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学一种外行人 弄不懂而又是 有功势道的专业 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 我父亲一身坎坷 他又最爱我们 这样的安排在他看来 最自然不过 我自己的情形是这样的 从小到大 身体不算强壮 吼起来音量也不够大 所以一直本分为人 尽管如此 我身上总有一股 要写小说的危险情绪 插队的时候 我遇上一个很坏的家伙 他还是我们的领导 属于在我们这个社会里 少数坏干部之列 我就编了一个故事 描写他从尾谷开始 一寸寸变成了一头驴 并且把他写了出来 以泄心头之分 后来读了一些书 发现卡夫卡 也写了个类似的故事 搞得我很不好意思 还有一个故事 女主人公长了蝙蝠的翅膀 并且头发是绿色的 生活在水下 这些二十岁前的作品 我都烧掉了 在此一提是要说明 这种危险倾向的由来 后来 我一直抑制着这种倾向 念完了本科 到美国去留学 我哥哥也念完了硕士 也到美国去留学 我在那边又开始写小说 这种危险的倾向 再也不能一折 在美国时 我父亲去世了 回想 他让我们读理科的事 觉得和美国发生的事 不是一个逻辑 这让我想起了 前苏联元帅 图哈切夫斯基 对大音乐家 肖斯塔克维奇说的话来 我小的时候 很有音乐天才 只可惜 我父亲没钱 给我买把小提琴 假如有了那把小提琴 我现在就坐在你的乐池里 这段话乍看不明其意 需要我提示一句 这次对话发生在 前苏联的三十年代 说完了没多久 图元帅就一命呜呼了 那年头专必元帅将军 不大必小提琴手 文化革命里 跳楼上吊的 却是文人居多 我父亲在世时 一心一意地 要给我们美人 都弄把小提琴 这把小提琴 就是理工农一任一门 只有文科不在其内 这和美国发生的事不一样 但是结论还是同一个 我该去干点别的 不该写小说 有关美国的一切 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 American job business is business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国家永远是在经商热中 而且永远是一千摄氏度的白热 所以你要是看了前文之后 以为那里有某种气氛 会有助于人励志写作就错了 连我哥哥到了那里都后悔了 觉得不该学逻辑 应当学商科或者计算机 虽然他依旧无限仰慕 罗素先生的为人 并且截其心力证明了一项 几十年未证出的逻辑定理 但是看到有钱人豪华的住房 也免不了唠叨几句 他对妻儿的责任 在美国有很强大的力量 促使人去挣钱 比方说洋房 有些只有一片小草坪 有的有几百亩草坪 有的有几千亩草坪 所以紧就住房一项 就能产生无穷无尽的 挣钱的动力 再比方说汽车 有无穷的档次和价格 你要是真有钱 可以考虑把肯尼迪遇刺时 做的汽车买来做 还有人买下了前苏联的战斗机 驾着飞上天 在那个社会里 没有人受得了自己的孩子 对同伴说 我爸爸穷 我要是有孩子 现在也准在那里挣钱 而写书在那里 也不是个挣钱的行当 不信你到美国书店里看看 各种各样的书涨了架子 和超级市场里 陈列的卫生纸一样多 假如有人出售苦心几率 一页页写出的卫生纸 肯定不是好行当 除此之外 还有好多人的书 没有上架 窝在他自己的家里 我没有孩子 也不准备要 作为中国人 我是个极少见的现象 但是人有一张脸 树有一张皮 别人都去挣钱 自己却在干可疑的勾当 脸面上也过不去 在美国时 有一次和一位华人教授聊天 他说他的女儿很有出息 放着哈佛大学人类学系 奖学金不要 自费去念一般大学的Loss School 如此反潮流 真不愧是书香门第 其实这是舍小力而驱大力 受小害而避大害 不幸你去问问律师 挣多少钱 人类学家又挣多少钱 和我聊天的这位教授 是个大学问家 特立独行之辈 一谈到老儿女 好像也不大特立独行了 说完了美国 前苏联 就该谈谈我自己 到现在为止 我写了八年小说 也出了几本书 但是大家没怎么看到 除此之外 我还常收到谩骂性的退导信 这时我总善意地想 写信的人准是在领导那里挨了骂 找我撒气 提起王小波 大家准会想到 宋朝在四川拉杆子的那一位 想不到我身上 我还在减伤过程中 顺便说一句 人类的存在 文明的发展就是个减伤过程 但是这是说人类 具体说到自己 我的行为依旧无法解释 再顺便说一句 处于减伤过程中的 绝不只是我一个人 在美国 我遇上过支起探来麦托洛茨基 格瓦拉 毛主席等人的书的家伙 我要和他说话 他先问我怕不怕联邦调查局 别的例子还很多 在这些人身上 你就看不到水网低处流 苹果掉下地 狼把兔子吃掉这一宏大的过程 看到的现象 相当于水网山上流 苹果飞上天 兔子吃掉狼 我还可以说光有伤增现象不成 举例言之 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 最后准会在个低洼的地方会骑 挤在一起向粪缸里的去 但是这也不能解释我的行为 我的行为是不能解释的 假如你把伤增现象 看成荆轲玉律的话 当然 如果硬要我用一句话 直接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 那就是 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 我应该做这件事 但是这句话正如一个嫌疑犯说 自己没杀人一样不可信 所以信不信有你吧 在于1994年3月出版的第111期 香港文学杂志 用一生来学习艺术 我念过文科 也念过理科 在课堂上听老师提到艺术这个词 还是理科的老师次数更多 化学老师说 做实验有实验艺术 计算机老师说 编程序有编程艺术 老师们说 怎么做对是科学 怎么做好则是艺术 前者有判断真伪的法则 后者则没有 艺术的真谛 就是要叫人感到好 甚至是完美无缺 传授科学知识 就是告诉你这些法则 而艺术的修养是无法传授的 只能够潜移默化 这些都是理科老师教给我的 我觉得比文科老师讲得好 没有科学知识的人 比有科学知识的人 更容易犯错误 但没有艺术修养的人 就没有这个缺点 它还有容易满足的好处 假如一个社会里 人们一点文学修养都没有 那么任何作品 都会使他们满意 举个例子说 美国人是不怎么读文学书的 一部《王桥一梦》 就可以使他们如痴如狂 相反 假如在某个国家里 欣赏文学作品 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那就只有最好的作品 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 我想 法国最有资格算作这类国家 一部《情人》 曾使法国为之轰动 大家都知道 这本书的作者是 刚去世不久的杜拉斯 这本书有四个中文译本 其中最好的 当属王道前先生的译本 我总觉得读过了《情人》 就算知道了现代小说艺术 读过到前先生的一笔 就算知道什么是现代中国的文学语言了 有位作家朋友对我说 他很喜欢《情人》 那种自由的叙事风格 他以为 《情人》是信笔写来的 是自由发挥的结果 我的看法则相反 我认为 这篇小说的每一个段落 都经过精心的安排 第一次读时 你会感到极大的震撼 但在带着挑剔的眼光重读几遍 就会发现 没有一段的安排 经不起推敲 从全书第一句《我已经老了》 给人带来无限的沧桑感开始 到结尾的一句他说 他爱他将一直爱到他死 带来绝望的悲凉中 感情的变化 都在准确的控制之下 叙事没有按时空的顺序展开 但有另一种逻辑作为线索 这种逻辑我把它叫做艺术 这种写法本身 就是种无与伦比的创造 我对这件事很有把握 是因为我也这样写过 把小说的文件调入电脑 反复调动每一个段落 假如原来的小说足够好的话 逐渐就能找到这种线索 花上笔写原稿多三到五倍的时间 就能得到一篇新小说 比旧的好的没法比 事实上 情人也确实是这样改过 一直改到改不动 才交给出版社 情人 这种现代经典 与以往小说的不同之处 在于他需要更多的心血 我的作家朋友听了以后 感觉有点泄气 这么写一本书 也不见得能多赚倒费 不是亏了吗 但我以为 我们一点都不亏 现在世界上 已经有了杜拉斯 有了情人 这位作家和他的作品 给我们一个范本 再写起来已经容易多了 假如没有范本 让你凭空去创造这样一种写法 那才是最困难的事 六七十年代 法国有一批新小说作家 力要改变小说的写法 作品也算是好看 但和情人 是没法比的 有了这样的小说 阅读才不算是过时的陋习 任凭你有宽荧幕 环绕立体声 看电影的感觉 终归不能和读这样的小说相比 一 情人的王道前先生 已经在前几年试试了 虽然没有见过面 但他是我真正尊敬的前辈 我知道他原是位诗人 四十年代末 曾到法国留学 后来回来参加祖国建设 一身坎坷 晚年搞起了翻译 他的作品我只读过情人 但已使我终身受益 另一篇使我终身受益的作品 是扎凉争 木黛 先生义的青铜骑士 从他们那里 我知道了一个简单的真理 文字是用来读的 不是用来看的 看起来黑压压的一片 都是方块字 念起来就大不相同 是不光是压韵 还有韵律 散文也有节奏的快慢 或低沉压抑 沉痛无比 或如黄中大律 回肠荡气 这才是文字的筋骨所在 实际上 世界上每一种文学语言 都有这种筋骨 当年我在美国留学 像一位老太太学英文 她告诉我说 不读莎士比亚 不贝米尔顿 就根本不配写英文 当然 我不会贝米尔顿 是不配写英文的了 但中文该怎么写 始终是个问题 古诗是讲评则的 古文也有韵律 但现在写这种东西 就是发疯 假如用白话来写 用哪种白话都是问题 张爱玲晚年 执意要写苏白 她觉得苏白好听 这种想法 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文章里的那些字 我都不知该怎么念 现在作家里 用北方方言写作的很多 凭良心说 效果是很糟心的 我看到过的一种 最古怪的主意 是前旋同出的 她建议大家写 如临外史那样的光话 幸亏没人听 否则会把大家都写成渔夫子的 这样一扯就扯远了 这个问题 现在已经解决了 我们已经有了一种 自证腔圆的文学语言 用它可以写最好的诗 和最好的小说 那就是道前先生 木旦先生所用的语言 不信你去找本情人 或是青铜骑士念上几遍 就会信服我的说法 本文的主旨 是怀念那些 已经失去的前辈 但却从科学和艺术的区别谈起 我把杜拉斯到前先生 木旦先生看作我的老师 但这些老师和教我数学的老师 是不同的 前者给我的是一些潜移默化 后者则交给我一些法则 在这个世界上 潜移种东西更难得到 除此之外 比如科学 艺术更能使人幸福 因为这些缘故 文学前辈也是我更爱的人 以上所述 基本上是我在文学上所知道的一切 我没有读过大学的中文系 所以孤陋寡文 但我以为 人活在世上 不必什么都知道 只知道最好的就够了 为了我知道的这些 我要感谢杜拉斯 感谢王道前和木旦 他们是我真正敬爱的人 在于1997年第五期 出版广角杂志 双月刊 我自幼就喜欢读小说 并且一直以为 自己可以写小说 直到27、8岁时 读到了图尼埃尔的一篇小说 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在不知不觉之中 小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代小说和古典小说的区别 就像汽车和马车的区别一样大 现代小说中的精品 再不是可以一目视行往下看的了 为了让读者同意我的意见 让我来举一个例子 杜拉斯 情人的第一句是 我已经老了 无限沧桑尽在其中 如果你仔细读下去 就会发现 每句话的写法大体都是这样的 我对现代小说的看法 就是被情人固定下来的 现代小说的名片 总是包含了极多的信息 而且极端精美 让读小说的人狂喜 让打算写小说的人害怕 在经典作家里 只有俄国的契赫夫 偶尔有吉比写成这样 但远不是通天都让人敬畏 必须承认 现代小说家曾经使我大受惊吓 我读过的图尼埃尔的那篇小说 叫做《少女与死》 它只是一系列惊吓的开始 因为这个发现 我曾经放弃了写小说 有整整十年在干别的事 直到将近四十岁 才回头又来尝试写小说 这时我发现 就是写过一些名片的现代小说家 平常写的小说也是很一般的 瑞士作家迪伦马特写完了他的名片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之后 坦白说 这个长中片好去了他好几年的光阴 而且说 今后他不准备再这样写下去了 此后他写了很多长篇 虽然都很好看 但不如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精脆 杜拉斯也说 情人经过反复的修改 每一段 每一句都重新安排过 照我看 他的其他小说都不如 情人好 他们的话 让人看了放心 说明现代小说家 也不是一群超人 他们有些惊世骇俗的名片 但是既不多 也不长 虽然如此 我还是认为 现代小说中几个中天 如 情人之类 比之经典作家的红篇巨制 毫不逊色 爱好古典文学的人 也许不会同意我的看法 我也没打算说服他们 但我还是要说 我也爱好过古典文学 而在影视发达的现代 如果没有现代小说 托尔斯泰并不能让我 保持阅读的习惯 我认为 现代小说的成就建筑 在不多几个明天上 虽然凭这几篇小说 很难评上诺贝尔文学奖 但现代小说 艺术的顶峰就在其中 我的抱负 也是要在一两天作品里 达到这个水平 我也特别喜欢写长中篇 六万字左右 比如我的 未来世界 就是这么长 情人 法官和他的柜子手 等明天也是这么长 当然 这样做有东师笑评之嫌 在我写过的小说里 黄金时代 联合报 第十三届中篇小说奖 是我最满意的 但是还没达到 我希望的水准 所以还要继续努力 生活和小说 罗素先生曾说 从一个假的前提出发 什么都能够推论出来 照我看 这就是小说的实质 不管怎么说 小说里可以虚构 这就是说 在一本小说里 不管你看到什么 千奇百怪的事 都不应该诧异 更不该指责作者 违背了真实的原则 因为小说就是假的呀 据说 罗素提出这一命题时 遭到了好多人的劫难 我对逻辑知道的不多 但我是罗素先生热烈的拥护者 这是因为除了写小说 我还有其他的生活经验 比方说 做几何题 做题时 有时你会发现 各种千奇百怪的结果 不断地涌现 这就是说 你已经出了一个错 正在假的前提上推理 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仅可以推出 三角形的内角之和 超过了180度 还可以把现有的几何学知识 全部推翻 从做题的角度出发 你应该停止推论 从头检查全部过程 找到出错的地方 把那以后的推论全部放弃 这种是谁都不喜欢 所以我选择了 与真伪无关的职业 写小说 平良心说 我喜欢千奇百怪的结果 我把这叫做浪漫 但这不等于 我就没有能力明辨是非了 生活里浪漫的事件很多 举例言之 24年前 我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了 以此为契机 我的生活里出现了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 故而我相信这些事 全都出自一个错误的前提 现在我能够指出 错出在什么地方 说我当时是知识青年 青年是很勾格的 16岁 知识却不知在哪里 用培根的话来说 知识就是力量 假如我们真有知识 到哪里都有办法 可怜那时我只上了七年学 如果硬说我有什么知识 那只能是对知识二字的污蔑 不管怎么说 这个错误不是我犯的 所以后来出了什么事 都不由我负责 因为生活对我来说 不是算草纸 可以说思就思 所以到后来 我不在上山下乡时 已经老了好多 但是我的生活 对于某些人来说 却的确是算草纸 可以拿来乱写乱话 其实我又算得了什么 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 像上山下乡这样的事 过去有 现在有 将来保不准还会有的 对此当然要 有个正确的态度 用上纲上线的话来说 就叫做正确对待 这种态度我已经有了 我们不妨把过去的生活 看作小说 把过去的自己 看成小说中的人物 这样心情会好得多 因为不管怎么说 那都是从假命题开始的推理 不能够认真对待 如果这样 看待自己的过去 就能看出不少可歌可泣的地方 至于现在和未来 是不是该这样看待 则要看现在是不是 还有错误的前提存在 虽然我们并不缺少 明辨是非的能力 平良心说 我希望现实的世界 在理性的世界里运作 一点毛病都没有 但是像这样的事 我们自己是一点也做不了主的 现在的人不大看小说了 专喜欢看济世文学 这说明我们的生活很有趣味 带有千奇百怪的特征 不管怎么说 有趣的是多少都带点毛病 不信你看 有趣的济世文学 总是和犯罪之类的事有关系 假如这些济世文学 记得都是外国 那倒是无所谓 否则不是好现象 至于小说越来越不好看 则有另外的原因 这是因为 有人要求它带有正确性 合理性 激励人们向上等等 这样的小说肯定无趣 换言之 那些人用现实所应有的性质 来要求小说 电影等等 我听人说 这样做的原因是 小说和电影比现实世界容易管理 如此说来 这是出于善良的动机 正如唐吉赫德挑风车 也是出于善良的动机 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很不幸 因为现实世界的合理性理 就包括有有趣的小说和电影 故而这样做的结果 是使现实世界更加不合理了 由于这些人士的努力 世界越来越不像世界 小说越来越不像小说 我们的处境正如老美说的 在middle of nowhere 这是小说发生的地方 却不是写小说的地方 小说的艺术 朋友给我寄来了一本 被背叛的遗嘱 这是本坛小说艺术的书 书很长 有些地方我不同意 有些部分我没看懂 这本书里夹杂着五线谱 但我不识谱 家里更没有钢琴 但还是能看懂能同意的地方居多 我对此书有种特别的不满 那就是作者丝毫没有提到 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 卡尔维诺 尤瑟纳尔 君特 格拉斯 诺迪阿诺 还有一位不常写小说的作者 马格丽特 杜拉斯 早在半世纪以前 茨维格就抱怨说 哪怕是大师的作品 也有纯属冗余的成分 假如他活到了现在 看到现代小说家的作品 这些怨言就没有了 昆德拉不提现代小说的这种成就 是因为同行极度 还是艺术上见解不同 我就不得而知 当然 昆德拉提谁不提谁 完全是他的自由 但若我来写这本书 一定要把这件事写上 不管怎么说吧 我同意作者的意见 的确存在一种小说的艺术 这种艺术远不是谁都懂的 昆德拉说 不懂开心的人 不会懂得任何小说艺术 除了懂得开心 还要懂得更多 才能懂得小说的艺术 但若连开心都不懂 那就只能把小说读糟蹋了 归根结底 昆德拉的话并没有错 我自己对读小说有一种真正的爱好 这种爱好不可能由阅读任何其他类型的作品所满足 我自己也写小说 写的好事得到的乐趣 绝非任何其他的快乐可以替代 这就是说 我对小说有种真正的爱好 而这种爱好就是对小说艺术的爱好 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和昆德拉沟通 我想象一般的读者并非如此 他们只是对文化生活有种泛泛的爱好 现在有种论点 认为当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杂文 这或者是事实 但我对此感到悲哀 我自己读杂文 有时还写点杂文 照我看 杂文无非是讲理 你看到理在哪里 静止一讲就可 当然 把道理讲得透彻 讲得漂亮 读起来也有种畅快淋漓的快感 但毕竟和读小说是两道劲 写小说则需要深得虚构之美 也需要些无中生有的才能 我更希望能把这件事做好 所以 我虽能把理讲好 但不觉得这是长处 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劣根性 需要加以克服 诚然 作为一个人 要负道义的责任 憋不住就得说 这就是我写杂文的动机 所以也只能适当克服 还不能完全克服 前不久在报上看到一种论点 说现在杂文取代了小说 负起了社会道义的责任 假如真是如此 那倒是件好事 小说来负道义责任 那就如希腊人所说 安子扣到头上来了 但这是仅就文学内部而言 从整个社会而言 道义责任全扣在提笔为文的人身上 还是不大对头 从另一方面来看 负道义责任可不是艺术标准 尤其不是小说艺术的标准 这很重要啊 昆德拉的书也主要是说这个问题 写小说的人要让人开心 他要有虚构的才能 并且有施展这种才能的动力 我认为这是主要质点 昆德拉则说 看小说的人要想开心 能够欣赏虚构 并以能宽容虚构的东西 他说这是主要质点 我倒不存这种奢望 小说的艺术首先会形成在小说家的意愿之中 以后会不会遭人背叛 那是以后的事 首先要有这种东西 这才是最主要的 昆德拉说 小说传统是欧洲的传统 但若说小说的艺术在中国从未受到重视 那也是不对的 在很多年前 曾有过一个历史的瞬间 年轻的张爱玲出露头角 显示出写小说的才能 傅雷先生发现了这一点 马上写文章说 小说的技巧值得注意 那个时候 连张春桥都化名写小说 仅就艺术而言 可算是一团糟 张爱玲却是万绿丛中一点红 但若说有什么遗嘱被背叛了 可不是张爱玲的遗嘱 而是傅雷的遗嘱 天知道张爱玲后来写的那叫什么东西 他把自己的病态当作才能了 人有才能还不叫艺术家 知道真是自己的才能才叫艺术家呢 笔者行文至此 就欲结束 但对小说的艺术只说了它不是什么 它到底是什么 还一字未提 假如读者想要明白的话 从昆德拉的书里也看不到 应该静止找两本好小说看看 看完了能明白则好 不能明白也就无法可想了 可以去试试别的东西 千万别听任何人讲理 越听越糊涂 任何一门艺术 只有从作品里才能看到 套昆德拉的话说 只喜欢看杂文 看评论 看简介的人 是不会懂得任何一种艺术的 载于1996年第三期 博览群书 杂志 王硕的作品 与王硕有关的影视作品我看了一些 有的喜欢 有的不喜欢 有些作品里带点乌迪 艾伦的风格 这是我喜欢的 有些作品里也冒出些套画 这就没法喜欢 总的来说 它是有艺术成就的 而且还不小 当然 和乌迪 艾伦的成就相比 还有不小的距离 现在他受到一些压力 说他的作品 没有表达真善美 不够崇高等等 对此我倒有点看法 有件事大家可能都知道 艺术的标准 在世界上各个地方是不同的 以美国的标准为例 到了欧洲就会被视为浅薄 我知道 美国有部格调高尚的片子 说上帝本人来到了美国 变成了一个和蔼可亲的美国老人 到处去助人为乐 听见别人顺嘴溜出一句 感谢上帝 就接上一句 不客气 相信这个故事 能使读者联想到一些国产片 这种片子叫欧洲人 尤其是法国人看了 一定会觉得浅薄 法国人对美国电影的看法是 除了乌迪 艾伦的电影 其他通通是狗屎一堆 相反 一些优秀的欧洲电影 美国人却没有看过 比方说 我小时看过一些 极出色的意大利电影 如 罗马十一时之类 美国人连听都没听说过 为此我请教过 意大利人 他们皱着鼻子说道 美国人看我们的电影 他们看不懂 把知识分子扣除在外 仅就一般老百姓而论 欧洲人和美国人 在文化上有些差异 欧洲 尤其是南欧的老百姓 喜欢深刻的东西 美国人喜欢浅薄的东西 这一点连后者自己也是承认的 这种区别是因为欧洲有历史 美国没有历史所致 因为有这种区别 所以对艺术的认识 也有深浅的不同 假定你有深刻的认识 对浅薄的艺术就会视为庸俗 这正是欧洲人对美国电影的看法 现在来谈谈我们中国人民是哪一种人 我毫不怀疑 因为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我们是全世界最深刻的人民 这一点连自以为深奥的欧洲人 也是承认和佩服的 我在国外时 从电视上看到这样一件事 美籍华人建筑师贝先生 主持了卢浮宫改造工程 法国人不服 有人说 美国人有什么文化 凭什么来动我们的卢浮宫 对此 贝先生从容答道 我有文化 我是中国人了 对方也就哑口无言了 顺便说说 乌迪 艾伦的电影 充满了机制 反讽 在美国电影里 是绝无仅有的 这也难怪 他虽是美国籍 却是犹太人 犹太文化 当然不能小看 他的电影 能搞到手的我都看过 我觉得也不坏 但对我来说 还略显浅薄 略显浅薄的原因 除中华文化 比犹太文化历史悠久之外 还有别的 这也难怪 在美国的中国人 当时不过百万 作为观众为数太少 他也只能迁就一下 一般浅薄的美国观众 正因为中国的老百姓 有历史 有文化 很深刻 想在中国搞出正面欧歌的作品 可不容易啊 无论是美国导演 还是欧洲导演 哪怕是犹太导演 对我们来说 都太浅薄 我认为 真善美是一种老旧的艺术标准 新的艺术标准是 搞出漂亮的 有技巧的 有能力的东西 批判现实主义是艺术的一支 它就不是什么真善美 王硕的东西在我看来 基本属于批判现实主义 乌迪 艾伦也属这一类 这一类的艺术 只有成熟和深刻的观众 才能欣赏 在我看来 所谓真善美 就是一种甜蜜蜜的正面描写 在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度里 一流的艺术作品 没有不包括一点批判成分的 因此 从批判转入正面歌颂 往往意味着变得浅薄 王硕和他的创作集体 在影视圈乃至文化圈里都是少数派 对于上述圈子里的多数派 我有这样一种意见 现在中青年文化人之大多数 对文化的一般见识 比之先辈老先生们 部位没有提高 反而大幅度下降 为了防止激起众怒 我要声明 我自己尤其远不如老先生们 五六十年代的意大利的优秀电影一出现 老先生们就知道是好东西 给予批判现实主义杰作的美誉 现在的文化人不要说这种见识 连这样的名词都不知道 只会把崇高之类的名词 禁止讲出口来 也不怕直路 当然 大家不乏欧歌主旋律的决心 但能力 或者干脆说是才能 始终是个主要问题 多数的影视作品善良的创作动机 是不容怀疑的 但都不好看 在此情况下 应该想到自己的艺术标准 浅于大众 和有五千年文明史的 中国人民之一般水平不符 以往深处开绝 不要看不起小市民 也不要看不起云云众生 毛主席曾言 高贵者最愚蠢 卑贱者最聪明 你搞出的影视作品 让人家看了身上 抱起三层鸡皮疙瘩 谁聪明谁笨 也就不言自明 搞影视的人常抱怨 老百姓口味太刁 这意思无非是说 老百姓太聪明 自己太笨 我倒觉得 不该这样子 不打自招 这就显得更笨了 我觉得王硕过去的反潮 反讽风格 使我们能见到深一层的东西 最近听说他要改变风格 向主流靠拢 到时我感到忧虑 王硕是个聪明人 根据我的人生经验 假如没有遇上车祸 聪明人很不容易变本 可能他想要耍点小聪明 给自己的作品 披上一层主旋律的外衣 故作崇高之状 但是 中国人都太聪明 耍小聪明骗不了谁 只能骗骗自己 就拿他最近的《红樱桃》来说 虽然批了一层主旋律的外衣 其核心内容和美国电影《九州半》 还是一类 把这些不是一类的东西 嫁接在一起 看上去真是不伦不类 照这个样子搞下去 广电部也未必会给他什么奖励 还要丢了观众 两样都没得到 那才叫倒霉 肖伯奈的《巴巴拉少校》 肖伯奈的剧作《巴巴拉少校》 是肖翁的精彩之作 新中国出的两种肖伯奈戏剧集都收了 如果哪个热爱文学的人没有读过 实为一大憾事 青年人一般爱读小说不爱读剧本 我也如此 但是肖伯奈的剧本与众不同 不可不独 《巴巴拉少校》剧情不算复杂 讲的是本世纪初 一个军火大王安德谢夫 如何解决他的继承人问题的故事 一般来说 军火大王名声不好 安德谢夫的名声尤其糟糕 资本家做缺德事时 总要标榜些礼仪廉耻 可是安德谢夫却言行如一 他自称绝不要脸 弄得声名狼藉 他的妻子伯利夫人 有心让儿女斯泰芬和巴巴拉继承他的生意 可是斯泰芬受过良好的教育 是个上流人 讨厌他爹的那股下流气 巴巴拉的问题更复杂 他加入了救世军 诚心诚意地爱上了救灵魂的事业 干脆把他爹看成个混世魔王 而安德谢夫本人 恰恰是反对儿女继承组业的 安德谢夫一家世世代代 都不由亲生儿女继承 而是从大街上 十个妻儿当继承人 这一位安德谢夫 也是这么想 安德谢夫并不是拘泥于这个古怪传统 而是要挑一个 没受过正统教育毒害的人 其实受过正统教育与否还在其次 主要是要找个像他一样 不要脸的人 他对斯泰芬评价甚低 但是却喜欢巴巴拉 为此他收买了救世军 揭露了救灵魂的虚伪 又邀请巴巴拉和大家一起 到他场里去参观 混世魔王的工厂精彩无比 连斯泰芬都倾心不已 这时忽然巴巴拉的情人科森斯教授 一军突起 跳出来宣称自己是个妻儿 通过了绝不要脸的考试 被安德谢夫接受为继承人 全剧不但妙去横生 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 其中最有力的一笔 是剧中人围绕明辨是非 问题发生的戏剧性冲突 独来耐人寻味 第三幕 伯利夫人要安德谢夫 接受斯泰芬为继承人 可是斯泰芬坚决不肯 接受这个肮脏的造大炮的声音 安德谢夫很高兴 他打算给儿子 找个好职业作为补偿 他向斯泰芬建议了下列职业 文学艺术 哲学 陆海军 宗教 律师 戏剧 斯泰芬声称一概干不来 安德谢夫只好问他的儿子 你能说说你 常于什么 或是爱好什么吗 斯泰芬 启利 目不转睛地瞅得他 我会明辨是非 安德谢夫 真的吗 怎么 没有做买卖的才能 对于艺术无兴趣 不敢碰哲学 却知道辨别是非的秘诀 这是考倒一切哲学家 难坏一切律师 搞婚一切商人 毁灭大多艺术家的一个问题啊 哎 先生 您真是个天才 圣人中的圣人 人间的天神 而且年纪只有24岁 接下去安德谢夫又说 拿就是君那个可怜的小姑娘 珍妮 希尔来说吧 你要是叫她站在大街上讲文法 讲地理 讲算术 甚至叫她讲交际舞 她都会认为你是开她的玩笑 可是她绝不怀疑她能够讲道德问题 讲宗教问题 真的 论起明辩是非 儿童仿佛比成人强 无知的人仿佛比聪明人强 这真是个有趣的现象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接受一个伦理的 或宗教的 体系比接受一个真理的 或科学的 体系要容易得多 一个伦理的体系 能告诉人们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简单明了 人们能够凭良心 凭情感来明辨是非 斯泰芬可以指出 造大炮是残忍的 可以指出 做买卖斤斤计较 是下流的 世界在她那里是无比简单的 是非都写在每件东西上 写在每一个人脸上 世界上绝不存在一个 能把她难倒的难题 说来惭愧 十几岁的时候 我也是斯泰芬一流的人物 那时我也会明辨是非 我甚至能说出 光明是好的 黑暗是坏的 左边是好的 右边是坏的 东边是好的 西边是坏的 等等 所差的是斯泰芬能说出 下列一些话来 斯泰芬 您不知您那一套有多可笑 您就没上那些 尚有古风 不屑于时代为伍的 中学和大学去看看 我的思想方法 都是在这两个学校养成的 所以您觉着 统治英国的是金钱 却也难怪 可是您总得承认 这问题 我比您知道的更多 安德谢夫 那么统治英国的是什么呢 斯 品质 爸爸 品质 安 谁的品质 你的还是我的 斯 既不是你的 也不是我的 而是英国民族 一切最优的品质的结晶 这里 我们需要研究一下 斯泰芬的品质是怎么来的 这些品质 是他过的那种生活的产物 教育只是其中一个侧面而已 他什么也不要想 什么也不用记 只要过这种生活 品质就自然地形成了 也可以说 这种品质不是知识 不是学问 只是一种情绪罢了 凭着这种情绪 我们不难把世界上的一切分为好 和坏两大类 不难明辨是非 但却不能做成任何一件事情 看到这儿 真让人为安德谢夫捏把冷汗 不知他能给他儿子找个什么事做 可是他居然找到了 正和他自己要干的那一行 他什么也不懂 而自己为什么都懂 就凭这一点 到政界准能飞黄腾达 让我们回到 关于明辨是非问题上去 明辨是非并非毫无必要 但是如果以为 学会了明辨是非 就有了什么能力 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学会了 把世上一切事物 分成好的和坏的以后 对世界的了解 还是非常非常可怜的 我们还要继续学习 一切是如何发生 如何变化的 这些知识会冲击 我们过去形成的是非标准 这时我们就面临 一个重大抉择 是接受事实 还是坚持就有的价值观念 事实上 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 却成了接触世界 与了解世界的障碍 结果是 终生停留在 只会明辨是非的水平上 可以这样说 接受了一个伦理的体系 不过达到了 小学四年级的水平 而接受一个真理的体系 就难得多 人们毕生都在学习科学 接触社会 人们知道的越多 明辨是非就越困难 在一个伦理的体系之中 人们学会了 把事物分成好的与坏的 对的与错的 应该发生的 和不应该发生的 这样的是非标准 对我们了解世界 是有不良影响的 科学则指出 事物存在和不存在 发生和不发生 这些事实 常常与那些道德标准冲突 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如果我们承认它 就成了精神上的失败者 如果我们不承认它 那么我们 就失去了一个 认识世界的机会 事实上 很多人为了这种 精神上的胜利 就被永远隔绝 在现实世界之外 在肖伯奈的戏剧中 这样的人物多的是 斯泰芬 巴巴拉 英国老的另一个岛 中的内拉等人都是 还有另一种人物 他们信奉一套道德标准 在行动中 却绝不遵守它 他们可以正确地认识世界 但是又不合就有的信念冲突 他们保存了这个矛盾 不去解决 结果活得很好 如伯利夫人 英国老的另一个岛 中的伯老本 第三种人就是安德谢夫 他把这个矛盾解决了 他干脆不去明辨是非 只信奉绝不要脸的信条 结果在那个社会非常成功 在我们看来 安德谢夫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 他残酷的剥削和欺骗劳动人民 但是他在那个社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又说明他有他的高明之处 比之那些糊涂的善良人 他是一个头脑清楚的坏蛋 一个坏蛋清楚的头脑中 真理的成分要比善良的糊涂人多一些 然而坏蛋终究是坏蛋 这一点提示我们 明辨是非的伦理体系并非毫无用处 我只是说 它不是接近真理的方法 肖伯纳在其戏剧之中 把这一点表达得淋漓尽致 比尔 盖茨在《未来之路》一书里写道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工程师已有能力营造真实的感觉 他们可以给人戴上显示彩色图像的眼镜 再给你戴上立体声耳机 你的所见所闻都由计算机来控制 只要软硬件都过硬 人分不出电子音像和真声真相的区别 可能现在的软硬件还称不上过硬 尚做不到这一点 但过去二十年里 技术的进步是惊人的 所以对这一天的到来 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光看到和听到还不算身力其境 还要模拟身体的感觉 盖茨先生想出一种东西 叫做VR景深衣 这是一种机电设备 像一件衣服 那表面上有很多伸缩的触头 用电脑来控制 这样就可以模仿人的触觉 照他的说法 只要有二十五万到三十万个触点 就可以完全模拟人全身的触感 从电脑技术的角度来说 控制这些触头简直是小儿科 有了这身衣服 一切都大不一样 比方说 电脑向你输出一阵风 你不但可以看到风吹洋流 听到风过树梢 还可以感到风从脸上流过 假如电脑输出的是美人 那就不仅是他的英容笑貌 还有他的发丝 从你面颊上划过 这是友好的美人 假如不友好 来的就是大耳瓜子 VR景深衣的概念就是如此 作为学食品科技的人 我觉得还该有个面罩 连着一些香水瓶 由电脑控制的阀门 决定你该闻到什么气味 但假若你患有鼻炎 就会觉得面罩没有必要 总而言之 VR景深衣的概念就是如此 估计要不了20年 科学就能把它造出来 而且让它很便宜 像今天的电子游戏机一样 在街上出售 穿上它就能前往另一个世界 假如软件丰富 想上哪儿就能上哪儿 想遇上谁就能遇上谁 想干啥就能干啥 而且不花什么代价 顶多出点软件钱 到了那一天 不知人们还有没有心思阅读文本 甚至是不识字都不一定 我靠写作为生 现在该做出何种决定呢 大概是在六七十年代吧 法国有些小说家 就这样提出问题 在电影时代 小说应该怎么写 该看到的电影都演出来了 该听到的广播也播出来了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 花几十页写出的东西 用宽荧幕电影几个镜头就能解决 还照经典作家的写法 没有人爱看 顶多给电影提供脚本 如我们所知 这叫生产初级产品 在现代社会里地位很低 在那时 电影电视就像比尔 盖茨的《紧身衣》对艺术家来说是天大的灾难 有人提出小说应该向诗歌的方向发展 还有人说小说该着重去写人内心的感受 这样就有了法国的新小说 还有人除了写小说 还去搞搞电影 比如已故的马格丽特 杜拉斯 我对这些作品很感兴趣 但凭良心说 除杜拉斯的《情人》之外 近十几年来没读到过什么令人满意的小说 有人也许会提出最近风靡一时的《狼桥一梦》 但我以为 那不过是一部文字化的电影 假如把它编成软件 钻到比尔 盖茨的《紧身衣》里去享受 会更过瘾一些 相比之下 我宁愿要一本《五迷三道》的法国新小说 也不要一部《狼桥一梦》 这是因为 从小说自身的前途来看 写出这种东西解决不了问题 真正的小说家 不会喜欢把小说写得像电影 我记得米兰 昆德拉说过 小说和音乐是同质的东西 我讨厌这个说法 因为好像这世界上没有了音乐 就说不出小说该像什么了 但也不能不承认 这种说法有些道理 小说该写人内在的感觉 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仅此还不够 还要使这些感觉组成韵律 音乐有种连贯的 使人神往的东西 小说也该有 既然难以言状 就叫它韵律好了 本文的目的是要纪念已故的杜拉斯 谈谈他的小说 情人 谁知扯得这样远 现在可以进入主题 我喜欢过不少小说 比方说 乔治 奥威尔的 1984 还有些别的书 但这些小说对我的意义 都不能和情人相比 1984这样的书对我有帮助 是帮我解决人生中的一些疑惑 而情人 解决的是有关小说自身的疑惑 这本书的决定美好之处在于 它写出一种人生的韵律 书中的性爱和生活中别的事件 都按一种韵律来组织 使我完全满意了 就如达 芬奇画出了他的杰作 别人不肯看 那是别人的错 不是达芬奇的错 米开朗奇罗雕出了他的杰作 别人不肯看 那是别人的错 不是米开朗奇罗的错 现代小说有这样的杰作 人若不肯看小说 那是人的错 不是小说的错 杜拉斯写过《华北情人》后说 我最终还原成小说家了 这就是说 只有书写文本能使他获得叙事艺术的精髓 这个结论使我满意 既不羡慕电影的镜头 也不羡慕比尔 盖茨的紧身衣 在于1996年5月29日 中华读书报 题为小说和盖茨的紧身衣 个人尊严 在国外是看到 人们对实事做出价值评判时 总是从两个独立的方面来进行 一个方面是国家或者社会的尊严 这项是实事的经线 另一个方面是个人的尊严 这项是实事的尾线 回到国内 一条尾线就像是没有 连尊严这个字眼也感到陌生了 提到尊严这个概念 我首先想到英文词dignity 然后才想到相应的中文词 在英文中 这个词不仅有尊严之意 还有体面 身份的意思 尊严不但只能受到尊重 它还是人价值之所在 从上古到现代 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里 没有几个人 有过属于个人的尊严 举个大点的例子 中国历史上有过皇上 对大臣施停障的事 无论是多大的官 一言不合 就可能受到如此当众羞辱 高官尚且如此 遑论百姓 除了皇上一人 没有一个人能有尊严 有一件最怪的事是 按照传统道德 挨皇帝的板子 倒是一种光荣 闻死见吗 说白了就是 无尊严就是有尊严 此话如有任何古怪之处 罪不在我 到了现代以后 人与人的关系 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仍有这种遗风 我们就不必细说 文革中 文革前 都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到了现在 已经不用见官下跪 也不会在屁股上挨板子 但还是缺少个人的尊严 环境就是这样 公共场所的秩序就是这样 人对人的态度就是这样 不容你有任何自尊 举个小点的例子 每到春运高潮 大家就会在传媒上 看到一辆硬座车厢里 挤了三四百人 厕所里也挤了十几人 谈到这件事 大家会说 国家的铁路需要建设 说到铁路工人的工作难做 提到安全问题 提到所有的方面 就是不提这些民工 这样挤在一起 完全没有了个人的尊严 仿佛这件事很不重要似的 当然 只要民工都在过年试回家 火车总是要挤的 谁也想不出好办法 但个人的尊严 毕竟大受损害 这件事总该有人提一提才对 另一件事现在已是老生常谈 人走在街上赶到内急 就不得不上公共厕所 一进去就觉得自己的尊严 一点都没了 现在北京的公厕正在改观 这是因为外国人 到了中国也会内急 所以北京的公厕已经臭名远扬 假如外国人不来 厕所就要臭下去 而且大街上改了 小胡同里还没有改 我认识的一位美国留学生说 有一次他在小胡同里内急 走进公厕撒了一泡尿 出来以后 猛然想到自己刚才满眼都是黄白之物 居然能站住了不到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就急忙来告诉我 北京的某些街道很脏很乱 总要到某个国际会议时才能改观 这教界某某会的东风 不光老百姓这样讲 领导上也这样讲 这话听起来很有点不对位 不雅的景象外人看了丢脸 没有外人时 自己住在里面也不体面 这后一点总是被人忘掉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我发现自己 曾有一种特别的虚伪之处 虽然一句话说不清 但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 假如我看到火车上特别挤 就感慨一声道 这种事居然可以发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 假如我看到厕所特赃 又长叹一声 哎 北京市这是怎么搞的吗 这其中有点幽默的成分 也有点当真 我的确觉得 国家和政府的尊严受到了损失 并为此焦虑着 当然 我自己也想要点个人尊严 但以个人名义提出就过于直路 不够体面 言必称天下 不以个人面目出现 是知识分子的尊严所在 当然 现在我把这作为虚伪提出 已经自外于知识分子 但也有种好处 我找到了自己的个人面目 有关尊严问题 不必引进据点 我个人就是这么看 但中国忽视个人尊严 却不是我的新发现 从大智者到通俗作家 有不少人注意到 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象 罗素说 中国文化里只重家族内的私德 不重社会的功德公义 这一点造成了很要命的景象 费孝通说 中国社会里有所谓次序格局 与己关系 近的就关心 关系远的 就不关心或少关心 结果有些事从来就没人关心 龙应台为这类事而愤怒过 三毛也大发过一通感慨 读者可能注意到了 所有指出这个现象的人 或者是外国人 或者曾在国外生活过 又回到了国内 没有这层关系的中国人 对此浑然不觉 笔者自己曾在外国居住四年 假如没有这种经历 恐怕也发不出这种议论 但这一点并不让我感到开心 环境脏乱的问题 火车拥挤的问题 社会秩序的问题 人们倒是看到了 但总从总体方面提出问题 讲国家的尊严 民族的尊严 其实这些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笑我们每个人的面子 对此能够浑然无觉 倒是多多怪事 人有无尊严 有一个简单的判决 是看他被当作一个人 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 这件事有点两重性 其一是 别人把你当作人还是东西 是你尊严之所在 其二是 你把自己看成人还是东西 也是你的尊严所在 急火车和上公共厕所时 人只被当身体来看待 这里既有其一的成分 也有其二的成分 而且归根结底 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 说来也奇怪 中华里一支帮 一切尊严 都从整体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定义 就是没有个人的位置 一个人不在单位里 不在家里 不代表国家 民族 单独存在时 居然不算一个人 就算是一块肉 这种算法当然是有问题 我的算法是 一个人独处荒岛 而且谁也不代表 就像鲁冰逊那样 也有尊严 可以很好地活着 这就是说 个人是尊严的基本单位 知道了这一点 火车上太挤了之后 我就不会再挤进去 而且浑然无觉 在于1995年第五期 三联生活周刊杂志 君子的尊严 笔者是个学究 代人也算谦和有理 自以为算个君子 当然 实际上是不是 还要别人来评判 总的来说 君子是有文化 有道德的人 世事人或称知识分子 按照中国的传统 君子是做人的典范 君子不严厉 君子忍让不争 君子动口不动手 君子独善其身 这都是老辈子 传下来的规矩 时至今日 以君子自居的人 还是如此行事 我是宁做君子 不做小人的 但我还是以为 君子身上有些缺点 不配做为人的典范 因为他太文弱 太窝囊 太守人妻 君子既不肯与人争利 就要安于清平 但有时不是钱的问题 是尊严的问题 前些时候 在电视上看到 北京的一位人大代表发言 说儿童医院的挂号费 是一毛钱 公厕的收费是两毛钱 很显然 这样的收费标准 有损医务工作的尊严 当然 发言的结尾是呼吁 有关领导注意这个问题 有关领导也点点头说 是啊是啊 这个问题要重视 我总觉得 这位代表太君子 没把话讲清楚 直接了当的说法是 我们要收两块钱 别人要是觉得太贵 那你就黄得价来 这样三下五除二 就切入了正题 这样说话比较能解决问题 君子不与人争 就要受气 举例来说 我乘地铁式排队购票 总有些不三不四的人 到前面加塞 说实在的 我有很多话要说 我排队 你为什么不排队 你忙 难道我就没有事 但是碍于君子的规范 讲不出口来 话憋在肚子里 难免要生气 有时气不过 就嚷嚷几句 排队 排队啊 这种表达方式不够清晰 人家也不知是在说它 正确的方式是 指出加塞者的鼻子 口齿清楚地说道 先生 大家都在排队 请你也排队 但这样一来 就陷入与人争论的境地 肯定不是君子了 常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消息 流氓横行不法 围观者如堵 无人上前置之 我敢断定 围观的都是君子 也很想制止 但怎么制止呢 难道上前和他打架吗 须知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我知道英国有句俗话 绅士动拳头 小人动刀子 假如在场的是英国绅士 就可以上前用拳头打流氓啊 既然扯到了绅士 就可以多说几句 从前有个英国人到澳大利亚去旅行 过海关时 当地官员问他是干什么的 他答道 我是一个绅士 因为历史的原因 澳大利亚人不喜欢听到这句话 尤其不喜欢听到这句话 从一个英国人嘴里说出来 那官员又问 我问你的职业是什么 英国人答道 职业就是绅士 难道你们这里没有绅士吗 这下澳大利亚人可火了 差点揍他 幸亏有人拉开了 在英美 说某人不是绅士 就是句骂人话 当然 在我们这里说谁不是君子 等于说他是小人 也是句骂人话 但君子和绅士不是一个概念 从字面上看 绅士 gentleman 是指温文有理之人 其实远不知此 绅士要保持个人的荣誉和尊严 甚至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业乎 坦白地说 他们有点狂傲自大 但也有一种好处 真正的绅士 绝不在危险面前止步 大战期间 英国绅士大批开赴前线 为国捐躯 甚至死在了一般人前面 君子的标准理 就不包括这一条 中国的君子独善其身 这样就没有了尊严 这是因为尊严是属于个人的 不可压缩的空间 这块空间要靠自己来捍卫 捍卫的意思是只敢争 敢打官司 敢动手 勇斗歹徒 我觉得人还是有点尊严的好 假如个人连个呆的地方都没有 就无法为人做事 更不要说做别人的典范 在于1995年第五期 三联生活周刊杂志 居住环境与尊严 我住在一座高层建筑里 从一楼到十七楼 人人都封阳台 所用的材料和样式各异 看起来相当丑陋 公用的楼到上玻璃碎了一半 破了的地方用三合板或纤维板堵住 楼梯上很脏 垃圾到的口上更脏 如果它是一座带拆的楼房 那倒也罢了 实际上它是新的 建筑质量也很好 世人把它住成了这样 至于我家里和别人家里一样 都很干净 只是门外面脏 假如有朋友要见我 就要区别对待 假如他是中国人 就请他到家里来 要是外国人 就约在外面见面 这是因为我觉得 让外国人到我家来 我的尊严要受损失 假设有个外国人来看我 他必须从单元门进来 爬上六层 才能到达我家的门口 单元门旁边就是垃圾道的出口 那里总有大堆的垃圾 留在外面 有鱼头鸭头鸡肠子在内 很招苍蝇 看起来相当吓人 此人看过了这种景色之后 爬上一只六层的楼梯 呼吸着富含尘土的空气 看到满地的葱皮 鸡蛋壳 还有墙上淋漓的污渍 我希望他有鼻炎 闻不见味 我没有鼻炎 每回爬楼梯时 我都闭着气 上大学时 我肺活量有五千毫升 现在大概有八千 当然 这是在白天 要是黑夜 他根本就上不来 因为楼道里没灯 他会撞进自行车堆里 摔断他的腿 夜里我上楼时 手里总拿个棍 探着往上爬 他还不知扶手不能摸 摸了就是一手灰 裁班来使我摸过一把 那手印子 现在还印在那里 只是没有当初新鲜 就这样到了我的门外 此时他对我肯定 有了一种不好的看法 坦白地说 我在美国留学时 见到哪个美国同学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肯定也会看不起他 要是个中国人来看我 看到的景象也是一样 大家都是人 谁也不喜欢肮脏 所以对这种环境的反感 也是一样的 但他进了我家的门 就会把路上看到的一切都忘掉 他对我这么好 除了同胞情谊之外 还因为他知道楼道里这么脏 不能怪我 所以我敢把他请到家里来 因为本文想要谈尊严问题 就此切入正体 所谓尊严 Dignity 是指某人受到尊敬 同时也是个人的价值所在 笔者曾在国外居住四年 知道养鬼子怎样想问题 一个人住在某处 对周围的一切既有权利 也有义务 假如邻居把门前和阳台弄得不像话 你可以禁止打电话说他 他要是个体面人就不会不理 反过来 假如你把门前弄得不像话 他也会禁止打电话来说 你也不能不理 因此 一个地方住了一些体面人 就不会又脏又乱 居住的环境就这样和个人尊严联系在一起 假如我像那些洋人想象的那样 既有权利 又有义务 本人还是个知识分子 还把楼房住成了这样 那我又算个什么人呢 这就是我不敢让洋人上家里来的原因 但你若是中国人 就会知道 我有权利把自己的阳台弄成任何一种模样 别人不会来管 别人把家门外弄成任何一种样子 我也没有办法 当然 我觉得楼道太脏 也可以到居委会反映一下 但说了也没有用 顺便说说 我们交了卫生费 但楼梯总没有人扫 我扫过楼道 从六楼扫到了一楼 只是第二天早上出来一看 又被弄得很脏 看来一天要扫三遍才行 所以我也不扫了 我现在下定了一种决心 一过了退休年龄 就什么都不干 天天打扫楼道 现在则不成 没有功夫 总而言之 对这件事 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了 把话说白了 就是这样的 在我家里 我是个人物 出了家门 既没有权利 又没有义务 根本就不是什么人物 说话没有人理 干事情没人响应 而且我自己也不想这样 这不是在说外国人的好话 也不是给自己推卸责任 而是在说自己 为什么要搞两面牌 中国这地方 有一种特别之处 那就是人只在家里 现在还要加上在单位里 负责任 出了门就没有了责任感 罗素和费孝通 对此都有过论述 谁有兴趣可以去查阅 大家所到之处 既无权利 也无义务 所有的公立功德 全靠政府去管 但政府不可能处处管道 所以到处乱糟糟 一个人在单位是老张或老李 回了家是爸爸或妈妈 在这两处都要顾及体面 和自己的价值 这是很好的 但在家门外和单位门外 就什么都不是 被称作那男的或是那女的 一点尊严也没有 这就很糟糕 我总觉得 大多数人在受到重视之后 行为就会好 在于1996年第二期 辽宁青年杂志 饮食卫生与尊严 每天早上 北京街头就会出现一些早点摊 有一天我起早了 走着走着 感到有点饿 想到摊上吃一点 吃之前先绕到摊后 看了一眼 看到一桶洗碗水 里面还泡着碗 坦白地说 与一桶干水相似 我当时就下定决心 再不到小摊上吃饭 当然 我理解那些吃这种早点的人 因为我也当过工人 下了夜班 胃里难受 嘴里还有点血腥味 不吃点热东西 实在没法睡 这么早又找不到别的地方吃饭 只好到摊上去吃 我不理解的是那些卖早点的人 既然人家到你这里吃东西 你为什么不弄干净一点 我认识一个人 是从安徽出来打工的 学了点手艺 在个体餐馆里当厨师 后来得了肝炎 老板怕他传染顾客 把他辞掉了 他就自制熟肉到街上去卖 我觉得这很不好 有传染病的人不能卖熟食 你要问他为什么这么干 他就说 要赚钱 大家想想看 人怎么能这样待人呢 只有无赖才这样看问题 我实在为他们害羞 觉得他们抛弃了人的尊严 当然 这里说到的 不是那些饮食者的个人尊严 而是卖饮食者的尊严 准确地说 是指从外地到北京炼滩的人 其中有好的 但也有些人实在不讲卫生 要是在他本乡本土 他绝不会这么干 这就是说 他们做人方面有了问题 至于这个问题 我认为是这样的 你穿着衣服在街上一走 别人都把你当人来看待 所以 在你做东西给别人吃时 该把别人当人来看待 有一种动物多脏的东西都吃 但那是猪啊 你我是同类 难道大家都是猪 我一直这么看待这个问题 最近发生了一点变化 是因为遇上这么一回事 有一天 我出门去帮朋友搬家 出去时 穿得比较破 因为要做粗活 回来石头上有些土 衣服上有点污渍 抬了一天冰箱 累得手脚有点笨 至于脸色 天生就黑 总而言之 向个外地来经人员 顺便说一句 现在人员这个字眼就带有贬义 既有 无业人员 社会闲散人员 卖淫嫖娼人员等等说法 就这个样子乘车回来 从售票员到乘客 对我都不大客气 看我的眼神都不对 我因此有点憋气 走到离家不远 一不小心碰到了一个人 还没等把道歉的话说出口 对方已经吼到 没带眼睛吗 底下还有些话 实在不雅 不便在此陈述 我连话都不敢说 赶紧溜走了 假如我说 我因此憋了一口气 第二天就登辆三轮车 带一个蜂窝煤炉子 一桶脏水 到街上练早点 那是我在编故事 但我确实感到了 假如别人都不尊重我 我也没法尊重别人 假如所有的人 都一直斜眼看我 粗声粗气地说我 那我的确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不过 回到家里 洗个热水澡 换上干净衣服 我心情又好了 有个住的地方 就有这点好处 我住的地方 在城乡接合部 由这里向西 不过二里路 就是一个优雅的公园 是散步的好地方 但要到那里去 要穿过一段小街露像 低矮的平房 有的房子门上 写着此房出租 有的里面住着 外地来打工的人 住得很紧 我穿过小巷 到公园里去散步 去了一回 就再也不去了 那条路上没有下水道 竟是鸣沟 到处流着污水 我全身上下最好使的器官是鼻子 而且从来不得鼻炎 所以在这一路上 嗅到六七处地方 有强烈的尿骚气 这些地方不是厕所 只是些鸡脚嘎啦 而这一路上还真没有什么厕所 走着走着遇上一片垃圾场 有半亩地大 看起来触目惊心 到了这里 我就痛恨自己的鼻子 恨它为什么这么好使 举例来说 它能分出鸡肠子和鸭肠子 前者只是腥臭 后者有点油腻腻的 更加难闻 至于鱼肠子 在两里路外我就能闻到 因为我讨厌于腥味 就这样到了公园里 我已无心散步 只觉得头晕脑胀 脑子里转着上百种臭味 假如不把它们一一分辨清楚 心里就难受 从那片平房往东看 就是我住的楼房 我已经说过 那楼的楼道不大干净 但已比这片平房 强了数百倍 说起来 外地人到京打工 算是我们的客人 让客人住这种地方 真是件不体面的事 成年累月住在这种地方 出门就看到烂鸡肠子 他会有什么样的心境 我倒有点不敢想了 我以为 假如一个人在生活条件 和人际关系上 都能感到做人的尊严 他就按一个 有尊严的人的标准来行事 像个君子 假如相反 他难免按无尊严人的方式行事 做出些小人的行径 虽然君子应该必恶去善 不把自己置于没有尊严的地位 但这一条 有时我也做不到 也就不好说别人了 前些时候看电视 看到几个外地来经人员 拿自来水和脏东西 对假酱油 为之发指 觉得不但国家该法办这些人 我也该去催他们一口 但想想人家住在什么地方 受到什么样的对待 又有点理不知气不壮 在这方面 我应该做点事 才好去吐唾沫 后面这几句话已是题外之语 我的意思当然是说 外地来经人员假如做餐饮 应该像君子一样行事 让大家吃着放心 这样说话 才像个不是人员的北京人 我有些朋友 帮一个扶贫组织工作 在意这样一件事 租借一些空闲的厂房 给外地来经人员一个住的地方 我也常去参加议论 连细节都溢出来了 那地方不在于有多考究 而在于卫生 有人管理 让大家住着放心 房间虽是大宿舍 但有人打扫 个人的物品有处寄访 厕所要卫生 还要游洗淋浴的地方 个人的床用白布帘子搁起来 我在国外旅行 住过基督教青年会一类的地方 就是这个样子的寄宿舍 住在里面不觉得屈尊 对于出门在外的年轻人来说 住这种地方 就可以说有了个人尊严 而且达到了国际标准 因为国际标准 不光是奢华迷肺 还有简朴 清洁 有秩序的一面 我对此颇有心得 因为我在国外是个穷学生 过简朴的生活 但也不觉得低人一等 这在中国也可以办到吗 还有朋友说 这个标准太低 还该有各种训练班 教授求职所需的技能 还要组织些文娱活动 当然 这就更好了 可以想见 外地来金人员到了这里 体会到清洁 有序和人对人的关怀 对我们肯定会好一些 这件事从去年六月一起 还在戊戌 没有什么务实的迹象 朋友里还有人说 这个寄宿舍应该盈利 我们这些人 也不能白说这些事 也该有点好处 我听了觉得不大对劲 就不再参加议论 本文的主旨是说 做餐饮的人 要像君子一样行事 把这件事也扯了出来 我恐怕 自己是说露了嘴 在于1996年第三期 辽宁青年杂志 题为像君子一样行事 想不想看 继续 rost 清津